叛秦,兵至鸿门而阙。 李斯树欲请兼见,二世不许。 而二世则问李斯曰,吾有思矣。 而有所闻于汉子也,曰,摇之有天下也, 唐高三尺,彩船不拙,茅瓷不减,虽逆屡之素。 不情于此矣。 冬日鹿囚,夏日隔一,资历之时,离祸之根, 半土鬼,错土形,虽间门之。 仰不忽于此矣。 雨凿龙门,通大夏,疏酒河,驱酒房, 绝亭水智之海,而鼓无拔,竟无。 毛,手足薄枝,面目离黑,遂已死于外,藏于汇姬, 沉鲁之劳不列于此矣。 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其欲苦行劳神, 深处逆屡之素,口石尖门之痒, 手持尘鲁之作哉。 此不,消人之所免也,非贤者之所物也。 比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事己而以意,此所贵于。 有天下也。 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生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灾。 故,无缘赐至广欲,常想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 李斯自由为三川首,群道无广等稀略的。 过去福能尽。 张涵已破竹广等兵,使者赋岸三川相属, 翘让斯居三公位,如何令道如此。 李斯恐惧,众绝路,不知所出,乃阿尔士义,欲求荣,以书对曰。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都责之术者也。 都责之,则臣不敢不截能以训其主以。 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一名,则天下贤不孝莫敢不尽力截任以训其君以。 是故主独至于。 天下而魔所至也。 能穷乐之己以,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生子曰,有天下而不自虽,命之曰以天下为至故, 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故。 以其身劳于天下之名,若遥,语然,故未知,至故,也。 夫不能修身,含之明术,行都。 则之道,专以天下自是也,而徒悟苦行劳神,以身训百姓,则是前守之意,非处天下者。 也,何足贵哉? 夫以人训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训人,则己贱而人贵。 故训人者贱。 而人所训者贵,自古及经,为有不然者也。 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 肖者,为其贱也。 而遥,予以身训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施所谓尊贤之心以,夫。 可谓大谋矣。 为之为,至故,不亦以乎。 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汉子曰,此母有败子而言家无格鲁,者,何也? 则能罚之家焉毕也。 则能罚之家焉毕也。 故伤君之。 法,行弃辉于道者。 夫弃辉,薄罪也,而被行,重罚也。 彼为民主为能生督清罪。 夫罪。 亲且督深,而旷有重罪乎。 故名不敢犯也。 是故汉子曰,不薄寻常,庸人不适,朔经百 义,道直不薄,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力深,而道直之欲浅也,又不以道直之行 为清百义之重也 薄必随手行,则道直不薄百义,而乏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适寻常 是 故乘高五丈,而楼记不清犯也,泰山之高百任,而薄木其上 夫楼记也而南五丈之县 其薄也而一百任之高哉 俏欠之事意也 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常之重是,而 独善天下之力者,非有义道也,能独断而省督则,必申罚,故天下不敢犯也 经不误所 已不犯,而是此母之所以拜子也,则亦不查于圣人之论矣 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未 天下一何事哉 可不哀邪 且夫简洁仁义之仁利于朝,则荒似之乐错以,见说论理之尘兼于策,则流漫之之躯 以,烈士死劫之行显于事,则迎康之于废矣 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致听从 知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示众也 凡贤主者,必将能服侍魔俗,而废其所恶,利其 所欲,故身则有尊重之事,死则有贤明之事也 是以明君独断,故全部再尘也 然后能 灭仁义之徒,眼迟说之口,困烈士之行,赛聪眼明,内独视听 故外不可轻以仁义烈士 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见说愤真之辩 故能若然独行自虽之心,而莫之感逆 若此然后可谓 能名声,含之术,而修商君之法 法修树名而天下乱者,谓之吻也 故曰,王道曰而意 操,也 为民主为能行之 若此则为都则之臣,则成无邪,成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 主言尊,主言尊则都则必,都则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父,国家父则君乐丰 故都 则之树舍,则所欲无不得已 群臣百姓就过不给,何便知感途 若此则地道辈,而可谓 能名君臣之术矣 虽生,含妇生,不能家也 书奏,二世约 于是行都则一言,税民生者未名利 二世约,若此则可谓能都则 以,行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沉积于事 杀人重者未忠臣 二世约,若此则可谓能 都则已 初,赵高位郎中令,所杀及报私怨众多 孔大臣入朝奏是悔恶之,乃说二世约 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生,群臣莫得见其面 故号约,整 且陛下赋于春秋,未必尽 通诸是,今作朝廷,浅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是神明于天下也 且必下身 拱敬中,与臣即是中习法者呆事,是来有以魁之 如此则大臣不敢奏一事,天下称圣主 以,二世用其技,乃不作朝廷见大臣,居敬中 赵高尝试中用事,是皆绝于赵高 高文李斯以为言,乃见陈相曰,观东群道多,经上即一发咒至阿房宫,巨狗马无 用之物 陈欲见,魏魏见 此真君侯之事,君和不见 李斯曰,故也,无欲言之久 以 今时尚不作朝廷,尚居生公,无有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见 赵高未曰 君臣能见,请为君后上监与君 于是赵高呆二世方艳乐 父女居前,使人告丞相 上方间,可奏事 丞相至宫门上夜,如此者三 二世怒曰,无常多见日,丞相不来 无方艳丝,丞相者来请示 丞相岂少我哉 且故我哉 赵高音曰,如此代以 夫 沙丘之谋,丞相与焉 今必下以立位帝,而丞相贵不义,此其意意望烈的而亡矣 且必 下不问臣,臣不敢言 丞相长难理由为三川首,楚道陈胜等皆丞相棒献之子,以故除道 公行,过三川,成首不肯及 高文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文 且丞相居外 权重于陛下 二世以为然 欲按丞相,恐其不审,乃使人按燕三川首与道通壮 李 斯文之 是十二世在甘泉,方作湖底幽排之官 李斯不得见,因上书言赵高之短约,成文 痴,臣疑其君,无不为国,妾疑其夫,无不为家 今有大臣于陛下善利善害,与陛下无 亦,此神不便 习者私臣子喊相送,身行刑罚,以微行之,积年岁结其君 天长未俭功 臣,决裂无敌于国,私家之父与公家君 不会施得,下的百姓,上的群臣,应取其国 沙载于于亭,即是简攻于朝,遂有其国 此天下所名之也 经高有邪义之志,违反之行 如子喊相送也,私家之父,若填事之于其也 奸行天长,子喊之逆道而结陛下之威信 其志若含未含安相也 陛下不图,成孔其为便也 二世曰,何哉 夫高,故患 人也,然不畏安四至,不以为一心,邪行修善,自始至此,以忠的静,以信守卫,正时 贤之,而君夷之,何也 且,且正少师仙人,魔所时之,不惜致名,而君又老,恐于天下诀 以 正非赎赵君,当谁任哉 且赵君为人精连强力,下之人情,尚能是正,君其物疑 李斯曰,不然 夫高,故见人也,无时于礼,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劣势赐主,求 欲无穷,成故曰代 二世以前性赵高,恐李斯杀之,乃斯告赵高 高曰,成相所患 这独高,高以死,成相即欲为填偿所为 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属郎中令 赵高暗至李斯 李斯居直束父,居领语中,仰天儿探曰,皆呼,悲夫 不道之君 何可谓记哉 习者劫沙观龙逢,咒沙王子彼甘,吾王夫差沙吾子虚 此三臣者,起步 中哉,然而不免于死,生死而所终者非也 今无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于劫,咒 夫差,无以忠死,以以 且二世之智岂不乱哉 日者以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诚而跪 见人,作为阿房之功,复脸天下 无非不见也,而不无听也 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 气有术,公事有度,出令造势,加费而无益于名利者敬 故能长久治安 经行逆于昆帝 不顾其旧,轻杀忠臣,不思其秧 大为公事,后赴天下,不爱其废 三者以行,天下 不听 经反者已有天下之伴以 而心上为物也 而以赵高为左 无必见寇至咸阳,迷路 由于朝也 于是二世乃是高岸成相遇 至罪,则思与子有谋反状,皆收补宗族宾可 赵高至思 榜略迁于,不胜痛,自污福 思所以不死者,自负其便,有功,十无反心,性的上书 自成,性二世之物而设之 李思乃从狱中上书曰,成为丞相致名,三十余年已 歹情 得知闪爱 先望之时情的不过千里,兵数十万 沉浸宝才,谨奉法令,因行谋臣,资之 金玉,使游说诸侯,应修甲兵,誓政教,观斗士,尊功臣,盛其绝路,故终以邪寒若未 破燕,赵,遗其,处,促间六国,鲁齐王,立秦为天子 罪一以 得非不广,又北竹 胡,河,南定百岳,以建秦之强 罪二以 尊大臣,盛其爵位,以故其亲 罪三以 立 设计,修宗庙,以民主之弦 罪四以 更刻画,平豆湖度量文章,不知天下,以树情之 明 罪五以 致迟道,心游观,以建主之得意 罪六以 缓刑罚,伯父脸,以遂主的重 知心,万民带主,死而不忘 罪七以 若私之为臣者,罪足以死故久以 尚信尽其能力 乃得至今,原陛下查之 书上,赵高使力气去步奏,曰,求安得上书 赵高使其客时鱼被诈欲使,业者,适中,更往复逊思 思更以其时对,则使人负 绑之 后二世使人负 后二世使人负 思以为如前,终不敢更严,此福 奏当上,二世喜曰,为赵 君,几位丞相所迈 及二世所使按三川之首志,则向梁以及杀之 使者来,会丞相下 立,赵高皆妄畏反辞 二世二年七月,据思五行,论妖斩贤阳氏 思出欲,与其中子聚职,故为其中子曰 无欲与若父千黄犬聚出上蔡东门主角兔 岂可得呼,遂父子相哭,而宜三足 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位中成相 世无大小者绝于高 高自知权重,乃县路,未知 马 二世问左右,此乃路也 左右皆曰,马也 二世经,自以为获,乃赵太波 令挂之,太波曰,陛下春秋交寺 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置于此 可依胜德而明 斋戒 于是乃入上林斋戒 日游易烈,有行人入上林中 二世自赦杀之 赵高教其女 续贤阳令言乐何不知何人 贼杀人已上林 高乃见二世曰,天子无故 贼杀不孤人,此上 地知尽也,鬼神不祥 天且降阳,当远必公已然之 二世乃出居望宜之功 刘三日,赵高诈赵卫士 令士皆诉扶持兵内乡 入告二世曰,山东群道兵大志 二世上官而见之 恐惧,高纪应竭令自杀 隐喜而配之 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狱 坏者三 高自知天福语,群臣福许 乃赵使皇帝,受之喜 子应继位,患之,乃称即不听事 与患者寒谈及其子谋杀高 高尚业,请并,应照 入,令寒谈刺杀之,以其三足 子应立三月,配公兵从五官入,至咸阳 群臣百官皆叛,不适 子应与妻子自细齐 进义祖,将旨道旁 配公应以树立 向王志而斩之 遂以王天下 太史公曰,李思以吕严厉诸侯,入侍秦 应以侠信,以辅使皇 促成帝业,思为三 公,可谓遵用以 思之六之规,不悟名正以补主上之缺 持绝路之众,阿顺苟何,言 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势利数 诸侯已判,思乃欲见真,不亦莫乎 人皆以思集中而备 五行死,查其本,乃欲俗意之意 不然,思之公且宇舟,照列矣 所隐数赞,属在所居,仍故择地 思孝智利,功利明岁 至九贤阳,仍臣即位 亦夫狂惑,便亦神器 国丧身诸,本痛莫义 史记蒙田列传 蒙田者,其先其人也 田大富蒙奥,自其世秦昭王 官至上清 秦庄襄王元年,蒙 奥魏秦江,伐寒,取成高,盈阳 坐至三川郡 二年,蒙奥宫兆,取三十七臣 史皇三 年,蒙奥宫寒,取十三臣 五年,蒙奥宫位,取二十臣,坐至东郡 史皇七年,蒙奥醋 奥子曰武,武子曰田 田长书遇典文学 史皇二十三年,蒙奥宫为秦皮将军,与王捡躬 储,大破之,沙相燕 二十四年,蒙武宫储,鲁储王 蒙田地义 史皇二十六年,蒙田英家世的为秦江,宫崎,大破之,拜魏内使 秦以并天下,乃 史蒙田江三十万众北竹荣笛,收河南 驻长城,应地行,用至显塞,起灵桃,至辽东 阎茂万余里 于是渡河,据阳山,威蛇而北 报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 世时蒙田威震 匈奴 史皇圣尊宠蒙氏,信任贤之 而清静蒙义,为至上清,出则参臣,入则御前 田 任外事而亦常为内谋,名为忠姓,故虽诸将相莫敢于之真焉 赵高者,诸赵书远书也 赵高昆帝树人,皆身隐公,其母辈行录,世事悲见 秦王 文高强力,通于欲法,举义为中车府令 高济思氏公子胡亥,欲知绝欲 高有大罪,情 王令蒙义法治之 义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唤疾 地义高之敦于事也,赦之,赴其 观觉 始皇欲游天下,到九园,直底甘泉,乃始蒙田通道,自九园底甘泉,缠山英谷,千 八百里 到位九 始皇三十七年东,行出游汇姬,并海上,北走廊鞋 道病,始蒙义海岛山川,未返 始皇至沙丘崩,密之,群臣墨之 逝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长从 高雅的信于胡亥,欲立之,又愿蒙义法治之而不畏己也 应有贼心,乃于丞相李斯,公 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 太子以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福苏,蒙田死 福苏以死 蒙田一儿父亲之 使者以蒙田属立,更致 胡亥以李斯设人为护君 使者还报,胡亥以 文福苏死,即遇是蒙田 赵高恐蒙是富贵而用事,愿之 亦还致,赵高因为胡亥中继,欲以灭蒙是 乃言曰,成文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 而亦见曰,不可 若知贤而于福利,则是不忠而获主也 以臣于亦,不若诸之 胡亥听而细蒙一余带 前已求蒙田于扬州 丧至贤阳,以藏,太子立为二世皇帝,而 赵高清静,日夜悔恶蒙世,求其罪过,举何之 子因静见曰,成文故照王千杀其良臣礼目而用言句,燕王喜应用今可知谋而悲情 之曰,其王见杀其故事忠臣而用厚胜之矣 此三君者,皆各已变古者施其国而殃及其身 经蒙世,秦之大臣谋世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 臣妾已为不可 臣文清律者不可以治 国,独治者不可以存君 朱沙忠臣而立无杰行之人,室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矣 离也,臣妾已为不可 胡亥不听 而遣欲使驱功臣传之代,令蒙一曰,先主欲立太子而亲难之 经成相,以轻为不忠,罪及其宗 正不忍,乃次轻死,亦胜性矣 轻其图之,亦对曰,以臣 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患,顺性没事 可谓之意矣 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 周玄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魔所已矣 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姬也,臣乃何言 知敢见,何律之敢谋 非敢誓此以必死也,为修类先主之名,原大夫为绿烟,使臣的死 秦时 且夫顺臣全者,道之所贵也,行杀者,道之所促也 习者秦目公杀三两而死,罪 百里希而非其罪也,故立浩曰,谋 昭襄王沙武安君白起 楚平王沙武奢 武王夫查 沙武子虚 此四君者,皆为大师,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位不明,以事及于诸侯 故曰 用道智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家于无辜 唯代府留心 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意之 言,遂杀之 二世又遣使者知扬州,令蒙田曰,君知过多矣,而清帝亦有大罪,法及内使 田曰,自无仙人,即至子孙,积公信于秦三世矣 京城将兵三十余万,身虽求戏,其 士族已被判,然自知必死而受益者,不敢辱仙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 席周城王出力 为离强暴,周公但父王已朝,促定天下 及城王有病盛代,公但自检其早已审于何,曰 王未有时,是但直视 有罪央,但受其不详 乃疏而藏之济府,可谓姓矣 即王 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但欲未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但 走而奔于楚 陈王关于济府,得周公但审书,乃留涕曰,俗为周公但欲未乱呼,杀 言之者而反周公但 故周书曰,必参而无知 荆田之宗,事无二心,而事促如此,是 必灭臣逆乱,内灵之道也 夫臣王施而负阵则促昌,截杀官隆逢,咒杀王子彼干而不悔 生死则国王 臣故曰过可正而见可觉也 查于参武,上圣之法也 凡臣之言,非以求 免于救也,将以见而死,原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 使者曰,承受造刑法于将军,不 敢亦将军言闻于上也 蒙田愧然太席曰,我贺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许曰 天罪故当死义,其灵桃属之辽东,陈禅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卖灾 此乃田之,罪也,乃吞要自杀 太史公曰,吴氏北边,自执道归,行官蒙田所为秦柱长城亭帐,欠山因谷,通执道 故清百姓利矣 夫情之出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遗伤者未抽,而田未明将,不宜此 十强健,正百姓之吉,养老存孤,勿修众树之和,而阿易信公,此其兄弟欲诸,不亦宜 呼 何乃罪地卖灾 所引述赞,蒙世秦江,内史忠贤 长城守住,万里安边 赵高较至,扶苏死焉 绝地何罪 劳人事 呼天欲速,三代良然 史记张尔成于列传 张尔者,大良人也 其少时,即位公子无忌为客 张尔长王命由外皇 外皇妇人女 圣美,嫁雅奴,王其夫,去抵妇客 妇客宿之张尔,乃为女约,必欲求贤夫,从张尔 女听,乃醋未请绝,驾知张尔 张尔适时脱身由,女家后奉给张尔,张尔已故至谦 离客 乃换未为外皇令 名由此一贤 成于者,义大良人也,好如数,数由照苦行 父 人公臣是以其女妻之,亦之臣于非雍人也 于年少,父是张尔,两人相与未稳尽交 情之灭大良也,张尔加外皇 高祖为不依时,常数从张尔游,克数月 情灭为数岁 以闻此两人为知名事也,够求有得张尔千金,乘于五百金 张尔,乘于乃遍名姓,举 知臣,为李坚门以字时 两人相对 李立常有过吃臣于,臣于欲起,张尔念之,始受吃 历去,张尔乃因臣于之丧下而树之曰,始无与公言何如 今见小辱而欲死一例乎 臣于然之 秦赵书够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已令李终 秦赵书起其,致入臣,兵数万 张尔,臣于上夜臣设 设及左右申平树文 张尔,臣于 贤,未常见,见及大喜 臣,秦赵书够老乃说臣设曰,将军身被兼职锐,律士族以诸报秦,复立处设计,存 王继绝,功德一位王 且夫尖临天下诸江,不为王不可,原将军立位楚王也 臣设问 此两人,两人对曰,夫情未无道,破人国家,灭人设计,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 百姓之财 将军田木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 今使致臣而王之,是 天下司 原将军无望,即隐兵而息,遣人立六国后,自卫树党,为秦一敌也 敌多则利,分,与众则兵强 如此也无交兵,献无守成,诸报秦,据咸阳以令诸侯 诸侯王而得利 以得福之,如此则帝业成矣 经独望尘,恐天下解也 陈设不听,遂立为王 陈于乃父说陈王曰,大王举粮,楚儿兮,勿再入关,为及收河北也 陈长游照 知其豪杰及地形,缘请骑兵北略照地 于是陈王已故所善成人武臣为将军,少骚为户 军,以张尔,陈于卫左右校尉,语促三千人,北略照地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曰,秦卫乱正月行以残贼天下,数十年已 北有长城之义,南有无领之术,外内骚动,百姓霸臂,头会积连,以公军费,财溃力 净,明不聊生 众之以科法俊行,使天下父子不相安 陈王奋必为天下畅使,王储之地 方二千里,莫不回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愿而攻其仇,献杀其领臣,俊杀 其首位 今以张大储,王臣,史无广,周闻将簇百万兮及情 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 非人好也 诸君誓相语济之 夫天下同心而苦情久矣 因天下之力而公无道之君,报 父兄之愿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事之一时也 豪杰皆然其言 乃行收兵,得数万人 好五成为五姓君 下诏时辰,于皆成首,莫肯下 乃引兵东北极泛阳 泛阳人快通说泛阳令曰,切闻公之将死,故调 虽然,贺公 得通而生 泛阳令曰,何以调之,对曰 刑法众,足下为泛阳令十年以,杀人 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族,情人之首,不可胜数 然而此父孝子莫敢自认公之父忠者 为情法而 今天下大乱,情法不施,然则此父孝子且自认公之父忠已成其名,此臣之 所以调公也 经诸侯叛秦以,五姓军兵且制,而军坚守泛阳,少年皆真杀军,下五姓军 军即遣臣建五姓军,可转获卫福,在今以 泛阳令乃使快通见五姓军曰,足下必将战胜然后略得,功得然后下臣,臣妾已为 过矣 臣听臣之计,可不攻而降臣,不战而略得,传席而千里定,可乎 五姓军曰 何谓也,快通曰,金泛阳令以整顿其士族以守战者也,妾而畏死,贪而重富贵 故欲先天下降,为君以为情所致力,诸杀如前十尘也 然金泛阳少年亦方杀其领,自已 臣巨军 君和不积成侯应,拜泛阳令,泛阳令则已臣下君,少年亦不敢杀其领 令泛阳 令臣诸伦华谷,使驱持燕,赵交 厌,赵交建之,皆曰此范阳令,先下者也,即喜以 厌,赵臣可无战而降也 此臣之所谓传席而千里定者也 五姓君从其计,应使快通刺 范阳令侯应 赵帝文之,不战已臣下者三十余臣 至邯丹,张尔,臣于文周张军入关,至戏阙 又闻诸将为臣王殉得,多以忏悔得罪 诸,愿臣王不用其家不以为将而以为校尉 乃说五臣曰,臣王起其,致臣而亡,非碧 历六国后 将军今以三千人下诏数十臣,独戒居河北,不妄无以田之 且臣王听禅,还 豹,恐不托于祸 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吉利赵后 将军无师时,时间不容习 五臣 乃听之,遂立为赵王 以臣于为大将军,张尔为右丞相,少骚为左丞相 使人报臣王,臣王大怒,欲禁足五臣等家,而发兵及诏 臣王向国防军建约,秦 为王而诸五臣等家,此又生意秦也 不如因而,不如因而赫之,使其引兵兮及秦 臣王然之,从 其继,喜系五臣等家公中,封张尔自敖为臣都军 臣王使使者赫照,另去发兵兮入关 张尔,臣于说五臣曰,王王赵,非楚以,特 以继贺王 楚以灭秦,必加兵于赵 元王无西兵,北训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 赵南,巨大河,北有燕,代,楚虽盛情,必不敢至赵 赵王以为然,应不惜兵,而使寒广略 燕,李良略常山,张衍略上党 寒广至燕,燕仁应立广为燕王 赵王乃于张尔,臣于北略的燕戒 赵王兼出,未燕 君所得 燕将求之,玉与分赵地伴,乃归王 使者王,燕则杀之以求帝 张尔,臣于幻 知 有思养促谢其舍中曰,无畏公说燕,与赵王载归 舍中皆孝曰,使者王食于 被,折死,若何以能得王? 乃走燕壁 燕将见之,问燕将曰,知成何欲,燕将曰 若欲得赵王尔,曰,君知张尔,臣于何如人也,燕将曰,贤人也,曰 知其至何欲,曰,欲得其王尔,照养促乃孝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 夫五 臣,张尔,臣于杖马追下赵树时臣,此亦各欲南面而亡,其欲未卿向中几邪 夫臣与主 其可同日而道哉,故其事出定,未敢参分而亡,且以少偿先立武臣未亡,以持赵心 今 今 赵帝以福,此两人亦亦分赵而亡,时未可耳 今君乃求赵王 此两人名为求赵王,时亦 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自立 夫以一赵上亦焰,旷以两贤王左提右窃,而则杀王之罪,灭 燕亦以 燕江以为然,乃归赵王,养醋未玉而归 李良以定常山,还报,赵王父使梁略太圆 至十亿,秦冰塞锦行,未能前 秦江炸 秦二世使人以礼良书,不封,曰,良常事我得显性 良臣能返赵未情,赦良罪,贵良 良的书,一不幸 乃孩之寒丹,亦请兵 未至,道逢赵王解出影,从百于其 李良 妄将,以为王,拂业到旁 王解罪,不知其将,使其谢李良 李良宿贵,起,残其从观 从观有益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利 且赵王宿出将军下,今女儿乃部位将军下车 请追杀之 李良已得情书,故欲返赵,未觉,因此怒,遣人追杀王解道中,乃遂江 其兵袭邯郸 邯郸不知,尽杀五臣,少骚 赵人多位张尔,乘于耳目者,已故得托出 收其兵,得数万人 可有说张尔曰,两军积虑,而欲赴赵,南,独立赵后,服以意 可救公 乃求得赵歇,立位赵王,居姓都 李良进兵及陈渝,陈渝拜李良,李良走归 张寒 张寒 张寒引兵至寒丹,皆喜齐明河内,以齐陈郭 张尔与赵王歇走入聚路程,亡离为之 陈渝北收长山兵,得数万人,军聚路北 张寒军聚路南极远,驻永到淑河,想王黎 王黎兵十多,急功聚路 聚路陈中时尽兵少,张尔树使人召前陈渝,陈渝自渡兵少,不 敌情,不赶钱 树月,张尔大怒,愿陈渝,使张眼,陈则网让陈渝曰,使吾与公未稳 谨交,金王与尔弹目且死,而公庸兵数万,不肯相救,安在其乡未死 苟必信,胡不赴,秦军拒死,且有十一二相权 陈渝曰,吾渡前中不能救赵,突进王军,且于所以不 据死,欲为赵王,张军报情 金必据死,如以肉为恶虎,何以? 张眼,陈则曰,是 以及,要以据死立信,安之后律 陈渝曰,吾死故以为无义 必如公言,乃是武 千人令张眼,陈则仙长秦军,至皆眉 当事时,燕,其,楚文照及,皆来救 有,张傲义北收带兵,得万余人,来,皆碧于旁 未感激秦 向羽兵数决张寒永道,王黎君拔石,向羽吸引兵渡河,碎破张寒 张寒隐 兵解,诸侦军乃敢即为巨鹿秦军,碎鲁王黎 射奸自杀 促存巨鹿者,楚力也 于是赵王歇,张尔乃得出巨鹿,谢诸侯 张尔与陈渝相见,则让陈渝已不肯救赵 即问张眼,陈则所在 陈渝怒曰,张眼,陈则已必死则成,陈始将五千人先长秦军 皆没不出 张尔不信,以为杀之,数问陈渝 陈渝怒曰,不义君之望成身也 其矣 陈渝众去江灾 乃托解应寿,推与张尔 张尔亦恶不受 陈渝岂如策 客有说张尔曰 陈渝,天语不取,反受其咎 京陈将军与君应,军不受,反天不祥 即取之 张尔乃配其应,收其麾下 而陈渝还,亦望张尔不让,岁驱出 张尔岁收其兵 陈渝读 陈渝下所善数百人之和尚则终于列 由此陈渝,张尔岁有雀 赵王歇父居姓都 张尔从项羽诸侯入关 汉元年二月,向羽立诸侯王,张尔雅游 人多位之言,向羽亦素数文张尔贤 乃分赵立张尔为常山王,至姓都 姓都更名相国 陈渝客多说向羽曰,陈渝,张尔一体有功于赵 向羽以陈渝不从入关,闻其载 南疲,即以南疲旁三县以封之 而喜赵王歇王代 张尔之国,陈渝欲亦怒,曰 张尔与渝公等也,经张尔王,于独侯 此向羽不平 及其王田荣叛处,陈渝乃时下说 多说田荣曰,向羽为天下载不平,尽王诸将善的 喜故王王恶的,经赵王乃居代 元王贾成兵,请以南疲为汉币 田荣玉树党于赵义反 楚,乃浅兵从陈渝 陈渝因西三县兵袭长山王张尔 张尔拜走,念诸侯无可归者,曰 汉王于我有救故,而向羽又强,立我 我欲知楚,甘宫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 东景 东景者,秦芬也 先知必罢,处虽强,后必输汉 故尔走汉 汉王亦还定三情 方为张寒废丘 张尔叶汉王,汉王后遇知 秦芬以拜张尔,接父收赵帝,迎赵王于代,父为赵王 赵王得陈渝,立以为代王 陈渝为赵王若,国出定,不知国,留父赵王,而使下说已向国守代 汉二年,东景处,始始告赵,欲语句 陈渝曰,汉杀张尔乃从,于是汉王求人 类张尔者斩之,持其头疑陈渝 陈渝乃浅兵助汉 汉之败于彭陈兮,陈渝亦复觉张尔不 四,即被汉 汉三年,韩信已定位的,浅张尔与韩信即破赵景形,斩成于止水上,追杀赵王歇乡 国 汉立张尔为赵王 汉五年,张尔轰,侍卫景王 紫敖四立为赵王 高祖长女鲁员工 主为赵王敖后 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坦被毙,自上时,李圣碑,有子叙礼 高祖称 高祖基 巨立,圣蔓一支 赵相冠高,赵五等年六十余,故张尔克也 身平为弃,乃怒曰,无 王蝉 王蝉 说王曰,夫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例 今王是高祖圣公,而高祖无礼 请为王杀之 张敖聂齐指出写,曰,君和颜之物 且先人王国,赖高祖的复国,得 刘子孙,丘豪皆高祖立也 元君无妇出口 冠高,赵五等十余人皆相未曰,乃无等 非也 无望长者,不备得 且无等意不如,今愿高祖如我望,故欲杀之,何乃乌王未乎 令誓成归王,誓拜独身作儿 汉八年,尚从东元海,过赵,冠高等乃必仁伯仁,要知至策 尚过欲速,心动问曰 献明为何,曰,伯仁 伯仁者,破于人也,不速而去 汉九年,冠高愿家之其谋,乃上便告之 于是上阶并带不赵王,冠高等 时于人皆 真自警,冠高独怒骂曰,谁令功未知 今王时无谋,而并不亡,公等皆死,谁白亡不 反者,乃剑车交至,与王亦长安 至张傲之罪,上乃照照群臣兵客有敢从王皆足 管,高宇克梦书等十余人,皆自昆前,为王家奴,从来 冠高至,对欲,曰,独无数未知 王时不知 力至榜吃数千,似多,生无可及者,终不复言 吕厚蜀言张王已鲁元公 主顾,不宜有词 上怒曰,使张傲聚天下,岂少儿女呼,不听 庭位以冠高士词文 上曰,壮士 谁知者,以思问知 中代夫谢公曰,臣之义子,素知之 此故照 国立民意不轻未然诺者也 上时谢公持杰问知编于前 仰氏曰,谢公邪,谢公劳 苦如生平欢,语语,问张王果有记谋不 高曰,仁晴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呼 今无三 族皆已论死,其以王亦无亲哉 故为王时不返,独无等未知 据道本指所以为者王不知壮 于是谢公入,据以报,上乃赦赵王 上贤冠高为人能力然诺,使谢公聚告知 曰,张王已出,应设冠高 冠高喜曰 无妄审出乎,谢公曰,然 谢公曰,上多足下,故设足下,冠高曰 所以不死一生无余者,白张王不返也 今王已出,无则已赛,死不恨已 且仁臣有窜杀 知名,何面目赴世上哉 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忽 乃养绝昂,遂死 当此之时,明闻天下 张傲已出,以上鲁园公主故,封为宣平侯 于是上贤张王诸客,以前奴从张王入关 无不为诸侯相,俊守者 集校会,高后,文帝,孝景时,张王客子孙皆得为两千十 张傲,高后六年轰 自眼为鲁园王 义母屡后女故,屡后封为鲁园王 园王若,凶 地少,乃封张傲他姬子二人,寿为乐昌侯,尺位姓都侯 高后崩,诸旅无道,大臣诸之 而废鲁园王吉乐昌侯,姓诸侯 孝文帝即位,赴封故鲁园王眼为南宫侯,叙张氏 太史公约,张尔,陈渝,是传所称贤者,其宾克斯义,莫非天下俊杰,所居国无不 取倾向者 然张尔,陈渝始居约时,湘然姓已死,其故问哉 集聚国征权,促乡灭王,和乡者乡慕用之臣,后乡辈之利也 岂非以势力交哉,名誉虽高,宾克虽盛,所游待遇 大伯,严林寄子亦以,所引述赞,张尔,陈渝,天下豪俊 望年积旅,稳静相信,尔为巨鹿,于兵不尽 张继望生,臣乃去应,势力轻夺,细莫臣信 史继卫报彭月列传 卫报者,故卫诸公子也 其兄卫旧,故卫时锋卫宁林军 秦灭卫,迁就卫家人 臣 圣之启王也,就亡从之 臣王使卫人周氏训卫的,卫的以下,欲乡羽立周氏卫卫王 周 世约,天下昏乃,终臣乃见 经天下共叛秦,其亦必立卫王后乃可 其,照使车阁 五十圣,立周氏卫卫王 世辞不受,盈卫就于臣 五反,尘王乃潜立就卫卫王 张寒已破尘王,乃进兵即卫王于林冀 卫王乃使周氏出请就于其,楚 其,楚浅相 他,田八将兵随士就位 张寒遂及破沙周氏等军,为林冀 就为其名约将 约定,就自 烧沙 卫豹王走楚 楚怀王与卫豹数千人,复训卫帝 向羽已破秦,将张寒 报下位二十 于臣,立报位卫王 报引金兵从向羽入关 汉元年,向羽封诸侯,欲有良的,乃喜卫王 报于河东,兜平阳,卫西卫王 汉王还定三秦,杜林静,为王报以国属烟,遂从即处于蓬城 汉拜,还致营阳,报 请归是清病,治国,即绝合金叛汉 汉王闻未报返,方东忧楚,未及及,未立申曰 缓甲网说未报,能下之,无以万户丰弱 立申说报 报谢曰,人生一世间,如白居 过细尔 金汉王曼尔五人,骂立诸侯群臣如骂努尔,非有上下礼劫也,无不忍赴见也 于是汉王浅寒信吉鲁报于河东,传逸营阳,以报国卫郡 汉王令报首营阳,处为之吉,周磕碎沙未报 彭悦者,昌义人也,自重 常于聚也则中,未群道 陈圣,向良知起,少年或未悦 曰,诸豪杰相立叛秦,众可以来,易孝之 彭悦曰,两龙方斗,且呆之 居遂于,则兼少年相聚百余人 往从彭悦,曰,请众未尝,越谢曰,臣不远 与诸君,少年强请,乃许 与其但日日出会,后其者斩 但日日出,时于人后,后者至日中 于是越谢曰,臣老,诸君强以为常 经其而多后,不可敬诸,诸最后者一人 令校长斩之 皆孝曰,何至是? 请后不敢 于是越乃隐一人斩之,社坛记,乃 令图鼠 图鼠皆大惊,未悦,莫敢仰视 乃行略的,收诸侯散促,的千余人 佩公之从荡北极昌义,彭悦助之 昌义未下,佩公引兵夕 彭悦亦将其重居拒野中 收尾散促 相及入官,王诸侯,还归,彭悦众万余人无所属 汉原年秋,其王田荣叛 相王,乃使人赐彭悦将军应,使下既应已及除 处,处命萧公较将兵及岳,岳大破处军 汉 王二年春,与魏王报及诸侯东及处,彭悦将其兵三万余人归汉于外皇 汉王曰,彭江 军收卫得的十余臣,御吉利位后 今夕卫王报亦卫王就从地也,征位后 乃拜彭悦卫 卫相国,善将其兵,略定两地 汉王之拜彭臣解而夕也,彭悦皆父王其所下臣,独将其兵北居和尚 汉王三年,彭 岳长往来为汉游兵,吉楚,绝其后良于良地 汉四年冬,向王与汉王相聚盈阳,彭悦公 夏虽阳,外皇十七臣 向王闻之,乃使曹旧首臣高,自东收彭悦所下臣义,皆父未处 岳将其兵北走古臣 汉武年秋,向王之南走阳下,彭悦附下昌义旁二十余臣,得古十余 万乎,以给汉王时,汉王拜,使使照彭悦并立即楚 悦曰,为的出定,尚未处,未可去,汉王追楚 未向己所拜故灵 乃为刘侯曰,诸侯兵不从,未知奈何,刘侯曰,其王姓之力 非君王之义,姓义不自奸 彭悦本定良的,功多,使君王以为报雇,拜彭悦为魏相国 今报死无后,且跃异欲王,而君王不早定 与此两国曰,即盛楚,虽扬以北至古臣 皆以王彭向国,从臣以东赴海,与其王姓 其王姓家在楚,此其亦欲负的故意 君王能 出捐辞的许二人,二人今可治,即不能,是未可知也 于是汉王乃八十时彭月,如流 侯策 时者至,彭月乃吸引兵会该下,遂破除 相及已死 春,立彭月为梁王,都定逃 六年,朝成 九年,十年,接来朝长安 十年秋,晨曦返代的,高地自网及,致寒丹,征兵梁王 梁王称兵,使江江兵一寒 丹 高地怒,使人让梁王 梁王恐,欲自网谢 其江护者曰,王时不枉,渐让而枉 枉则未情矣 不如遂发兵反 梁王不听,称柄 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 太仆王走汉 告梁王与护者谋反 于是上使使眼梁王,梁王不绝,补梁王,求之洛阳 有私至反行 几句,请论如法 上设已为数人,传处数清一 西至镇,逢吕后从长安来,欲之洛阳 道见彭王 彭王为吕后气涕,自言无罪,原处故昌矣 吕后许诺,语句东至洛阳 吕后 白上曰,彭王壮士,惊喜之暑 此字一患,不如遂诛之 切尽语句来 于是吕后乃 令其设人彭岳父谋反 庭位王田开奏请足之 上乃可,遂一月宗族,国除 太史公约,未报,彭岳虽故见 然以席卷千里,难面称姑 蝶写成圣日有文以 怀 叛逆之意,击败,不死而掳求 身背行路,何哉 忠才以上且修其行 旷王者乎 比无 义故,制掠绝人 独患无生儿 得设尺寸之柄 其云真龙辨 欲有所会其度 已故优求 而不辞云 所引述赞 为救兄弟 因时而往 报后属楚 其国遂亡 众其昌义 归汉外皇 往来申缘 再续军粮 真兵不往 租海和商 史记情部列传 情部者 六人也 姓英氏 情时未不一 少年 有客向之曰 当行而亡 急壮 做法情 不欣然笑曰 人相我当行而亡 积是乎 人有闻者 共排笑之 不倚论 书立山 立山之徒数十万人 不皆与其徒 长豪杰交通 乃绿其草藕 王之江中 卫群道 陈胜之其也 不乃见藩军 与其众叛情 聚兵数千人 藩军以其女妻之 张含之灭 陈胜 破旅成军 不乃引兵北极 请左右笑 破之清波 引兵而东 闻向梁定 江东汇姬 涉江而西 陈英已向世 世卫除江 乃以兵属向梁 渡淮南 英部 蒲江军亦以兵属向梁 向梁设怀而西 及景居 秦家等 不常冠军 向梁志靴 闻臣王定死 乃立楚怀王 向梁号为武姓军 英部为当阳军 向梁败死定逃 怀王席都彭臣 诸江英部一皆宝具 彭臣 当事实 秦吉为赵 赵树使人请救 怀王使宋义位上将 泛曾位墨江 向吉为赐 江 应在 蒲江军皆为将军 西俗宋义 北就赵 吉向吉沙宋义于和尚 怀王应立吉为 上将军 朱江皆属向吉 向吉使部先渡和吉秦 部署有力 吉乃吸引兵设和从之 碎破 秦军 将张涵等 储兵常胜 攻关诸侯 诸侯兵皆已服署 处者 以部署以少败众也 向吉之引兵 西至兴安 又是部等业 吉坑张 含秦促二十余万人 至官 不得入 又是 部等先从监到破官下军 遂得入 至咸阳 部常为军风 向王封诸江 立部为九江王 都六 汉元年四月 诸侯皆罢细下 各救国 向势力怀王位异地 喜都长沙 乃因令九江 王不等刑集之 其八月 不使将集异地 追杀之称陷 汉二年 其王田荣叛处 向王往集齐 征兵九江 九江王不称并不往 遣将将数千 人行 汉之败处彭臣 不又称并不左处 向王尤此愿不 述使使者 翘让赵部 不悦恐 不敢往 向王方北幽齐 赵 西换汉 所欲者 独九江王 又多不才 欲轻用之 以故位 即 汉三年 汉王集处 大战彭臣 不利 出粮的 至于 位左右约 如彼等者 无 足语 祭天下事 业者随和静约 不审陛下所谓 汉王约 孰能为我使怀难 令 知发兵被处 留向王于其数月 我知取天下 可以摆全 随和约 臣请使之 乃于 二时人聚 使淮难 智 应太宰逐之 三日不得见 随和应说太宰曰 王之不见何 必以楚位强 以汉位弱 此臣之所以未使 使何的见 言之而是邪 是大王所欲闻也 言之而非邪 使何等二十人 伏伏之淮南市 以明王被汉而语出也 太宰乃言之王 王 见之 随和约 汉王使臣 静静 书大王遇者 窃怪大王语 楚和亲也 淮南王约 寡 人 人 北乡而 臣 是之 随和约 大王与 相王 聚列 为诸侯 北乡 而 臣 是之 必以楚 为强 可以脱国也 相王 拔旗 身负 板柱 以为 是族仙 大王 以西 淮南 之众 身自 降 之 为楚 君前锋 今乃八四千人 以住处 夫 北面 而臣 是人者 故若是乎 夫 汉王 站于 蓬城 相王 未出其也 大王 遗骚 淮南 之兵 渡淮 日夜会 站 蓬城下 大王 辅万人 之众 无 亦 人 渡 怀者 垂拱 而 观 其 熟 神 夫 托 国 于 人者 故若 是乎 大王 提空 明 以相处 而 愈后 自托 臣妾 为大王 不取 也 然而 大王 不被 处 者 以 捍卫 弱 也 夫 储 兵 虽强 天下 父之 以 不义 之名 以 其 被 蒙 曰 而 杀 异 帝也 然而 储王 是 战胜 自强 汉王 收 诸侯 海手 城高 营阳 下属 汉之 宿 深沟 壁垒 分促 手 角 城塞 储人 海兵 奸 以良的 深入 敌国 八九百里 欲 战 泽 不得 功臣 则利 不能 老弱 转 两千里 之外 储兵 至 营阳 成高 汉坚守 而不动 净则不 得功 退则不得解 故曰储兵 不足事也 使储 圣汉 则诸侯 自为聚 而相救 夫 储 之强 士族 已至 天下 之兵 而 故 储 不如汉 其事 亦 见也 经大王 不予万全之 汉 而自脱 于为王之 储 臣妾 为大王 获之 臣非 以淮南 之兵 足以王 储也 夫 大王 发兵 而被储 向王 必留 留 数月 汉 之取 天下 可以万全 臣 请与 大王 提建 而归 汉 汉王 必烈的 而封 大王 又 旷 淮南 淮南 必大王 有也 故汉王 竟使使 臣 尽于 记 原大王 之留 一也 淮南 王 曰 请奉命 应许 判处于 汉 未 感谢 也 处 使者 在 方 即 则 应 不 发兵 舍船舍 随 何 直入 坐 楚 时者 上 坐 曰 九江 亡 以 归 汉 楚 何 以 的 发兵 不 恶 然 楚 时者 起 何 因 说 不 曰 是 已 够 可 遂 杀 楚 使者 无 使 归 而 即 走 汉 并 力 不 曰 如 使者 教 因 起 兵 而 即 之 耳 于是杀 使者 因起 兵 而攻 楚 楚 使向身 龙且攻 淮南 向王流 而攻 下意 数月 龙且及 淮南 破 布 君 不 欲引兵 走汉 恐楚 王杀之 故 奸行 与何 惧归 汉 淮南 王 至 上方 惧 闯喜 照布 入 箭 布 大怒 悔来 欲 自杀 出 救舍 仗 欲 引 石 从 官 如汉 王 居 布 又 大喜 过 旺 于是 乃使 人 入 九江 楚 义 使 相 薄 收 九江 兵 竟 杀 布 妻子 布 使者 颇得 故人 姓 臣 将 中 数千 人 归 汉 汉 汉 一分布 兵 而宇 俱北 收兵 至成高 四年七月 立布 为淮南王 宇吉 相吉 汉 五年 布 使人 入 九江 得 树县 六年 布 与 刘 甲入 九江 又大司 马 周英 周英 返 楚 岁 岁 九江 兵 与 汉 及 楚 破 之 该下 向 及死 天下 定 尚 至 久 尚 辙 随何 之功 为何 为 辅如 为天下 安 用 辅如 随何 贵 约 夫 陛下 引兵 攻 蓬城 楚 王 位 去 其也 陛下 发布 促五万人 其五千 能以 去淮南乎 上 约 布 能 随何 约 陛下 使何 与二十人 使淮南 至 如 陛下 之意 是何 之 功 贤 于 布 促五万人 其五千 也 然而 陛下 为何 福如 为天下 安 用 福如 何 也 上 约 无 方 徒子 之功 乃 亦 随何 为 护军 中 尉 不遂 剖福 为淮南 王 兜六 九 江 卢江 恒山 豫章 俊 皆 蜀部 七年 朝 晨 八年 朝 洛阳 九年 朝 长安 十一年 高后 朱淮 殷 侯 不 殷 心 孔 下 汉 朱梁 王 彭月 海之 盛 其海 便 似 诸侯 至 淮南 淮南 王 方 列 建 海 因 大 孔 因令人 不聚兵 后 四 旁 郡 紧急 不 所幸 积极 请就 一 一家 与中 大夫 奔赫 对门 基数 如一家 奔赫 自以为 是 中 乃 后 愧 宜 从 姬 尹 一家 姬 是 王 从 荣 与 赐 愈赫 长者 也 王 怒 曰 如安 从 知之 举 说 壮 王 怡 其 予乱 赫 恐 称 病 王 怨 怒 欲 不 赫 赫 言 辨 是 臣传 亦 长安 不 使人追 不 急 赫 智 上辩 言不谋反 有端 可先未发诸也 上读其书 与萧 向国 向国曰 不 不 不已有此 恐愁愿 忘乌之 请 吉 赫 使人 为 宴 淮南 王 淮南 王 不 见赫 以 罪 王 上 辩 故已 以其 言 国 应 是 汉 使 又来 颇 有所 宴 遂 族 赫 家 发 兵 反 反 书 文 上 乃 涉 奔 赫 以为 将军 上诏 诸 将 问 曰 不 反 为之 奈何 接曰 发兵 及之 坑 树子 而 何 能 畏 乎 汝 侯 藤 公 照 故 楚 令 隐 问 之 令 隐 曰 事 故 当 反 藤 公 曰 上 列 的 而 亡 之 书 绝 而 跪之 南 面 而 立 万 臣之 主 其返何也 令隐曰 往年杀 彭月 前年杀 韩信 此 三人者 同工一体之人也 自疑惑极深 故反而 藤 公 言之 上 曰 乘客 顾 处 令 隐 薛 公者 其人 有仇家 之计 可问 上 乃 赵 见 问 薛 公 薛 公 对 曰 不 反 不足 怪 也 是 不 出于 上 计 山 东 非 汉 之 有 也 出于 仲 计 甚 败之 数 未 可 之 也 出于 夏季 必 下 安 枕 而 我 以 上 约 何 未 上 计 令 引 对 约 东 取 吾 西 取 楚 并 其取 鲁 传席 宴 照 故守 其所 山东 非 汉之 有 也 何 未 重 计 东 取 吾 西 取 楚 并 含 取 位 巨 熬 雨 知 塑 塞 城高 之口 圣 败之 树 未 可 之也 何 未 夏季 东取 吾 西 取 下菜 归 种 于月 生 归 长沙 陛下 安枕 而卧 汉 无 事 以 上约 世纪 将安出 令引对约 出 下 计 上约 何 未费上重计而出 下计 令引约 不顾立山之徒也 自治万臣 知主 此皆未生 不顾后卫百姓万事律者也 故约出 下计 上约 善 风靴 弓迁 虎 乃立皇子常为淮南王 上岁发兵自江东吉部 不知出返 为其将曰 上老义 验兵 必不能来 使诸江 诸江独患怀阴 彭月 今皆已死 于不足未也 顾遂返 果如薛公仇之 东吉金 金王刘甲走死 傅林 静 截其兵 杜怀吉楚 处发兵与战徐 同奸 为三军 欲以相救为其 或说除江曰 不 善用兵 明宿为之 且兵法 诸侯占其地位散地 经别为三 比拜无一军 于皆走 安 能相救 不听 不果破其一军 其二军散走 遂兮 与上兵 遇其兮 会坠 不兵 今盛 尚乃必雍臣 望不君致臣如相吉君 尚恶 之 与不相望讲 遥为不约 何苦而返 不约 欲为帝尔 上怒骂之 遂大战 不君败走 渡怀 树指战 不利 与百余人 走江南 不顾与藩军婚 以顾长沙哀王使 人带步 为羽王 又走越 顾兴儿随之 翻阳 翻阳人 沙不资 湘明田舍 遂灭情部 丽皇子 常为淮南王 丰奔赫 为其私侯 朱江绿多 以攻封者 太史公约 应不者 其先起春秋 所见处灭 因 六 高桃之后 灾 身被刑法 何其拔 心之 报也 向世之 所坑杀人 以千万数 而不常为首虐 公关诸侯 用词的王 亦不免于 身为世大陆 或知心 自爱基直 杜茂生患 竟已灭国 所引述赞 久江出世 当行而亡 祭免途中 聚到江上 在雄除促 平破秦江 并未羽疑 归受汉障 奔赫 见悔 促至无望 史记怀因侯 列传 怀因侯 寒信者 怀因人也 史未不一时 平无形 不得推则未立 又不能置身伤骨 常从人 济时隐 人多厌之者 常数从其下 湘南昌 停长济时 数月 停长期换之 乃成 吹入时 时时性网 不畏惧时 性意知其意 怒 静觉去 性调于尘下 诸母飘 有义母见性机 犯性 净飘数十日 性喜 未飘母约 无 必有以众报母 母怒约 大丈夫不能自食 无哀王孙而进食 岂望报乎 怀因图中 中少年有五性者 曰 若虽长大 好带刀剑 钟情妾耳 众辱之曰 性能死 似我 不能死 出我库下 于是性熟 是之 免出库下 匍匐 仪是人皆孝性 以为怯 极向良度怀 性杖剑从之 居细下 摩索之名 向良拜 又属项羽 羽以为狼中 术以侧干项羽 羽不用 汉王之入属 性王储归汉 未得之名 未怜傲 作法当斩 其 被十三人皆以斩 伺至性 性乃仰是 事件腾公 曰 尚不欲就天下乎 何谓斩壮事 腾公其其言 壮其冒 视而不斩 欲 大说之 言于上 上拜以为致素都谓 上 谓之其也 性术与萧何语 何其之 至南阵 朱将行道 亡者数十人 信度何等以数言上 上不 我用 及王 何文信王 不及以文 自追之 人有言上曰 陈相何王 上大怒 如 师左右手 居一二日 何来夜上 尚且怒且喜 骂何曰 若亡 何也 何曰 臣 不敢亡也 臣追亡者 上曰 若所追者 谁何 曰 韩信也 上父骂曰 诸 将亡者以时数 公摩所追 追信 乍也 何曰 诸将亦得尔 智如信者 国是无双 王必欲常王汉中 摩所是信 必欲真天下 非信 摩所予记是者 故王策安 所觉尔 王曰 无意欲东尔 安能欲欲 久居此乎 何曰 王记 必欲东 能用信 信即留 不能用 信中王尔 王曰 无畏公 以为将 何曰 虽未将 信必不留 王曰 以为大将 何曰 信圣 于是王欲照 信拜之 何曰 王肃慢无礼 经拜大 将如呼小尔尔 此乃信 所以去也 王必欲拜之 则良日 斋戒 设坛场 距离 乃可而 王许之 诸江皆喜 人人各自以为 人人各自以为的大将 智拜大将 乃韩信也 义军皆经 信拜礼 毕 上座 王曰 大王自料 永汉人强熟 与向王 汉王漠然良久 曰 不如也 信再拜 贺曰 为信义 为大王 不如也 然 成长事之 请言向王之 为人也 向王因而斥诈 千人皆废 然不能认 属贤江 此特匹夫 知永儿 向王见人恭敬慈爱 言语呕呕 人有疾病 替气分食饮 致使人有功当风绝者 应完毕 忍不能语 此所谓妇人之人也 向王虽罢天下 而成诸侯 不居关中 而都捧尘 有备异地之曰 而以亲爱王 诸侯不平 诸侯之见 向王迁竹 异地至江南 亦皆归竹齐 主儿自王善帝 向王所过 无不残灭者 天下多愿 百姓不倾妇 特洁于威强儿 名虽畏 罢实施天下心 故曰其强异弱 今大王 臣能返其道 任天下无勇 何所不诛 以天下 臣亦封功臣 何所不服 以亦兵从司 东归之事 何所不散 且三秦王 为秦江 将秦子弟 数岁已 所杀王 不可胜计 又欺其重将诸侯 至兴安 向王乍坑 秦将 促二十余万 为毒 寒 心 义的托 秦父兄 愿此三人 痛入骨髓 金楚强以威王 此三人 秦明莫爱也 大 王之入五官 丘毫魔所害 除秦科法 与秦明曰 法三章二 秦明无不欲的 大王王秦者 于诸侯之曰 大王当王官中 官中民贤之之 大王失职入汉中 秦明无不恨者 今大 王举而东 三秦可传习而定也 于是汉王大喜 自以为的姓晚 遂听姓记 不属诸江 所及 八月 汉王举兵 出陈仓 定三秦 汉二年 出官 收尉 河南 韩 英王皆将 何其 照共及楚 四月 至彭城 汉兵 拜散而海 幸福收兵 与汉王会 营阳 富及破 出京 所之间 已故楚兵族 不能息 汉之败 却蓬城 塞王兴 敌王 义王汉 将楚 其 赵义反汉 与楚河 六月 为王报业 归世清吉 治国 及绝和官 反汉 与楚约和 汉王使力 申说报 不下 七八月 以姓魏 左丞相 即位 魏王圣兵 普版 塞临静 姓乃亦 为一兵 乘传 玉渡临静 而伏兵 从下阳 以木英诈 渡君 习安逸 魏王报经 引兵 迎姓 姓碎鲁报 定位 魏河东郡 汉王 遣张尔 与姓 巨 引兵 东 北极 兆 代 后九月 破代兵 情下 说 恶语 姓之下 魏破代 汉折使 人收其精兵 亦银扬 以聚处 姓宇张尔 以兵数万 御东下 警行 及赵 赵王 陈安军 臣于文汉 且席之也 聚兵 警行 寇 号称 二十万 广武军里 左车说 陈安军约 文汉 将寒姓 设西河 鲁魏王 情下说 新叠写 恶语 今乃 府以张尔 亦遇下诏 此圣 圣而去 国远 斗 其风 不可当 陈文千里 馈 梁 事有 积色 乔苏 后窜 师 不 素 宝 经 警行 之道 车 不得 方 鬼 其 不得 陈列 行 数百 礼 其 士 梁 使 必在 其后 原 足下 甲 臣 骑兵 三万 人 从 肩 到 掘 其 资 众 族下 身 勾 高 累 肩 引物 与 战 彼 前 不得 斗 退 不得 海 无 骑兵 掘 其后 使 也 魔 所掠 不 至 时 日 而 两 将 之 头 可 置于 戏下 援军 留一臣之计 否 必为二子 所情已 臣安军 如这也 常称 一兵 不用诈谋 其计 曰 无文兵法 实则为之 被责战 金 韩信兵 号 数万 其实 不过 数千 能千里 而 喜我 亦 亦 罢 吉 今如此 必而 不吉 后 有大者 何以 加之 则诸侯 为无切 而 亲来 罚我 不听 广武 君策 广武 君策 不用 韩信 使人 监视 知 其 不用 还 报 则 大喜 乃敢 引兵 岁下 为 智 井 行 口 三十里 指 舍 夜半 传发 选清 其两千人 仁持 一赤 智 从 坚到 壁山 而望 赵 君 借曰 赵 见 我 走 避空 避 主 我 若即 入赵 壁 拔 赵 智 利 汉 赤 智 令 其 脾 将 传 孙 约 今日 破 赵 会 时 诸 将 接 默信 详 应 约 诺 魏军 立 约 照 以 先 巨 变 的 未必 且 比 魏 见 无 大 将 旗 鼓 魏 肯 及 前行 恐 无 至 祖 险 而 孩 信 乃 十万 人 先行 出 被 水 臣 赵 君 望 降 而 大笑 平淡 信 见大将之 旗鼓 鼓行出 井行口 照开 必急之 大战 两久 于是 姓 张 而 祥气 古旗 走 水上军 水上军 开入之 复 急 战 赵 赵 果空 必 真 汉 古旗 逐 韩 姓 张 儿 韩 姓 张 儿 已入水上军 军皆 疏死战 不可败 姓 所出 骑兵 两千 骑 供后 赵 空 必 逐 力 则 辞 赵 必 皆 拔 赵 骑 力 汉 赤 至 两千 赵 君 已不 慎 不能的 姓等 欲 还 归 必 必 皆 汉 赤 而大 精 以为 汉 皆 以得 赵 王 将 以 兵 遂乱 顿走 赵 将 虽 斩之 不能 尽也 于是 汉 兵 夹击 大破 鲁 赵 君 斩 成 安 君 止水上 秦 赵 王 歇 信 乃令 军中 吴 沙 广 武军 有能 生的 者 够 千金 于是 有 赴 广 武军 而 致 细下者 姓 乃 解 其 赴 东 相 对 西 相 对 师 是 之 朱 江 孝 守 鲁 碧 赫 英 问 姓 曰 兵法 右背 山林 前 左水 则 金 者 将 君 令 臣等 反 背 水 臣 约破 召会时 臣等 不服 然 敬以 圣 此何 树也 姓 约 此在 兵法 雇诛 军部 查尔 兵法 不约 现之死地 而后生 智之 王的 而后存 且姓 非得 宿府 巡视 大夫 也 此 所谓 驱是 人而 占之 其是 非 智之 死地 使 人人 自卫 占 今 予 之 身地 接走 宁上 可 得 而 用 之 乎 朱 江 皆 符 曰 闪 非 臣 所及 也 于是 信问 广武军 曰 朴玉 北宫 宴 东伐 其 何若 而有 功 广武军 辞谢 曰 臣 文 拜 君之 将 不可以 延永 王国 之 大夫 不可以 图存 今 臣 拜 王 之 鲁 何 足以 全 大 是 乎 信 曰 朴文 之 百里 西 居 于 而 于 王 在 秦 而 秦 霸 非 于 于 而 至于 秦 也 用 语不 用 听 语不 听 也 臣令 臣安 君 听 足下 计 若信者 亦 以 为 秦 以 以 不用 足下 故 信 的 是 而 因 故 问 曰 朴 伪 心 归 记 原 足下 物 词 广武 君 曰 成文 智者 千 律 必 有一 诗 愚者 千 律 必 有一 的 故 曰 狂夫 之言 圣人 则 焉 故 孔 臣 继位 必 足用 元 孝 于 忠 夫 臣安 君 有 百战 百胜 之计 一旦 而 失之 君 败 好 下 生 死 至上 今将军设西河 鲁卫 王 情下 说 恶语 一举而下 井行 不中朝破 罩二十万众 诸臣安君 明文海内 微震天 下 农夫莫不错 根世磊 于衣干 时 亲耳以待命者 若此 将军之所掌 也 然而 众劳促 罢 其时难用 经将军 欲举眷 臂之兵 顿之 燕 坚尘之下 欲战孔 酒力 不能拔 勤见 是区 旷日 良节 而若燕 不服 其必 聚尽 以自强 也 燕 其 相持 而不下 则流向之权 未有所分 也 若此者 将军所短也 臣于 妾以为意过矣 顾善用兵者 不以短即长 而以长即短 韩信曰 然则何由 广武军队曰 方经为将军记 莫如按甲修兵 正照俯齐 孤 百里之内 扭九日志 以享是代福一兵 北守燕路 而后前便是奉 指尺之书 报其 所掌于燕 燕必不敢不听从 燕已从 使宣言者东告其 其必从封而服 虽有智者 以 不知 不知为其 祭以 如是 则天下 是皆可图也 兵 故有先生 而后使者 此之 为也 韩信曰 善 从其策 发始始焰 焰从封而迷 乃遣使报 汉 应请立张尔为赵王 以政府 其国 汉王许之 乃立张尔为赵王 楚术使其兵度和吉赵 赵王尔 韩信往来救赵 应行定赵成义 发兵义汉 楚方吉 为汉王于盈阳 汉王南出 之晚 夜间 的情部 走入城高 楚右赴吉为之 六月 汉 王出城高 东渡河 读语藤工具 从张尔君修武 至 宿传舍 臣自称汉使 持入赵壁 张尔 韩信未起 及其卧内上夺其应符 以徽赵诸江 亦治之 信 尔起 乃之汉王 来 大惊 汉王夺两人军 即令张尔被守赵地 拜韩信未向国 收赵兵卫发者及其 信尹兵东 魏渡平原 闻汉王使力使其 以说下其 韩信欲指 范阳便是 快通说信曰 将军受赵及其 而汉独发监使下其 宁有赵指将军呼 何以的无形也 且立身一事 服侍吊三寸之蛇 下其七十余臣 将军将数万众 岁于乃下赵五十余 未将数岁 返 不如一数如之 攻呼 于是信然之 从其祭 岁渡河 其以听力声 及留纵久 霸被汉 守欲信英席 其力下军 岁至灵姿 其王田广以立身迈己 乃亨之 而走高密 史史之处 请就 韩信以定灵姿 遂东追广至高密西 处一使龙且将 号称二十万 就其 其王广 龙且并军于信战 为何 人或说龙且约 汉兵远斗穷战 其风不可当 其 处自居其地战 兵亦败散 不如申必 令其王使 其姓陈昭 所王臣 王臣闻其王在 处来就 必反汉 汉兵二千里克居 其臣皆返之 其是无所得时 可无战而降也 龙 且曰 无平身之 韩信为人 易与耳 且夫就其 不战而降之 无贺功 精战而胜之 其 之伴可得 何为止 遂战 与姓家为水尘 韩信乃叶令人 为万余囊 满圣沙 拥水上 流 隐君半渡 及龙且 降不胜 还走 龙且果喜曰 故知姓妾也 遂追姓渡水 姓使人觉 拥囊 水大志 龙且君 大半不得度 急急急 杀龙且 龙且水 东军散走 其王 广王去 姓遂追北至成阳 皆掳出处 汉四年 遂皆降平齐 使人言汉王曰 其伟诈多变 反复之国也 难辩处 不畏 贾王以正知 其事不定 原为贾王辩 当事时 楚方即为汉王于盈阳 含信使者志 发书 汉王大怒 骂曰 无困于此 但目望若来左我 乃欲自立位王 张良 陈平 灭汉王族 因父而语曰 汉方不立 您能尽兴之王乎 不如因而立 善欲之 使自卫 守 不然 变身 汉王义悟 因父骂曰 大丈夫 定诸侯 即为真望尔 何以甲位 乃遣张良 往立 姓为其王 真其兵 及楚 楚以王龙且 向王恐 使须遗人 武赦 网说 其王姓曰 天下共苦情 久亦 相与 陆利 即情 情已破 季公歌地 分土而亡之 以修士族 经汉王复兴兵 而东 亲人之分 夺 人之地 已破三情 引兵出关 收诸侯之兵 以东即楚 其亦非 尽吞天下者不休 其不知 燕族如是甚也 且汉王不可避 身居向王掌握中树 以向王连而活之 然的托 则被曰 父及向王 其不可亲信如此 经足下 虽自已与汉王位后交 为之尽力用兵 中位之所 情已 足下 所以的须于至今者 以向王上存也 当今二王之事 全在足下 足下右头则 汉王胜 左头则向王胜 向王今日王 则赐取足下 足下与向王有故 何不反汉与楚连 何 参分天下王之 今是此时 而自闭于汉 以己处 且为智者 故若此乎 韩信 谢曰 陈是向王 观不过郎中 为不过知己 言不听 话不用 故被处而归汉 汉王 受我上 将军应 与我数万众 解一一我 推时使我 言听济用 故无得已至于此 夫人身轻信 我 我辈之不祥 虽死不亿 信 为信 谢向王 武赦已去 其人快通知 天下全在 韩信 欲为其策 而感动之 以乡人说 韩信 信曰 蒲 常寿 乡人之术 韩信曰 先生乡人何如 对曰 贵贱在于古法 幽喜在于容色 成败在于决断 以此参之 万步失一 韩信曰 闪 先生乡寡人何如 对曰 原少监 信曰 左右去 以 通曰 乡君之面 不过封侯 又为不安 乡君之 贝 贵乃不可言 韩信曰 何为也 快通曰 天下出发难也 郡雄豪杰 见浩衣 呼 天下之势云和物极 于林高渊 标志风起 当此之时 悠在亡情而已 金楚汉纷争 使天下无罪之人 甘胆图的 父子抱海骨于中也 不可胜数 楚人起彭尘 转斗逐北 至于营阳 成立席卷 威震天下 燃兵困于京 所之间 破西山而不能进者 三年于此 以 汉王将数十万之众 巨拱 落 祖山河之险 一日树战 五尺寸之宫 折北不久 拜营阳 商城高 岁走晚 夜之间 此所谓至永聚困者也 夫锐气措于显塞 而粮使节 于内府 百姓罢及愿望 荣荣魔所以 已成料之 其是非天下之贤 圣故不能席天下之祸 当今两主之命献于族下 族下为汉则汉胜 与楚则处胜 成员批复心 疏肝胆 效于 继 孔族下不能用也 成能听臣之计 莫若两立而聚存之 参分天下 顶族而居 其事 莫敢先懂 夫以族下之贤胜 有甲兵之众 聚强其 从宴 照 出空虚之地而至其后 英明之欲 西乡为百姓请命 则天下风走而回应 以 属敢不听 歌大若强 以利诸侯 诸侯以利 天下福听而归得于其 按其之故 有交 似之地 怀诸侯以得 升拱一让 则天下之君王相律而朝于其 以 盖闻天语扶取 反受其救 实至不行 反受其央 原族 下属律之 韩信曰 汉王遇我胜后 载我以骑车 依我以骑依 使我以骑时 无闻之 成人 知车者载人之患 依人之依者怀人之忧 食人之时者死人之事 无其可以相利备一呼 快声替 快声曰 足下自以为善汉王 欲见万事之夜 臣妾以为勿已 使常山王 臣安君位 不一时 相与未闻景之交 后真张眼 臣则之事 二人相怨 常山王被相王 奉相樱头 而窜 逃归于汉王 汉王借兵而东下 沙尘安君止水之南 投足一处 簇为天下孝 此 二人相遇 天下至欢也 然而簇相情者 何也 幻生于多育 而人心难测也 经足下欲行 忠信已交于汉王 必不能故于二君之相遇也 而是多大于张眼 臣则 故臣已为足下必 汉王之不为己 亦勿已 代夫种 范离存亡月 罢勾剑 立功成名而生死亡 野兽已尽 而列狗亨 夫已交友言之 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 以忠信言之 则不过代夫种 范离之与勾剑也 此二人者 足以观矣 原足下申律之 且成文永略 正主者申为 而公 盖天下者不赏 臣请言大王攻略 足下设西河 鲁卫王 秦下说 引兵下锦行 朱成安 君 殉赵 邪宴 定其 南催楚人之兵二十万 东沙龙 且西乡以报 此所谓功无二余 天下 而略不适出者也 经足下代正主之威 邪不赏之功 归楚 楚人不信 归汉 汉 人正孔 族下 遇持世 安归乎 夫 是在人臣之位 而有正主之威 名高天下 窃位 族下为之 韩信谢约 先声且修以 无将念之 后属日 快通父说约 夫听者是之后也 记者是之机也 听过记师而能久安者 先矣 听不失一二者 不可乱以言 既不失本末者 不可分以词 夫随私养之意者 施 万臣之权 守丹时之路者 雀卿向之位 顾知者觉知断也 以者士之害也 省毫毛之小 既 以天下之大树 至臣之之 觉福感行者 百事之祸也 顾曰 蒙虎之犹豫 不若风 差之之事 奇迹之菊竹 不如奴马之安步 孟奔之狐疑 不如拥夫之弊之也 虽有顺语 知智 迎而不严 不如英龙之指挥也 此言贵能行之 夫公者难成而易败 使者难得 而易师也 时乎时 不再来 元族下降查之 韩信犹豫不忍被汉 又自以为功多 汉 忠不夺我旗 遂谢快通 快通说不听 以降狂畏乌 汉王之困固灵 用章梁记 赵齐王姓 遂将兵会该下 向羽已破 高祖席夺齐王军 汉武年正月 喜齐王姓魏楚王 都下批 姓治国 赵所从十飘母 四千金 即下乡南昌亭长 四百钱 约 公 小人也 未得不促 赵汝己之少年令出 胯下者已为处中位 告诸江相曰 此状事也 方辱我 时 我宁不能杀之邪 杀之无名 故忍而就于此 向王王将忠离妹家在伊卢 夙语姓善 向王死后 王归姓 汉王怨妹 闻其在楚 赵楚不媚 姓出之国 行献义 成兵出入 汉六年 仍有上书告楚王姓返 高帝已成平 即 天子寻寿会诸侯 南方有云梦 发始告诸侯会成 吾将有云梦 时欲习信 信 福之 高祖且智楚 信欲发兵返 自度无罪 欲业上 恐见情 人或说信曰 展妹业 上 上必喜 无患 信 信 贱未 即是 媚曰 汉所以不及取楚 以媚在 公所 若欲捕 我已自媚于汉 无今日死 公义随手 亡以 乃骂信 曰 公非 长者 簇自 井 信 池 其手 我已自媚于 岳高祖于晨 上令武士赋信 载后车 信曰 果若人言 狡兔死 梁狗亨 高鸟 梁公葬 敌国破 谋成亡 天下已定 我故当亨 上曰 人告公返 遂谢细信 至洛阳 赦信 罪 以为怀 英侯 信 知汉 王 为恶 其能 常称 并不朝从 信 有此日夜 愿望 居常 泱泱 休 雨 降 冠 等 烈 信 常 过 凡 将军怪 怪 贵 败 送迎 言 称 臣 曰 大王 乃肯 凌 臣 信 出门 小曰 身乃 与怪 等 谓 无 上 常从容 与信 言 诸 将能 不 各有 差 上 问 曰 如我 能 将 几何 信 曰 陛下 不过 能 枪 十万 上 曰 于 君 何 如 曰 臣 多多 而 亦 善 而 上 孝 曰 多多 亦 善 何 未 为 我 情 信 曰 陛下 不能将兵 而善将将 此乃言之所以为 陛下 秦也 且陛下 所谓天兽 非人力也 晨曦 拜位 聚露首 此于 怀音侯 怀音侯 窃其手 辟左右 与之 不于庭 仰天 叹曰 此刻 云 此刻语言 呼 欲 自 有 言也 西 曰 为将军令之 怀音侯曰 功之所居 天下 精兵处也 而功 陛下之信 信臣也 人 言功之叛 陛下 必不信 在 智 陛下 乃 以 三 智 必怒而自将 无畏功从中起 天下可徒也 晨曦 素知 其能也 信之 曰 谨奉 教 汉十年 晨曦 果反 上自将而往 信并不从 因使人 至 西所 曰 帝 举兵 无 从此 驻功 信乃某宇家 陈业诈 照射诸 关图奴 愈发以席 吕后 太子 部署已定 呆兮 宝 其 社人得罪于 信 信求 欲杀之 社人 地上辩 告信 欲反 状于 吕后 吕后 欲照 恐 其 党不救 乃宇宵 向国谋 诈令人 从上所来 严惜已得死 列侯群臣 皆赫 向国 带信曰 虽疾 强入 赫 信 入 屡后 使武士 复信 展之 长乐 忠事 信 方 展 曰 无 悔 不 用 快通 之计 乃 为 儿 女子 所诈 岂非天灾 岁移 信 三足 高祖 已从 西军来 至 见信 死 且喜 且怜 之 问 信 死 亦 赫 言 吕后 曰 信 言恨 不用 快通 记 高祖 曰 是 其 便 是 也 乃 照 其 不 快通 快通 至 上 曰 若教 怀 英 吼 反忽 对 曰 然 臣 故 教之 数字 不用臣之策 故令 自宜于此 如比数字 用 臣之计 必下 安德 而宜之乎 上 怒 曰 亨之 通 曰 皆 乎 冤 哉 亨也 上 曰 若教 含信 反 何 冤 对 曰 秦之 刚 绝 而 为 池 山 东 大 扰 义信 并起 英 俊 乌 疾 秦 诗其 露 天下 共逐之 于是 高 才 疾 者 先 的 焉 执之 狗 沸 沸 沸 不仁 狗 因 沸 非 其 主 当 世时 成为 独之 寒 信 非 之 必 下 也 且天下 瑞 金 池 封 欲 为 陛下 所为 者 慎重 故 力 不能 耳 又 可 敬 亨 之 邪 高 高 帝 替 智 之 乃是 通知 罪 太史 公 曰 吾如 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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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未 愚言 韩信 虽未 不依实 其 智 与 众 义 其 母 死 平 无 以藏 然 乃行 淫 高 厂的 令其 旁 可 致 万 佳 于是 其母 种 良 然 甲令 韩信 学道 谦让 不乏己 公 不经 其能 则 树 积 灾 于 汉 家 勋 可以 比 周 照 太公 之徒 后 是 写 时 已 不 悟出 此 而天下 以及 乃谋 叛逆 一灭 宗族 不 亦 一呼 所 引 数 赞 君臣 一体 自 自古 所 难 相 国 身 箭 策 拜 登 坛 审 沙 绝水 拔至 传参 与汉 汉 汉 众 归 楚 楚 安 三分 不 异 唯有 可 叹 史记 韩信 卢 婉 列传 韩王 信者 故 韩乡 王 孽 孙 也 长 八尺 五寸 吉 相 良知 与 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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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为 韩 吴 有 后 故立 韩诸 公子 衡 阳 君臣 为 韩王 寓以 府定 韩 故帝 向良 拜 死 定 陶 臣 淮 王 佩 公 颖兵 及 阳臣 使 张良 以 韩 司徒 降下 韩 故帝 的姓 以为 韩江 江 其兵 从 佩公 入五关 佩公 立位 汉王 韩信 从入 汉中 乃说 汉王 曰 向 王 王 诸 将近 的 而 王 独 远 居 此 此 作 千叶 氏族 接山 东人 弃而 望归 及 其 风 东 乡 可以 争 天下 汉王 还定 三秦 乃 许姓 为韩王 先拜姓 为韩太 为 将兵 略韩帝 相及 之风 诸王 皆 救国 韩王 臣以 不从 无功 不遣 救国 更 以为 列侯 及文 汉 浅 韩信 略韩 的 乃令 故相及 由吴时 吴令 正 昌 为韩王 以 巨 汉 汉 二年 韩信 略定 韩时 于 成 汉 王 至河南 韩信 及 及 韩王 昌 阳 成 昌 将 汉 王 乃令 韩信 为 韩王 长江 寒 兵 从 三年 汉 王 出 营 阳 韩王 姓 周科 等 守 营阳 即 处拜 营阳 姓 降 楚 以而得 亡 复归 汉 汉 付 利 以 为韩王 竟从 吉破 向吉 天下定 五年春 岁雨 颇福 为韩王 王 颖川 明年 明年春 上 以 韩信 财 武 所望 北 进 拱 落 南 破 晚 夜 东 有 淮阳 接 天下 进 兵 处 乃 照 喜 韩王 姓 王 太元 以 北 北 玉 湖 都 敬 阳 信 尚 书 约 国 北边 匈奴 树 入 敬 阳 去赛远 请至马懿 尚许之 信乃喜至马懿 丘 匈奴冒断大为信 信术使使胡求和 解 汉发兵就知 宜信术兼使 有二心 使人则让信 信孔诸 应与匈奴约共公汉 反 以马懿 将胡 及太元 七年冬 上字 网及 破信 君 同 堤 斩 其将 忘喜 信 王 走 匈奴 其 与 白土 人 曼 秋 晨 王 黄 等力 赵 苗 亦 赵 力 未 王 复收 信 拜 散 兵 而与 信 即 冒 顿 谋 公 汉 匈奴 杖 左右 贤 王 江 万 于 其 与 王 皇 等 屯 广 武 以南 至 静 阳 与 汉 兵 战 汉 大 破支 追至于 离石 破支 匈奴 赴 聚兵楼 樊 樊 西北 汉 令车 骑 击破 匈奴 匈奴 常败走 汉 乘 盛 追北 文 茂 顿 居 带骨 高 皇帝 居 静 阳 使人 是 茂 顿 海豹 曰 可及 上 岁 至 平 尘 上 出 白 登 匈奴 其 为上 上 乃 是 人 后 一 二 是 二 是 乃 说 茂 顿 曰 金 的 汉 的 由 不能 居 且 两 主 不 相 居 七 日 胡 其 烧 引 去 十天大悟 汉 使人往来 胡不绝 护军中尉 臣平言上曰 胡者全兵 请令 强奴赴两十外乡 徐行出围 入平城 汉 汉 旧兵 一道 胡其 岁解去 汉 一霸 兵 归 韩姓 为匈奴将兵 往来 吉边 汉 十年 姓令 王皇等 说 雾 晨 十一年 春 故 汉 王姓 赴 与胡 其 入 居 参 和 聚汉 汉 使柴将军及之 宜姓 书曰 陛下宽人 诸侯虽有盼王 而复归 折复顾为好 不诸也 大王所知 京王以拜王走湖 非有大罪 即自归 韩王姓 报曰 陛下 着仆 起驴相 南面称姑 此仆之姓也 阴阳之事 仆布能死 求于相及 此一罪也 即寇宫马义 仆布能坚守 以成将之 此二罪也 经反位寇将兵 与将军争一旦之命 此三罪也 夫 种 离无一罪 生死亡 经仆 经仆有三罪于陛下 而欲求活于事 此五子须 所以愤于无也 经仆 王逆山谷间 但目起 带满夷 仆之 私归 如伟人 不忘起 忙者 不忘 事也 事不可 而 岁战 柴将军图参合 展韩王姓 姓之入匈奴 与太子聚 即至颓当臣 申子 应名曰 颓当 韩太子 亦申子 命曰 应 至孝文十四年 颓当 即应律 其重将汉 汉风 颓当 秦魏公高侯 应魏乡成侯 无处君时 公高侯 公关诸江 传子至孙 孙无子 师侯 殷孙已不敬师侯 颓当 涅孙寒烟 贵姓 名副显于当世 其帝说 在风 树称将军 簇未暗道侯 子代 岁于做法司 后岁于 说孙曾拜 为龙颜侯 续说后 鲁婉者 丰人也 与高祖同礼 鲁婉卿 与高祖 太上皇相爱 即申南 高祖 鲁婉同 日申 礼中 持阳酒 贺两家 及高祖 鲁婉状 具学书 又相爱也 礼中家 两家 亲相爱 身子同日 状又相爱 附和两家 阳酒 高祖 为不一时 有历世 辟宁 鲁婉 常随 出入上下 及高祖 出起配 鲁婉 以客从 入汉中 为将军 常侍中 从东 及相及 以太 为常从 出 入卧内 依被饮食赏赐 群臣莫感望 虽萧草等 特以事见礼 致其亲信 莫及卢婉 婉 婉封为 长安侯 长安 故咸阳也 汉武年冬 以破相及 乃是卢婉别江 与刘甲及临江王 共卫 破之 七月 还 从及 燕王 赃图 赃图将 高祖已定天下 诸侯非流氏 而亡者 欺人 豫王 卢婉 为群臣绝望 吉鲁赃图 乃下 赵诸将相 列侯 则群臣有功 者已为燕王 群臣之上 豫王 卢婉 皆言曰 太位 太位长安侯 卢婉 常从平定天下 功最多 渴望 燕 赵许之 汉武年八月 乃立 卢婉 为燕王 诸侯 诸侯王 德姓 莫如燕王 汉十一年秋 陈西返代的 高祖如 邯丹及西兵 燕王 晚义及其东北 当世时 陈西 使王皇求救匈奴 燕王晚义使其乘张胜于匈奴 严西等军破 张胜至湖 顾燕王赃查子 燕出王在湖 见张胜曰 公所以众于燕者 以西湖事也 燕所以久存者 以诸侯述返 兵连不绝也 金宫为燕 遇及灭西等 西等以敬 四亿至燕 宫等亦且未掳移 宫何不 令燕且缓成西尔与湖河 是宽 的长王燕 即有汉籍 可以安国 张胜以为然 乃思 令匈奴助兮等即燕 燕王晚义张胜与胡返 尚书请足张胜 圣孩 据到所以位者 燕王 乌乃诈论他人 脱圣家属 使得为匈奴奸 而因始犯其之臣 西所 御令九王 连兵物 绝 汉十二年 东籍秦部 西长江兵居带 汉史凡怪籍斩西 七匹将将 炎炎王晚始犯 其通计谋于西所 高祖使使赵卢晚 晚称病 上幼使辟阳侯省时期 御使大夫赵姚往营 燕王 因燕问左右 晚月孔 必逆 为其姓陈曰 非流氏而亡 独我与长沙尔 往年 春 汉族淮英 夏 朱彭月 接吕后继 经上病 蜀任吕后 吕后妇人 专喻以示诸义 姓王者 及大功臣 乃遂称病不行 其左右皆亡逆 与颇谢 辟阳侯闻之 规据报上 上亦怒 又得匈奴将者 将者言张圣王在匈奴 未燕时 于是上曰 卢晚果反义 使凡怪及燕 燕王晚夕将其工人家属其数千居长城下 侯寺 性上病育 自入谢 四月 高祖崩 卢晚岁将其众王入匈奴 匈奴已为东湖卢王 晚未满以所倾夺 长丝复归 居遂于死湖中 高后时 卢晚七子王将汉 会高后病 不能见 舍燕底 未欲至久见之 高祖进崩 不得见 卢晚七亦病死 孝景中六年 卢晚孙他之 以东湖王将 封为雅谷侯 陈西者 婉屈人也 不知时所以得从 极高祖七年东 韩王姓返 入匈奴 尚治平 陈海 乃风西魏列侯 以照相国将监照 带边兵 边兵皆属烟 西长告归过照 照相周昌见西宾客 随之者迁于圣 邯郸关舍皆满 西所以待宾客部 一交 皆出客下 西海之带 周昌乃求入建 剑上 据言西宾客甚甚 善兵于外数岁 孔有便 上乃令人 赴岸西客 居带者 财物诸 不法式 多连隐 西 西孔 因令客通 使王皇 漫秋 陈所 极高祖 十年七月 太上皇登 使人照西 西称并胜 九月 岁与王皇等返 自立位 代王 截略照 代 上文 乃设照 代立人 为西所挂物 截略者 皆设之 上字网 至邯郸 喜曰 西 不难聚张水 北守邯郸 知其无能为也 照相奏展 长山守 为曰 长山二十五成 西反 王齐二十成 上问曰 守 未反呼 对曰 不反 上曰 势力不 足也 设之 父以为长山守 为 上问周昌曰 赵 赵一有壮事 可令江者呼 对曰 有四人 四人夜 上曼 曰 数字能为江呼 四人残伏 上风之各千户 以为 将 左右见曰 从入蜀 从入蜀 汉 法楚 宫未 变形 经此和宫而封 上曰 非若所知 陈西反 邯郸 以北皆 西有 无以与习 真天下兵 未有志者 今为独 邯郸中兵 而 无胡 爱四千户 封四人 不以为 赵子弟 接曰 善 于是上曰 陈西江谁 曰 王皇 曼秋成 皆顾古人 上曰 无知之以 乃各以千金购皇 成等 十一年冬 汉兵集展陈西江喉场 王皇于屈逆下 破西江张春于辽成 斩首万余 太尉博入定太原 带地 十二月 尚自己冬元 冬元不下 促骂上 冬元将 促骂者斩 之 不骂者情之 更命冬元未真定 王皇 王皇 曼秋成其徽下 受购赏之 皆生的 以故 晨曦 君遂败 上海至洛阳 上曰 带居长山北 赵乃从山南有之 远 乃栗子横位带王 都 中都 代 燕门皆属代 高祖十二年冬 凡怪君促追 斩西于林秋 太史公曰 韩信 鲁婉妃素姬 得泪善之事 较逸时全变 以诈力成功 遭汉出顶 故得烈的 难免称姑 内建仪强大 外仪满墨以为原 是以日书自为 是穷至困 促腹 匈奴 岂不哀哉 晨曦 良人 岂少时数 称木卫公子 即将军守边 招致宾客而下市 名声过时 周昌怡之 私侠颇气 俱祸及身 邪人静说 遂献无道 于戏悲夫 夫妻之 身熟成败于人 也身矣 所引述赞 韩香一孽 史从汉中 剖福南面 喜意北通 颓当归国 龙落有功 卢婉亲爱 群臣莫同 旧艳士王 东湖济穷 史记田丹列传 田丹者 敌人也 顾其王田氏族也 丹从地田荣 荣帝田恒 皆豪 宗强 能得人 陈设之初 其王楚也 始周势略定位的 北至敌 敌臣首 田丹祥为傅其奴 从少年 支庭 玉叶杀奴 建敌令 应及杀令 而赵豪立 子弟曰 诸侯皆返 秦自立 其 古之 建国 丹 田氏 当王 遂自立 为其王 发兵 以及周氏 周氏 君还去 田丹 英帅 兵东 略定 其地 秦江张 汉为 魏王 就于 林纪 即 魏王 请就于其 其王田丹 将兵 就位 张寒 夜 显 美 吉 大破 其 魏君 杀田丹 于 林纪 下 丹 帝田 荣 收 丹 于 兵 东 走 东 阿 其人 文王 田丹 死 乃立 故其王 建之地 田甲 为其王 田 角 未 香 田 前间未将 以聚诸侯 田荣之走 东阿 张寒 追为之 向良文 田荣之急 乃隐兵 急破 张寒 军东 阿 下 张寒 走 而西 向良 应 追之 而田荣 怒其 之利 甲 乃隐兵 归 急逐 其王 甲 甲 王 走 楚 其 向 角 王 走 赵 角 地 田 监 前 求救 赵 因流 不敢 归 田荣 乃立 田 丹子 侍 为其王 荣 向 之 田 恒 为 江 平 其 地 向良 寄追 张寒 张寒 兵 一胜 向良 使使 告 照 其 发兵 供 及 张寒 田荣 曰 始楚 杀田甲 照杀田脚 田间 乃肯出兵 楚怀王 曰 田甲 与国之王 穷而归我 杀之 不义 照义不杀田脚 田间 已逝于其 其曰 富士守则斩守 士族则斩足 何者 为害于身也 荆田甲 田脚 田间于 楚 赵 非 直 手足 七也 何故不杀 且 情赋得志于 天下 则已何用事者 坟墓 以 楚 照不听 其意怒 终不肯出兵 张寒 果拜 杀相良 破储兵 储兵东走 而张寒渡何为赵于巨鹿 项羽罔救赵 由此愿田荣 项羽既存赵 将张寒等 西图咸阳 灭秦儿立侯王也 乃喜其王田是更望交东 至 吉末 吉末 其将田都从贡旧赵 应入关 故立都为其王 致灵资 故其王建孙田安 向羽方 杜河旧赵 田安下祭北树城 引兵将向羽 向羽立田安为祭北王 致伯阳 田荣以赴相 梁不肯出兵助处 赵公秦 故不得望 赵将成于一师职 不得望 二人聚愿向王 虚王既归 诸侯各救国 田荣使人将兵助成于 令反赵帝 而荣亦发兵以聚集田兜 田兜王走出 田荣留其王室 无令之交东 世之左右曰 向王强暴 而王当之交东 不救国 必为 世聚 乃王救国 田荣怒 追及杀其王室于吉末 还攻杀祭北王安 于是田荣乃自立位 帝齐王 静并三齐之地 向王闻之 大怒 乃北伐齐 齐王田荣兵败 走平原 平原人杀荣 向王碎烧以齐 承锅 所过者净途之 齐人相聚叛之 荣帝痕 收齐散兵 得数万人 返及项羽于陈阳 而汉王律诸侯拜储 入蓬城 项羽闻之 乃亦齐而归 及汉于蓬城 应连与汉战 相 以顾田恒父的收齐 臣义 利田荣子广为齐王 而恒相之 专国阵 正无惧细皆 断于相 恒定齐三年 汉王使利申罔 说下齐王 广及齐相国恒 恒以为然 解齐立下军 汉江 韩信颖兵且东及齐 齐初始华无伤 田解军于立下 以巨汉 汉史智 乃霸首战备 纵久 且遣史与汉平 汉江韩信以平照 燕 用快通计 渡平原 习破齐立下军 应入林姿 齐王广 相恒怒 以立身脉己 而亨立身 齐王广东走高密 相恒走博 守香田光走 陈阳 将军田 祇军于焦东 处始龙且救齐 齐王与何军高密 汉江韩信与曹参破 杀龙且 鲁齐王广 汉江冠阴锥的 齐首相田光 智伯 而恒闻齐王死 自立为齐王 还姬阴 应拜恒之君于荧下 田恒王走梁 归彭月 彭月是时居梁的 忠立 且未汉 且未处 韩信以沙龙且 应令曹参进兵破沙田 寄于焦东 使冠因破沙 其将田息于千尘 韩信碎平 齐 齐自立为齐甲王 汉婴儿立之 后遂于 汉灭相及 汉王立为皇帝 以彭月为梁王 田恒俱诸 而与其屠属五百余 人入海 居岛中 高地闻之 以为田恒兄弟本定齐 其人贤者多赋焉 今在海中不收 后恐未乱 乃使使舍田恒罪而照之 田恒应谢曰 承亨陛下之使立身 经闻其地立伤 为汉江而闲 承恐惧 不敢奉照 请为庶人 守海岛中 使还报 高皇帝乃赵魏魏力 商曰 齐王田恒极致 人马从者敢动摇者 致足以 乃赴使使持节 句告以赵商壮 曰 田恒来 大者王 小者乃猴儿 不来 且举兵家朱焉 田恒乃与其客 二人臣传义 洛阳 为智三十里 智诗相救智 横谢使者曰 仁臣见天子当席目 指流 为其客曰 横使与汉王俱南面称姑 经汉王为天子 而横乃为王鲁而北面是之 其耻故以甚矣 且无亨人之兄 与其地并肩而视其主 纵笔为天子之照 不敢动我 我独不愧于心乎 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 不过欲一见无面貌而 经陛下在洛阳 经斩无头 持三十里间 形容尚未能败 有可观也 遂自警 令克奉其头 从使者持奏之高地 高地曰 皆呼 有义也夫 其字不依 兄弟三人更旺 其不嫌忽哉 为之流涕 而拜其二克位 都为 发促两千人 以王者里藏田恒 济藏 二克川其肿旁孔 皆自警 下从之 高地闻之 乃大经 大田恒之客皆贤 无闻其余上五百人 在海中 史史照之 智泽闻田恨死 亦皆自杀 于是乃之田恒兄弟能 得是也 太史公约 圣以 快通之谋 乱其交怀因 其促亡 此两人 快通者 善未 常短说 论 战国之权便 为八十亿首 通善其人 安其身 安其身 常干 项羽 项羽 不能用其家 以而 相羽欲封辞两人 两人终不肯受 亡取 田恒之高杰 宾客木一儿 从恨死 岂非至贤 于婴儿裂焉 不无善化者 莫能徒 何哉 所引述赞 秦相之计 天下交兵 六国述党 自治豪英 田丹允寇 立誓相容 楚风王甲 骑破立身 兄弟更旺 海岛传身 史记凡立藤冠列传 五阳侯凡怪者 配人也 以图狗卫士 与高祖聚影 初从高祖起风 攻下配 高祖 高祖魏配弓 以怪魏射人 从攻狐陵 方雨 海守风 及 四水尖风下 破支 赴东定配 破四水守薛西 与司马涅 战荡东 却敌 斩首十五级 四爵国大夫 长从 配功及张涵军 蒲阳 功臣先登 斩首二十三级 四爵烈大夫 赴长 从 从功臣阳 先登 下护友 破里游军 斩首十六级 四上坚决 从功为东郡守卫于 陈武 雀敌 斩首十四级 捕鲁十一人 四爵武大夫 从即秦军 出渤南 何坚守军于 杠里 破支 急破赵奔军 开封北 以雀敌先登 斩后一人 守六十八级 捕鲁二十七人 四爵青 从功破阳雄军于 区域 功晚陵 先登 斩首八级 捕鲁四十四人 四爵烹号 先成军 从功长舍 幻元 绝合金 东功秦军于师 南功秦军于抽 破南阳首 以于阳城 东功晚城 先登 西智力 以雀敌 斩首二十四级 捕鲁四十人 四中风 功无关 至霸上 斩都尉一人 首十级 捕鲁百四十六人 降促二千九百人 项羽在细下 玉弓佩弓 佩弓 佩弓 从百于其音 向伯面 见项羽 谢吾有 必观世 项羽 迹想 君事 终九 雅父 谋 欲杀佩弓 令向庄 拔 剑 五座中 欲集佩弓 向伯 长 必知 十独 佩弓 与张良的入座 凡怪在银外 闻世级 乃持铁顿入道银 银位止怪 怪之壮入 立杖下 向羽目之 问为谁 张良曰 佩弓 参成凡怪 向羽曰 壮世 四支之九至间 怪既饮酒 拔剑切肉时 敬知 向羽曰 能赴隐乎 怪曰 臣死且不辞 其特 知九乎 且佩弓先入定咸阳 报师坝上 以待大王 大王今日至 听小人之言 与佩弓 有戏 臣恐天下解 心仪大王也 向羽默然 佩弓如策 挥凡怪去 祭出 佩弓流车 骑 独骑一马 与凡怪等四人不从 从肩到山下归走 罢上军 而使张良谢向羽 向羽 与 阴碎以 无诸佩弓之心以 适日为凡怪 入银桥让项羽 佩弓是姬带 明日 项羽入图咸阳 立佩弓为汉王 汉王赐怪 爵位列侯 号灵武侯 千位狼中 从入汉中 还定三秦 别及西城白水北 雍青车 其于雍南 破支 从公雍 台城 仙登及张平 君好志 功臣 仙登县阵 展县令 成各一人 首十一级 鲁二十人 千郎中其将 从吉 秦车骑攘东 雀敌 千位将军 功兆奔 夏眉 怀里 柳中 咸阳 冠沸丘 嘴 智力 阳 四十亿度之凡乡 从功向吉 土煮藻 吉破王武 陈处君于外皇 功邹 鲁 露 霞 霞 霞 薛 项羽拜汉王于蓬城 尽赴取鲁 梁 梁 帝 怪孩 至银阳 一时平英两千户 以将军守 广武 一岁 项羽 隐 而东 从高祖 吉 项吉 下阳下 鲁楚州 将军 促四千人 为项吉 于臣 大破之 屠狐林 项吉 祭死 汉王卫帝 以怪兼守 占有功 一十八百户 从高帝 公返燕王 赃徒 鲁徒 定燕帝 楚王 寒姓返 怪从至臣 取姓 定楚 更刺 决烈猴 与诸侯 剖福 世事物绝 使武阳 好为武阳侯 除钱所食 以将军 从高祖 攻返韩王 姓于代 自或人 以往至云中 与将侯 等共定之 一十千五百户 应及 陈西 与 曼秋 陈军 战乡国 破伯仁 仙登 将 定清河 长山樊二十七县 残东元 千位左丞相 破得其无仰 尹攀君于 吴中 广昌 破西别江湖人 王皇君于 戴南 应及韩信 君于 参和 君所将 促斩 韩信 破西湖 其横谷 斩 将军 赵济 鲁代 丞相 逢良 守孙奋 大将 王皇 将军 太普 姐夫 等十人 与诸 将 共定 代 湘 湘 湘 7-13 其后燕王鲁碗反 怪以向国籍鲁碗 破其成像底济南 定燕的 樊线 十八 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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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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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忠,照护者无得入群臣。 群臣降,灌得末。 赶入。 十余日,怪乃排榻之入,大臣随之。 上读整一幻者卧。 怪等剑上流涕曰,使臂。 下雨晨等其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 惊天下已定,又何被也。 且必下病甚,大臣正恐。 不见臣等即是,故独与疑患者绝乎。 且必下独不见赵高之士乎。 高帝笑而起。 其后如晚返,高帝使怪已向国极验。 适时高帝并胜,仍有恶怪党于吕氏,即上一日。 公车宴驾,则怪欲以兵尽诛灭其事,赵王如意之属。 高帝闻之大怒,乃使臣平宰将侯带。 将,而及君中斩怪。 臣平为吕后,执怪亦常安。 智则高祖已崩,吕后是怪,使妇决亦。 校会六年,凡怪促,是为武侯。 自抗戴侯。 而抗母吕虚义为灵光侯,高后食用士砖。 全,大臣敬畏之。 抗戴侯九岁,高后崩。 大臣朱朱吕,吕虚全属,因朱抗。 五阳侯终绝。 数月。 校文帝纪立,乃复封怪他数子世人为武阳侯,复顾决意。 世人历二十九岁促,是。 为荒侯。 自他广代侯。 六岁,侯家设人得罪他广,愿之,乃尚书曰,荒侯世人并不能。 为人,令其夫人与其地乱而生他广,他广时非荒侯子,不当代后。 赵夏丽。 校井中六。 年,他广夺侯卫数人,国厨。 屈州侯利商者,高扬人。 陈胜启时,商聚少年东西掠人,得数千。 佩宫掠得至陈流。 六岳于,商已将促四千人属佩宫于其。 从宫长设,先登,四掘封信成君。 从佩宫攻勾。 市,掘和金,破秦军落阳东。 从宫下宛,扬,定十七县。 别将宫寻官,定汉中。 项羽灭秦,立配宫为汉王。 汉王赐商决信成君,以将军为隆兮兜位。 别将定北帝。 上郡。 破佩宫将军淹室,周类军寻役,苏藏军于尼阳。 四十亿五成六千户。 以隆兮兜位从。 吉相吉军五岳,出巨野,与中离魅战,吉斗,受良相国印,一十亿四千户。 以良相国将。 从吉相宇二岁三岳,攻狐陵。 相宇既已死,汉王位帝。 祈秋,燕王赃徒返,商乙将军从吉途,战龙脱,先登陷阵。 破图军一下,却敌,千位幼丞相,四绝列侯,与诸侯剖福,世事物绝,十亿捉五千户。 号曰捉猴。 以幼丞相别定上谷,应公代,受赵相国印。 以幼丞相赵相国别与将侯等定。 带,燕门,得带丞相成纵,首相郭同,将军已下至六百十十九人。 还,以将军为太上皇。 为一岁七月。 以幼丞相及陈西,残东元。 又以幼丞相从高地及秦布,攻其前聚,献两成。 得以破图军,更时区周五千亿百户,除前所拾,凡别破军三,将定军六,限期十三。 得丞相、首相,大将各一人,小将二人,两千十以下至六百十十九人。 伤势效会,高后时,伤病,不治。 其子记,自旷,与吕陆善。 及高后崩,大臣御诸。 诸吕,吕陆魏将军,军于北军,太魏伯不得入北军,于是乃使人竭力伤,令其子旷待吕。 吕,吕陆,吕陆善之,故宇出游,而太魏伯乃的入聚北军,岁诸诸吕。 是岁伤促,是魏锦侯。 子继带侯。 天下称利矿迈交也。 孝锦前三年,吴,楚,齐,赵返,尚以继位将军,为赵臣,十月不能下。 得于喉鸾。 不自平齐来,乃下赵臣,灭赵,王自杀,楚国。 孝锦中二年,继欲取平原军卫夫人,景。 帝怒,夏季力,有罪,夺猴。 景帝乃以伤他子尖锋为谋猴,蓄力事后。 谋尽猴醋,子康。 猴岁臣力。 岁臣醋,子怀猴世宗力。 世宗醋,子猴中根力,为太常,作法,国除。 如阴侯下侯阴,佩人也。 未佩就私欲。 每宋时刻还,过佩寺上庭,与高祖语,未常。 不宜日也。 因已而是不限力,与高祖相爱。 高祖细而伤应,仍有告高祖。 高祖时未停长。 众作伤人,告故不伤因,因证之。 后裕妇,应作高祖细碎于,略吃数百,终以事脱高。 祖。 高祖之初语图属于公佩也,因识以宪令使为高祖时。 上将佩一日,高祖未佩公,四。 应爵七代夫,以为太仆。 从宫胡林,应与萧河将四水尖平,平以胡林将,四应爵武大夫。 从集秦军荡东,宫济阳,夏护友,破里游军雍秋夏,以兵车去攻战级,四爵直驳。 长。 以太仆奉车从集张寒军东阿,蒲阳下,以兵车去攻战级,破之,四爵直规。 傅长奉车从集赵奔军开封,阳雄军区域。 因从补鲁六十八人,降促八百五十人,的应一窥。 因傅长。 奉车从集秦军洛阳东,以兵车去攻战级,四爵封转位藤宫。 因傅奉车从攻南阳,战于兰。 田、纸阳,以兵车去攻战级,至霸上。 项羽至、灭秦,立佩宫位汉王。 汉王赐英爵列侯。 号召平侯,复卫太仆,从入蜀,汉。 还定三秦,从集向集。 至蓬臣,向羽大破汉军。 汉王败,不利,持去。 见效会,鲁。 愿,宰,宰之。 汉王吉,马霸,鲁在后,长觉两儿欲弃之,应长收,尽宰之,徐行面拥树乃。 汉王怒,行欲斩因者食于,醋的托,而至效会,鲁元于风。 汉王既至盈阳,收散兵,复阵,四英时齐阳。 复长凤车从集向集,追至臣,促定处。 智鲁,一时滋事。 汉王立位帝。 祈秋,燕王赃图返,应以太仆从集图。 明年,从至臣,取出王姓。 梗。 食入阴,口服事事物绝。 以太仆从集带,至五权,云中,一时千户。 阴从集寒姓君胡齐。 进阳旁,打破之。 追北至平臣,为胡所为,七日不得通。 高地使使后一恶事,冒顿开围。 一脚。 高地出御池,应故徐行,努皆持满外向,醋得拖。 一时阴系阳千户。 复以太仆从。 集胡齐聚驻北,打破之。 以太仆及胡齐平臣南,三县臣,公位多,四所夺亦五百户。 以太仆及臣西,秦步均,县臣阙敌,一时千户,定时辱因六千九百户,除前所食。 因自上初启配,常为太仆,敬高祖崩。 以太仆是校会。 校会地及高后得因之托校会。 鲁元于下一之间也,乃次因县北帝第一,曰,敬我,以尊一之。 校会地崩,以太仆。 是高后。 高后崩,带王之来,应以太仆与东木侯入清宫,废少帝,以天子法驾迎带王带。 抵,与大臣共立位孝文皇帝,附位太仆。 八岁促,是位文侯。 子依侯造立,七年促。 子 共侯次立,三十一年促。 子侯颇上平阳公主。 历十九岁,圆顶二年,坐与妇玉必兼罪。 自杀,国除。 隐阴侯贯阴者,虽阳犯增者也。 高祖,高祖之为佩公,略得至雍秋夏,张涵败沙项梁,而。 佩公还均于荡,应出以中捐从吉破东郡位于成武及秦军于康里,急斗,四绝七代夫。 从 公秦军博南,开封,区域,占吉利,四绝直博,浩轩陵军。 从公阳武以西至洛阳,破秦。 军师北,北绝合金,南破南阳首以阳城东,遂定南阳郡。 西入五官,占于蓝田,吉利。 至霸上,四绝直规,号称文军。 佩公立位汉王,拜英卫郎中,从入汉中,十月,拜卫中业者。 从海定三秦,下立阳。 将赛王。 还为张涵于废丘,卫拔。 从东出临靖关,吉将英王,定齐帝。 吉向宇将龙且。 卫乡向他军定陶南,吉战,破支。 四英决列侯,号称文侯,十度平乡。 复乙中业者从将下荡,以至蓬城。 向宇吉,打破汉王。 汉王,汉王顿而兮,应从海,均于。 雍丘。 王武,为宫生土返,从即破支。 宫下皇,吸收兵,均于营阳。 处其来众,汉王乃。 则军中可谓其将者,皆推顾秦其是众权人李毕,落甲席其兵,精卫校尉,可谓其将。 喊。 汉王欲拜之,毕,甲曼,成故秦明,恐军不幸成,成员的大王左右善其者赴之,冠英。 虽少,然树立战,乃拜贯英卫中代夫,令李毕,落甲位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及储其于。 银阳东,打破池。 受召别及储君后,觉其想道,起阳五至相义。 即相义之将相关于鲁下。 破之,所将促斩右司马,其将各一人。 即破这公王五,君于燕西,所将促斩楼凡江五。 人,连影一人。 即王五别将桓英白马下,破之,所将促斩都为一人。 以七渡河南,宋汉。 王道洛阳,使北营相国韩信君于邯郸。 还至敖仓,应迁魏玉使大夫。 三年,以列侯十亿渡平乡。 以玉使大夫受召江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即破其君于。 立下,所将促鲁车其将军华无伤即将立四十六人。 将下林姿,得其首相田光。 追其向田。 横志银,薄,破其其,所将促斩其将一人,身得其将四人。 宫下营,薄,破其将军田兮。 于千尘,所将促斩其。 东从韩信攻龙且,流攻炫于高密,促斩龙且,身得又司马,连影。 各一人,楼梵江十人,深深的雅江周兰。 其的已定,韩信自立为其王,始因别将及楚江公睿于鲁北,破之。 转南,破薛俊长。 深入其将一人。 公阳,前至下乡以东南童,曲律,徐。 渡淮,静将其臣义,至广陵。 向羽使向申,薛公,弹公赴定淮北。 因渡淮北,急破向申,弹公下批,斩薛公,下下批。 急破楚其于平阳,遂将蓬城,掳助国向陀,将流,薛,沛,赞,萧,向。 公库,桥,傅的雅江周兰。 与汉王会一乡。 从吉向吉均于城下,破之,锁江簇展楼樊江二人,鲁齐。 江八人。 四亿十亿二千五百户。 向吉拜该下去也,应以玉使大夫受赵江车其别追向吉至东城,之。 所将簇五人共斩。 向吉,皆次决裂侯。 将左右司马各一人,簇万二千人,尽得其君将力。 下东城,立阳。 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惠基郡。 还定淮北,返五十二县。 汉王立位皇帝,四亿英亿三千户。 祈秋,以车其将军从吉破燕王赃图。 汉王立位皇帝,以车其将军从吉反韩王姓渝带,至马义,受赵别将楼帆以北六县,展带左乡,破湖。 其于五全北。 父从吉反韩王姓胡齐静阳下,所将促斩胡白提江一人。 受赵并将燕,赵,齐。 梁,楚车齐,急破胡齐于沙石。 至平臣,魏胡所为,从海军东源。 从吉陈西,受赵别公西陈相侯厂军驱逆下,破支,促斩厂吉特江五人。 将驱逆,卢。 奴,上驱阳,安国,安平。 攻下东源。 秦步反,以车齐将军先出,攻步别将鱼香,破支,斩亚江楼帆将三人。 又进击破步。 上驻国军及大司马军。 又进破步别将肥猪。 因深深的左司马一人,所将促斩其小将十人,追备至怀上。 一时二千五百户。 不已破,高地规,定令英时引英五千户,除钱所十亿。 凡从的两千十二人,别破军十六,将臣四十六,定国一郡二, 县五十二,的将军二。 人,驻国,相国各一人,两千十十人。 因自破步规,高地崩,应以列侯是校会帝集吕太后。 太后崩,吕禄等以赵王字至位。 将军,君长安,为乱。 其哀王闻之,举兵兮,且入诸不当位王者。 上将军吕禄等闻之。 乃遣英卫大将,将军王集之。 因形至银阳,乃宇将侯等谋,应屯兵银阳,封其王以诸吕。 世事,其兵止不前。 将侯等计诸诸吕,其王罢兵归,应义罢兵自淫阳归,与将侯,陈平。 共历代王位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于世一封英三千户,赐黄金千金,拜卫太尉。 三岁,将侯博免相救国,应为丞相,罢太未官。 四岁,匈奴大入北地,上郡,领臣。 湘英将其八万五千网级匈奴。 匈奴去,继北往返,赵乃罢英之兵。 后岁于,应以丞相簇。 事曰义侯,子平侯阿代侯。 二十八年促,子强代侯。 十三年,强有罪,绝二岁。 冤光。 三年,天子封冠因孙贤为凌辱侯, 续冠事后,八岁,坐行求有罪,国除。 太史公曰,无事丰沛,问其遗老,官顾萧,曹,繁怪,藤公之家,及其宿,亦哉所。 文。 方其古刀图狗卖增之时,其字之父继之伟,垂名汉庭,得留子孙哉。 与与他广通。 魏严高祖功臣之心时若此云。 所影树赞,圣贤影响,云真龙变。 土狗泛增,功臣也战。 福益西上,寿风难免。 利矿卖焦,武阳内园。 藤冠更旺,异夜繁衍。 史记张丞相列传。 张丞相苍者,养武人也。 好书绿历。 秦时未欲使,主注下方书。 有罪,王规。 积佩。 攻略的过阳武,苍已刻从攻南阳。 苍作法当斩,解衣扶植,身长大,肥白如护,石亡灵。 剑而怪其美事,乃言佩公,赦物斩。 遂从西入吾关,至咸阳。 佩公立位汉王,入汉中。 还定三情。 陈鱼即走长山王张尔,尔归汉,汉乃以张仓位长山守。 从怀英侯即赵,仓的。 陈鱼。 赵帝以平,汉王以仓位带香,被鞭扣。 以尔喜为赵相,相照王尔。 耳簇,相照王。 耳,赴喜相带王。 燕王赃土返,高祖王吉之。 苍以带香从攻赃土有攻,以六年中封位北。 平侯,十亿千二百户。 千位继香,一月,更以列侯为主继四岁。 逝时萧何位相国,而张仓乃自秦时位驻下。 使,名习天下图书记集。 苍又善用算律力,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记者。 秦。 不返王,汉立皇子常为淮南王,而张仓向之。 十四年,千位御史大夫。 周昌者,配人也。 其从兄曰周科,秦时皆为四水促使。 吉高祖起配,吉破四水手间。 于是周昌,周科自促使从佩宫,佩宫以周昌位直至,周科为克。 从入关,破秦。 佩宫。 立位汉王,以周科为御史大夫,周昌位中尉。 汉王四年,处为汉王营阳集,汉王顿出去,而使周科守营阳臣。 处破营阳臣,御令。 周科将。 科骂曰,若去降汉王。 不然,精卫如意。 向于怒,哼周科。 于是乃拜周昌。 未遇史大夫。 常从即破相及。 以六年终于霄,草等巨风,风周昌位焚英侯,周科子周臣。 以赴死侍,风位高景侯。 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霄,草等皆悲下之。 昌常焰时入奏事,高帝方拥七姬,昌。 还走,高帝竹的,其周昌相,问曰,我何如主也? 昌仰曰,陛下及节奏之主也。 于是上校之,然游淡周昌。 即帝御废太子,而立妻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故臻之,莫。 能得,上已留侯策即止。 而周昌亭真之强,尚问其说,昌为人痴,又慎怒,曰,臣口。 不能言,然臣其其知其不可。 陛下虽欲费太子,臣其其不奉照。 上欣然而笑。 祭霸 吕后侧耳于东相听,见周昌,为贵谢约,为君,太子几费。 事后七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幽及万岁之后不全也。 赵姚年少,为福喜悦。 使 赵仁方与公卫玉使大夫周昌约,君之使赵姚,年虽少,然其才也,君必亦之,是。 且代君之位。 周昌孝约,姚年少,刀比利尔,何能致是乎,居请之,赵姚是高祖。 高祖独心不乐,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 赵姚敬请问曰,陛下所为不乐,非为。 赵王年少而欺负人与吕后有缺邪。 被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 高祖曰,然。 五 私幽知,不知所出。 姚曰,陛下独一位赵王至贵强乡,及吕后,太子,群臣诉所尽。 但乃可 高祖曰,然。 无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 姚曰,御使大夫周昌。 其人坚忍直直,且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宿敬旦之。 都昌可。 高祖曰,善,于是。 乃赵周昌,卫曰,无欲故凡功,功强为我相赵王。 周昌弃曰,陈初起从陛下,彼。 下独奈何忠道而弃之于诸侯呼呼。 高祖曰,无疾之其左迁,然无私幽赵王,念非功无。 可者 功不得已强行。 于是喜玉使大夫周昌为照相。 既行久之,高祖持玉使大夫应弄之,曰,谁可以为玉使大夫者,熟世赵姚,曰。 无以义姚,岁拜赵姚为玉使大夫。 姚义前有军功十亿,即以玉使大夫从即臣西有。 功,封卫江义侯。 高祖邦,吕太后使使赵赵王,其乡周昌令王称即不行。 使者三反,周昌故为不遣赵。 王。 于是高后患之,乃使使赵周昌。 周昌至,夜高后,高后怒而骂周昌曰,而不知我。 知愿其是乎,而不遣赵王,何。 昌继真,高后使使赵赵王,赵王果来。 至长安月于,引药而死。 周昌阴谢病不朝见,三岁而死。 后五岁,高后闻玉使大夫将义侯照摇高祖时定赵王如意之化,乃地摇醉,以广阿侯。 任敖为玉使大夫。 任敖者,顾配玉利。 高祖长辟力,利系吕后,玉之不紧。 任敖素善高祖,怒,急伤。 主吕后立。 即高祖初起,敖以克从未玉使,守风二岁,高祖立为汉王,东极向极,敖千。 为上党首。 陈希反时,敖坚首,风位广阿侯,十千八百户。 高后时未玉使大夫。 三岁勉。 以平阳侯曹竹魏玉使大夫。 高后崩,与大臣共诸吕禄等。 免,以淮南乡张仓魏玉使大夫。 仓宇将侯等尊历代王魏孝文皇帝。 四年,陈相冠英促,张仓魏陈相。 自汉养智孝文二十余年,慧天下出定,将向古卿接军礼。 张仓魏即相识,续正律礼。 以高祖十月使至霸上,应故秦时本以十月为遂守,福阁。 推武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 之时,尚黑如故。 吹律调月,入之阴生,即以彼定律令。 若百宫,天下作成品。 至于为。 丞相,促旧之,故汉家严律令者,本之张仓。 仓本好书,磨锁不关,磨锁不通,而有善。 律令 张仓得亡灵。 亡灵者,安国侯也。 吉仓魏,长妇是亡灵。 临死后,仓魏丞相,喜母。 长仙朝灵夫人上时,然后赶归家。 仓魏丞相十余年,鲁仁公孙城上书颜汉土得时, 其府有黄龙当剑。 照下其义张仓。 张仓以为妃是,把之。 其后黄龙见陈记, 于是文帝赵公孙城以为博士, 草土得之力制度。 更元年。 张丞相由此自处,谢并称老。 仓任仁魏忠后,大魏监力, 尚已让仓,仓岁并。 免。 仓魏丞相十五岁而免。 孝敬前五年,仓促, 仓魏文侯。 紫康侯代,八年促。 紫类代。 魏侯,八年, 作灵诸侯丧后就位不尽, 国除。 初,张仓富长布满五尺, 即身仓,仓长八尺鱼, 为侯,成相。 仓子富长, 即孙类。 长六尺鱼, 作法师侯。 仓之勉相后, 老,口中五尺, 时辱,女子未如母。 妻妾已百数。 常运者不负姓。 仓年百有余岁而促。 生徒丞相家者, 良人, 以财官绝章从高帝极向极, 千位对律。 从极情不均, 为兜位。 孝慧时, 为怀仰首。 孝文帝元年, 举顾历世两千十从高皇帝者, 昔以为官内侯, 时矣。 二十四人, 而生徒家十亿五百户。 张苍以为臣相, 加千位玉使大夫。 张苍免乡, 孝文帝。 御用皇后帝斗广国为臣相, 曰, 孔天下以无私广国, 广国贤有行, 故玉向之, 念久。 知不可, 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 余见无可者, 乃以御使大夫家为臣相, 应故一封未故。 安侯。 家为人连职, 门不受私业。 世时太中大夫, 邓通方龙爱信, 赏赐类巨万。 文帝常燕影。 通家, 其宠如是。 世时丞相入朝, 而通居上榜, 有怠慢之礼。 丞相奏室必, 应言曰, 陛下爱信臣, 则富贵之, 至于朝廷之礼, 不可以不诉。 上曰, 君勿言, 无私之。 霸朝作府中, 家为习赵邓通一臣相府, 不来, 且斩通。 通孔, 入言文帝。 文帝曰, 如。 帝往, 无今使人赵若。 通至臣相府, 免官, 图显, 顿首谢。 家作自如, 故不为礼, 则。 曰, 夫朝廷者, 高皇帝之朝廷也。 通小臣, 戏殿上, 大不敬, 当展。 立经行斩之。 通顿首, 首尽出血, 不解。 文帝度丞相已困通, 使使者持节兆通, 而谢丞相曰, 此无。 弄臣, 君是之。 邓通济至, 为文帝契约, 丞相己杀臣。 家为丞相五岁, 孝文帝崩, 孝景帝即位。 二年, 朝错位内使, 贵姓用事, 诸法令多。 所请便跟, 亦以折罚清靴诸侯。 而丞相家自处所言不用, 即错。 错位内使, 门东出, 不。 便, 更穿一门难出。 难出者, 太上皇庙软元。 家文之, 欲因此以法错善穿宗庙园为门。 奏请诸错。 错客有语错, 错孔, 夜入宫上夜, 自归景帝。 至朝, 丞相奏请诸内使错。 景。 帝曰, 错所穿非真庙园, 乃外软元, 故他官居其中, 且又我始未知, 错无罪, 霸朝。 家未尝使曰, 无悔不先斩错, 乃先请知, 为错所迈, 制舍, 因欧血而死。 世未结。 侯。 子贡猴灭代, 三年促。 子猴去病代, 三十一年促。 子猴于代, 六岁, 坐位九江太守。 受雇官送有罪, 国除。 自身徒家死之后, 景帝时开封猴桃清, 桃猴流舍为丞相。 吉经上时, 博至猴许昌。 平吉猴薛泽, 五强猴庄清狄, 高陵猴赵舟等为丞相。 皆以列侯祭祀, 促促连锦, 为丞相。 被缘而以, 魔所能发明功名有着于当事者。 太史公曰, 张苍文学律力, 为汉名相, 而处甲生, 公孙晨等严正说福色事而不尊。 民用情之专虚力, 何哉。 周昌, 木强人也。 任敖乙就得用。 生徒家可谓刚一手结乙。 然无数学, 待与萧, 曹, 陈平易乙。 孝武时丞相多神, 不计, 末路其行起居壮略, 且计真何以来。 有车丞相, 常灵人也。 促而有为丞相带。 为丞相贤者, 鲁人也。 以读书术为立, 至 大鸿炉。 有相公相之, 当至丞相。 有南四人, 使相公相之, 至第二子, 其名玄成。 相公 曰, 此子贵, 当风, 为丞相言曰, 我即为丞相, 有长子, 事安从得之, 后敬畏。 丞相, 病死, 而长子有罪论, 不得四, 而立玄成。 玄成时洋狂, 不肯立, 敬立之, 有让。 国之名。 后座其至庙, 不敬, 有赵夺爵一级, 为官内侯, 施裂侯, 得时其故国矣。 为臣。 相簇, 有为丞相待。 为丞相相者, 既因人也。 以文立至丞相。 其人好无, 皆令朱利待见, 待见前奏事。 或有不待见者, 当入奏事, 致乃借见而赶入奏事。 其时经召引召君, 丞相奏以免罪, 使。 人直为丞相, 欲求脱罪而不听。 父使人邪孔为丞相, 以夫人贼杀呆避逝而私独奏请验之。 发力促至丞相舍, 补奴必吃疾问之, 时不以兵刃杀也。 而丞相司直凡君奏经照引赵君。 破邪丞相, 乌以夫人贼杀必, 发力促为补丞相舍, 不道, 又得善平其事事, 照经照作药。 斩, 又有使愿臣平等和中尚书, 以以独善结事而作之, 大不敬, 常使以下皆作死, 或下。 残世, 而为丞相敬以丞相病死。 子嗣, 后作其至妙, 不敬, 有赵夺绝一级, 为官内侯。 施烈侯, 得时其故国义。 为丞相促, 以御史大夫丙吉代, 丙丞相吉者, 鲁国人也。 以读书好法令治御史大夫。 孝宣帝时, 以有救故, 丰卫列。 侯, 而因为丞相, 名于是, 有大智, 后世称之, 以丞相病死。 子显四, 后作其至妙, 不。 静, 有赵夺绝一级, 施烈侯, 得时故国义。 显为立志太仆, 作官毛乱, 生及子男友间。 脏, 免为庶人。 丙丞相促, 黄丞相待。 长安中有善相公田文者, 与为丞相, 为丞相, 丙丞相为剑石。 惠于客家, 田文言曰, 经此三君者, 皆丞相也, 其后三人竟更相待为丞相, 何见之。 明也。 黄丞相霸者, 怀扬人也。 以读书为立, 致隐川太守。 致隐川, 以礼义调教育告画之。 犯法者, 封小令自杀。 画大行, 名声文。 校轩地下制约, 隐川太守霸, 已宣布照令。 致名, 道不时宜, 男女义路, 欲中无众求。 四绝观内侯, 黄金百经。 真为经照引而至。 丞相, 父以礼义为至。 以丞相病死。 子嗣, 后卫列侯。 黄丞相簇, 以御史代府于定国代。 于丞相已有庭卫传, 在张庭卫语中。 于丞相去, 御史代府为玄臣代。 为丞相玄臣者, 即前为丞相子也。 代父, 后师列侯。 其人少师好读书, 明于师, 论。 愚。 为丞相, 喜为太子太父。 愚史代夫薛军免, 为愚史代夫, 于丞相起海谷免, 而, 为丞相, 应封故意为抚养侯。 数年, 并死。 校园帝清临丧, 四赏甚后。 子四后, 其至荣。 荣随世俗福省, 而见未产巧。 而相公本位之当位侯代父, 而后师之, 父自由患而起, 至。 丞相。 父子俱为丞相, 世间美之, 岂不命哉。 相公其先知之。 为丞相促, 欲史代夫匡衡。 代。 丞相匡衡者, 东海人也。 好读书, 从博士寿诗。 家评, 横庸作以给时影。 财下, 数。 设策不忠, 至久, 乃中丙科。 其今已不忠科顾名习。 补平原文学促使。 数年, 俊不尊敬。 欲史真知, 以补百时属建卫郎, 而补博士, 拜卫太子少妇, 而是校园帝。 校园好诗。 而千位光禄勋, 居殿中为师, 受教左右, 而县官坐其旁听, 圣善之, 日以尊贵。 欲史大。 夫震宏作事免, 而匡君为欲史代夫。 遂于, 为丞相死, 匡君代为丞相, 封乐安侯。 以时, 年之间, 不出长安城门而至丞相, 岂非欲史而命也哉。 太史公曰, 身为是之犹患所已至丰侯者, 为圣。 然多至欲史代夫及去者, 诸位大夫。 而丞相次也, 其心既信丞相误故也。 或乃因私相毁害, 欲代之。 然守之日久不得, 或未。 之日少而得之, 至于封侯, 真命也夫。 欲史代夫正君守之数年不得, 匡君居之位满岁。 而为丞相死, 亟代之矣, 岂可以至巧的灾。 多有贤甚之才, 困恶不得者众甚也。 所引述赞, 张仓足迹, 天下作成。 孙辰实处, 秦力上行。 御史雅乡, 相国阿恒。 生徒面者, 周子亭真。 其他促, 魔所发明。 史记立身路甲列传。 立身时起者, 陈流高洋人也。 好读书, 家平落魄, 无以为一时夜, 为礼监门礼。 然。 县中贤毫不敢义, 县中皆为之狂生。 吉成圣, 向两等起, 朱将逊的过高扬者数十人, 立身闻其将皆握走好颗里自用, 补。 能听大度之言, 立身乃身自藏腻。 后闻配公将兵略的陈流交, 佩公徽下其事是立身理中。 子也, 佩公时时问一中贤是豪俊。 其事归, 立身见未知曰, 无闻佩公慢而一人, 多大。 略, 此真无所缘从游, 莫为我先。 若见佩公, 未曰, 陈里中有历生, 年六时余, 长八尺。 人皆为之狂生, 生自为我非狂生。 其事曰, 佩公不好如, 诸客官如官来者, 佩。 公者解其官, 搜匿其中。 与人言, 常大骂。 未可以如生说也。 立身曰, 帝言之。 其事从容言如立身所借着。 佩公至高阳传舍, 使人照立身。 立身至, 入夜, 佩公方聚床使两女子喜足, 而见立。 生。 立身入, 则长衣不败, 曰, 足下欲助勤公诸侯乎。 且欲律诸侯破勤也。 佩公骂。 曰, 恕如, 夫天下同苦勤久矣, 故诸侯相律而公勤, 何谓助勤公诸侯乎。 立身曰, 必具图和义兵诸无道情, 不宜具见长者, 于是佩公输喜, 启设依, 严立身上座, 写, 之。 立身因严六国从恒时。 佩公喜, 似立身时, 问曰, 即将安出, 立身曰, 足下。 岂揪和之众, 收散乱之兵, 不满万人, 欲以进入强情, 此所谓探虎口者也。 夫尘流, 天。 下之名, 似通武达之交也, 经其尘又多激素。 承善其领, 请得使之, 令下足下。 即不听。 足下举兵攻之, 臣位内应。 于是潜立身行, 佩公引兵随之, 岁下沉流。 昊立时其为。 广野军。 立身严其地立商, 使将数千人从佩公西南掠地。 立身常未说客, 持使诸侯。 汉三年秋, 向羽及汉, 拔银阳, 汉兵顿宝拱, 落。 楚人闻怀因侯破罩, 彭月树返梁。 得, 则奋兵就知。 怀因方东及其, 汉王树困银阳, 陈高, 寄欲捐陈高以东, 屯拱, 落以。 聚处。 立身音曰, 成文知天知天者, 王室可成, 不知天知天者, 王室不可成。 王者已。 明人为天, 而明人以时为天。 夫敖仓, 天下转书久矣, 成文旗下乃有藏素甚多, 楚人拔。 营阳, 不坚守熬仓, 乃隐而冬, 令氏醋分手成高, 此乃天所以滋汉也。 方经楚异曲而汉。 反戏, 自夺其变, 臣妾已为过矣。 且两雄不俱立, 楚汉酒相持不绝, 百姓骚动, 海内窑。 当, 农夫是磊, 宫女下姬,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 元族下即附进兵, 收取营阳, 聚敖仓。 知宿, 赛成高之险, 度大行之道, 聚飞狐之口, 守白马之经, 以示诸侯孝时行至之事。 则天下之所归矣。 方经验, 赵已定, 为其位下。 荆田广聚千里之旗, 田间将二十万之众。 君于历城, 朱田宗墙, 赋海祖和祭, 南境楚, 人多变诈, 足下虽浅数十万师, 未可以。 岁月破也。 陈寝的奉明照说其王, 始为汉而称东藩。 上曰, 闪。 乃从其化, 副手敖仓, 而使利申说其王曰, 王之天下之所归乎, 王曰, 不知。 也, 曰, 王之天下之所归, 则其国可得而有也, 若不知天下之所归, 即其国未可得。 宝也。 其王曰, 天下何所归, 曰, 归汉, 曰, 先生何以言之, 曰, 汉。 王与向王陆立西面及秦, 曰先入咸阳者王之。 汉王先入咸阳, 向王赴曰不与儿王之汉中。 向王千杀异帝, 汉王闻之, 起属汉之兵及三秦, 出关而择异帝之处, 收天下之兵, 礼。 诸侯之后, 将臣即以侯其将, 得陆即以分其事, 与天下同其力, 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 诸侯之兵四面而至, 蜀汉之夙方传而下。 向王有被曰之名, 杀异帝之父, 于人之功摸索。 即, 于人之罪摸索望, 战胜而不得其赏。 拔尘而不得其封, 飞向世末的用事, 为人刻印。 玩而不能受, 功臣的路, 积而不能赏。 天下叛之, 贤才愿之, 而莫为之用。 故天下之, 事归于汉王, 可作而策也。 夫汉王八属汉, 定三秦, 设西河之外, 援上党之兵, 下井行。 诸臣安君, 破北位, 举三十二臣, 此吃游之兵也, 非人之利也, 天之福也。 经以巨敖。 苍之宿, 塞成高之险, 守白马之精, 渡大行之板, 巨飞狐之口, 天下后福者先王矣。 王。 即先下汉王, 其国设计可得而保也, 不下汉王, 为王可立而待也。 田广以为然, 乃听。 历生, 霸历下兵守战备, 与历生日纵久。 怀阴侯闻历生服侍下其七十余臣, 乃夜渡兵平原喜奇。 其王田广闻汉兵至, 以为历。 申麦己, 乃曰, 乳能止汉君, 我活乳, 不然, 我将哼乳, 历生曰, 举大事不细景。 盛德不辞让。 而功不畏弱更严。 其王遂亨历生, 引兵东走。 汉十二年, 驱舟侯历商已成相将兵及秦部有功。 高祖举列侯功臣, 司历时期。 历时, 其子借树江兵, 宫位当侯, 上以其父顾, 封借位高梁侯。 后更十五岁, 四三世。 袁寿元。 年终, 五岁侯平坐乍兆横山王取百金金, 当弃士, 病死, 国除也。 陆甲者, 楚人也。 以客从高祖定天下, 名为有寇便是, 居左右, 常使诸侯。 即高祖时, 中国出定, 为他平南越, 应王之。 高祖时陆甲次为他应为南越望。 陆申。 智, 为他追结基聚见陆申。 陆申因静说他曰, 族下中国人, 亲戚昆帝坟在珍顶。 经族, 下凡天性, 戚官带, 欲以区区之月 与天子抗衡为敌国, 或且及身矣。 且夫秦师其政, 诸。 侯豪杰并起, 为汉王先入关, 据咸阳。 向羽被曰, 自立为西楚霸王, 诸侯皆属, 可谓至 强。 然汉王起巴蜀, 鞭吃天下, 劫掠诸侯, 遂诸向羽灭之。 五年之间, 海内平定, 此非 人历, 天之所见也。 天子闻君王王南月, 不诸天下诸暴逆, 将相欲以兵而诸王, 天子连。 百姓辛劳苦, 故且修之, 浅尘受君王应, 剖福通始。 君王以交迎, 北面称臣, 乃欲以兴。 造卫及之月, 驱强于此。 汉成文之, 绝梢王先人种, 宜灭宗族, 使一篇将将十万众灵月。 则月沙王将汉, 如反复首尔。 于是为他乃决然起坐, 谢陆申曰, 居满宜中酒, 书师礼义, 应问陆申曰, 我。 属于萧和, 曹参, 韩姓贤。 陆申曰, 王四贤, 赴曰, 我属于皇帝贤, 陆申曰。 皇帝起丰沛, 讨报秦, 诸强储, 为天下心力除害, 继五第三王之夜, 统礼中国。 中 国之人以义计计, 地方万里, 居天下之高于, 人众车裕, 万物应付, 正由一家, 自天地头。 叛卫使有也, 京王重不过数十万, 皆满夷, 崎岖山海间, 辟若汉一郡, 王河乃比于汉。 为他大孝曰, 吾不起中国, 故王辞, 使我居中国, 何取不若汉。 乃大说陆申, 流, 语引数月, 曰, 月中吾足语语, 至申来, 令我日文所不闻, 四陆申陀中装值千金, 他送一千金, 陆申族拜为他为南越望, 令称臣奉汉曰, 归报, 高祖大跃, 拜甲位太中大夫。 陆申时时前说称师叔, 高地骂之曰, 乃公居马上而得之, 安是师叔, 陆申曰, 居马上得之, 宁可以马上至之乎。 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 文武并用, 长久之术也。 习者无王夫叉, 至伯及武而亡, 秦任行法不变, 促灭赵氏。 相使秦以并天下, 行仁义。 法先圣, 必下安得而有之。 高地不义而有蚕色, 乃为陆申曰, 是为我这情所以施天。 下, 无所以得之者和, 几古成败之国。 陆申乃粗数存亡之真, 凡者十二篇。 每奏一篇。 高地未尝不称善, 左右忽万岁, 好奇书曰, 新语。 校会第十, 吕太后用事, 欲王诸吕, 为大臣有口者, 陆申自度不能争知, 乃并免加。 居。 以好至田地善, 可以加烟。 有五难, 乃处所十月得托中庄卖千金, 分其子, 子二百。 金, 令未生产。 陆申长安车四马, 从歌五谷情色试者十人, 宝剑直百金, 为其子曰。 欲辱曰, 过辱, 辱给无人马九十, 吉欲, 十日而更。 所死家, 的宝剑车其适从者。 一岁。 中往来过他客, 律不过再三过, 朔剑不险, 无酒混功未也。 吕太后时, 王诸吕, 诸吕善权, 欲解少主, 为流氏。 又成相成平患之, 力不能争。 恐惑极己, 常厌居申念。 陆申往寝, 直入坐, 而成成相方申念, 不时见陆申。 陆申曰, 何念之申也, 成平曰, 申揣我贺念, 陆申曰, 足下位位上相, 十三万户侯。 可谓即富贵无寓义。 然有幽念, 不过患诸吕, 少诸而。 陈平曰, 然, 为之奈何。 陆申曰, 天下安, 住一乡, 天下为, 住一江。 江相何调, 则事物负, 事物负, 天下虽。 有辩, 集权不分。 为设计计, 在两军掌握耳。 陈长玉为太尉将侯, 将侯与我戏, 义无言。 君和不交欢太尉, 身相结。 为陈平化吕士术士。 陈平用其计, 乃以五百精卫将侯手。 后聚乐颖, 太尉一报如之。 此两人身相结, 则屡是谋一衰。 陈平乃以奴婢百人, 车马。 五十圣, 前五百万, 一路身为饮食费。 陈生以此犹汉亭宫清兼, 明身吉圣。 吉诸诸吕, 立孝文帝, 陈生婆有利焉。 孝文帝即位, 欲使人之南岳。 陈丞相等乃言。 陈生为太中代福, 往事为他, 令为他去皇屋称至, 令彼诸侯, 皆如意志。 雨在南岳雨中, 陈生尽已寿终。 平原君诸见者, 处人也。 故常为淮南王情不相, 有罪去, 后父侍情不。 不欲反时。 问平原君, 平原君非知, 不不听而听良父侯, 遂反。 汉以诸不, 闻平原君见不与谋, 的。 不诸, 雨在情不与中。 平原君为人便有口, 可怜刚直, 家于长安。 行不苟合, 亦不取荣。 辟阳侯行不正, 的姓吕太后。 十辟阳侯欲知平原君, 平原君不肯见。 即平原君母死。 陆生素与平原君善, 过之。 平原君加平, 未有意发丧, 方甲代福聚, 陆生令平原君发丧。 陆生网见辟阳侯, 赫曰, 平原君母死, 辟阳侯曰, 平原君母死, 何乃何我乎。 陆甲曰, 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 平原君亦不知君, 以其母故。 经其母死, 君臣后送。 丧, 则彼为君死矣。 辟阳侯乃奉百经网税。 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 网税凡五百经。 辟阳侯姓吕太后, 仍获悔辟阳侯于孝慧帝, 孝慧帝大怒, 下吏, 欲诸之。 吕太后残。 不可以言。 大臣多害辟阳侯行, 欲碎诸之。 辟阳侯即, 应使人欲见平原君。 平原君辞。 曰, 欲即, 不敢见君, 乃求见孝慧姓成红吉如, 说之曰, 君所以的姓地, 天下末。 不闻。 今辟阳侯姓太后而下吏, 道路皆严君禅, 欲杀之。 今日辟阳侯诸, 但日太后寒怒。 亦诸君, 何不肉坦位辟阳侯言于帝。 帝听君出辟阳侯, 太后大欢。 两主共姓君, 君贵。 负义被矣。 于是红吉如大孔, 从其祭, 炎帝, 裹出辟阳侯。 辟阳侯之囚, 欲见平原君。 平原君不见辟阳侯, 辟阳侯以为被己, 大怒。 及其成功出之, 乃大惊。 吕太后崩, 大臣朱朱吕, 辟阳侯于朱吕至身, 而猪不诸。 计划所以权者, 皆路深。 平原君之力也。 孝文帝时, 淮南立王杀辟阳侯, 以朱吕故。 文帝文齐克平原君未计策, 使力补玉至。 文立至门, 平原君欲自杀。 诸子吉利皆曰, 事未可知, 何早自杀未, 平原君曰。 我死或觉, 不吉而生矣, 遂自警。 孝文帝文而习之, 曰, 吾吾亦杀之, 乃赵琪。 子, 拜位中代夫。 使匈奴, 丹于无礼, 乃骂丹于, 遂死匈奴中。 初, 配公引兵过城流, 立身种军门上叶曰, 高阳建名历时期, 切闻配公暴露, 将。 兵驻处讨不易, 敬劳从者, 元的望将, 口化天下便是。 使者入通, 配公方喜, 问使者。 曰, 何如人也, 使者对曰, 状茂类大如, 依如依, 观测住, 配公曰, 为我谢。 知, 言我方以天下为是, 为辖见如人也。 使者出谢曰, 配公敬谢先生, 方以天下为。 是, 为辖见如人也。 立身田木暗鉴赤使者曰, 走。 附入言配公, 无高阳酒徒也, 非。 如人也。 使者聚而失业, 贵时业, 还走, 附入报曰, 克, 天下壮士也, 赤臣, 臣孔。 至失业。 曰, 走。 附入言, 而公高阳酒徒也。 配公聚雪族帐茅曰, 严克入。 立身入, 依配公曰, 足下圣苦, 报依漏官, 将兵驻楚讨不易, 足不和不自喜也。 臣缘以事件, 而曰, 无方以天下为是, 为辖见如人也。 夫族下欲兴天下之大事而成天。 下之大功, 而以目皮相, 恐失天下之能事。 且无度族下之志不如无, 永又不如无。 若欲, 就天下而不相见, 且为族下施之。 配公谢曰, 相者闻先生之荣, 经见先身之意义。 乃言而作之, 问所以去天下者。 立身曰, 夫族下欲成大功, 不如只成留。 成留者。 天下之巨明也, 兵之慧的也, 积宿数千万石, 成守圣间。 成素善其领, 原为族下说之。 不听臣, 臣请为族下杀之, 而下臣流。 族下将臣流之重, 拒臣流之臣, 而拾其激素, 昭。 天下之从兵, 从兵已臣, 族下横行天下, 莫能有害族下者已。 佩公曰, 敬闻命矣。 于是立身乃夜见臣流令, 说之曰, 夫晴为无道而天下叛之, 经族下与天下从则可。 以臣大功。 经独为王情因臣而坚守, 臣妾为族下为之。 臣流令曰, 请法治重也, 不。 可以妄言, 妄言者无类, 无不可以应。 先申所以教臣者, 非臣之一也, 原物赴道。 立。 申流速卧, 夜半时斩臣流令手, 于臣而下报佩公。 佩公引兵功臣, 献令手于长甘以示臣。 上人, 曰, 去下, 而令头以断矣。 今后下者必先 斩之。 于是臣流人 建令已死, 岁香。 律而下佩公。 佩公舍臣流南臣门上, 因其酷兵, 十激素, 流出入三月, 从兵已万数, 岁。 入破秦。 太史公曰, 是之传立申书, 多曰汉王已拔三秦, 东极向吉尔引军于拱络之间, 立申。 被如依往说汉王, 乃非也, 自佩公卫入关, 与向与别而致高扬, 的立申兄弟, 于独禄身。 新语书十二篇, 故当世之便是, 至平原君子与于善, 是以的句论之。 所引述赞, 广也大度, 使观测诸。 种门长衣, 生气重誉。 说其立下, 去顶何惧。 陆甲十月, 为驼舍部, 向说国安, 书臣主物。 使记复尽快成列传。 杨陵侯赴宽, 已为五代夫其将从, 为舍人, 起横扬。 从宫安阳, 杠礼, 及赵奔军于。 开封, 及及杨雄区域, 杨武, 斩首十二级, 赐绝亲。 从至霸上。 配功立位汉王, 汉王赐。 宽丰号贡德军。 从入汉中, 千位又起江。 从定三秦, 四十亿雕阴。 从吉相吉, 呆怀。 绝通德侯。 从吉相关, 周兰, 龙且, 所将促斩其将一人熬下, 一十亿。 属怀因, 急破其力下军, 及田解。 属相国参, 残薄, 一十亿。 应定其的, 口服逝世。 物绝, 封卫阳陵侯, 二千六百户, 除钱所食。 卫其又丞相, 被其。 五岁卫其相国。 四月, 吉辰西, 属太卫伯, 以乡国代臣相怪吉西。 一月, 喜卫代相国, 江屯。 二岁。 卫代臣相, 江屯。 校会五年促, 是卫锦侯。 子庆侯经历, 二十四年促。 子贡侯择立, 十二年促。 子侯。 眼历, 三十一年, 坐与淮南王谋反, 死, 国除。 姓武侯竞设, 以忠捐从, 起婉渠。 公济阳。 破例游军。 吉秦军博南, 开封东北, 展。 七千人将一人, 守五十七级, 捕鲁七十三人, 四绝封号林平军。 又站蓝田北, 展车司马。 二人, 其长一人, 守二十八级, 捕鲁五十七人。 至霸上。 佩公立位汉王, 四射绝剑五侯。 千位其兜卫。 从定三秦。 别西及张平军于隆西, 破之, 定隆西六县, 所将促展车司马, 后各四人。 其长十二人。 从东及楚, 至蓬城。 汉军拜海, 保雍秋, 去及反者王武等。 略良的, 别。 将及行说君滋南, 破之, 深的说都为二人, 司马, 后十二人, 将力促四千一百八十人。 破楚军营阳东。 三年, 四十亿四千二百户。 别之河内, 及赵江奔好军朝戈, 破之, 所将促的齐江二人, 车马二百五十匹。 从宫。 安阳以东, 至吉普, 下七县。 别宫破赵军, 得齐江司马二人, 后四人, 将力促二千四百。 人。 从宫下邯郸。 别下平阳, 伸展首相, 所将促斩兵首, 郡首各一人, 降业。 从宫朝戈。 邯郸, 及别吉破赵军, 将邯郸郡六县。 海军熬仓, 破向吉君臣高南, 及绝处想道, 起。 银阳至相亿。 破向冠君卤下, 略得东至增, 潭, 下批, 南至其, 逐义。 吉向汉记阳下, 还吉向吉臣下, 破之。 别定江陵, 将江陵驻国, 大司马以下八人, 升得江陵王, 升至之。 洛阳, 应定南郡。 从至臣, 取楚王姓, 剖福世事物诀, 定十四千六百户, 号姓武侯。 以其都未从吉代, 攻韩姓平臣下, 海军东元。 有功, 千位车骑将军, 并将梁, 照。 骑, 楚车骑, 别吉臣西臣相场, 破之, 应将驱逆。 从吉秦步有功, 一封定十五千三。 百户。 凡斩首九十级, 鲁百三十二人, 别破军十四, 降臣五十九, 定郡, 国各一, 县二。 十三, 得王, 驻国各一人, 两千十以下至五百十三十九人。 高后五年, 涉促, 侍卫宿侯。 自庭戴侯。 二十一年, 作侍国人过律, 孝文后三年。 夺侯, 国除。 快成侯谢者, 配人也, 姓周氏。 常为高祖参臣, 以赦人从起配。 至坝上, 西入蜀。 汉, 海定三秦, 十亿池阳。 东爵永道, 从出渡平英, 玉怀英侯冰香国, 君诈利诈不利。 中吴离上兴。 以, 魏姓武侯, 十亿三千三百户。 高祖十二年, 以谢魏快成侯, 除钱所食。 以, 尚遇自己承兮, 快成侯契约, 使情攻破天下, 未尝自行。 经尚常自行, 世卫无人。 可食者乎。 尚以为, 爱我, 四入殿门不屈, 杀人不死。 至孝文五年, 谢以寿终, 世卫真侯。 紫昌代侯, 有罪, 国除。 至孝景中二年, 封谢。 自居代侯。 至远顶三年, 居位太长, 有罪, 国除。 太史公约, 杨陵侯赴宽, 姓武侯敬涉皆高绝, 从高祖起山东, 宫相级, 诸沙明将。 破军将臣以时数, 未尝困辱, 此一天寿也。 快成侯周谢操心肩震, 身不见疑, 尚欲有所。 知, 未尝不垂涕, 此有伤心者然, 可谓赌厚君子矣。 所引述赞, 杨陵, 杏武, 杰法从汉。 动业人谋, 功识天赞。 定其破相, 我君常观。 快成为之, 已显不乱。 主上称中, 仍成枪万。 史记流进书孙通列传。 流进者, 其人也。 汉无年, 树隆兮, 过洛阳, 高地在焉。 楼静脱晚路, 依其阳求。 见其人于将军曰, 成元剑上言便是, 于将军玉语之先依, 楼静曰, 成一伯, 一伯。 剑, 一赫, 一赫剑, 终不敢一一。 于是于将军入盐上。 上诏入见, 四时。 以而问楼静, 楼静说曰, 陛下都落阳, 其欲与周氏比临丝灾, 上曰, 然。 楼静曰, 陛下取天下与周氏意。 周之先自后继, 遥风之台, 积得类善时有余事。 宫流, 必截居兵。 太旺以狄伐固, 去兵, 仗马追居其, 国人争随之。 吉文王位西伯, 断于瑞之。 宋, 使寿命, 吕旺, 伯夷自海滨来归之。 武王伐咒, 不齐而会梦经之上八百诸侯, 接曰, 咒可发以, 遂灭阴。 陈王即位, 周公之属父相焉, 乃迎臣周洛义, 以此为天下之中也。 诸侯四方那共之, 道理君以, 有德则亦以亡, 无德则亦以亡。 凡居此者, 欲令周物以得。 智仁, 不欲依祖险, 令后世交奢以虐明也。 吉周之圣时, 天下何恰, 四夷相丰, 慕亦怀。 得, 傅离而病是天子, 不屯一族, 不战一世, 八夷大国之名莫不兵符, 笑其共执。 吉周, 知衰也, 芬儿未两, 天下末朝, 周不能治也。 非其得宝也, 而行事弱也。 经陛下起丰沛。 收促三千人, 以知静网而卷属汉, 定三情, 与相与战营阳, 真诚高之口, 大战七十。 小战四十, 使天下之名甘恼徒弟, 父子报谷中也, 不可胜数, 哭泣之声畏绝, 商矣者畏。 其, 而欲比林思于成康之时, 臣妾已为不谋也。 且夫情的背山带河, 四塞已为故, 促然。 有吉, 百万之众可惧也。 因秦之故, 资胜美高于之地, 此所谓天府者也。 陛下入关而兜, 知, 山东虽乱, 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与人斗, 不义其抗, 抚其背, 未能全其胜也。 经陛下入关而兜, 按秦之故地, 此意亦天下之抗而俯其背也。 高帝问群臣, 群臣皆山东人, 真言周王数百年, 秦二世吉王, 不如兜周, 上一位能, 绝, 吉留侯明言入关辩, 吉日车驾西兜关中, 于是上曰, 本言都秦帝者楼敬, 楼, 者乃, 流, 也, 似姓流氏, 拜卫郎中, 好卫奉春君。 汉七年, 韩王姓返, 高帝自网吉之。 至敬阳, 文姓与匈奴欲共吉汉, 上大怒, 使人, 使匈奴, 匈奴逆其壮士肥牛马, 但见老弱吉雷处, 使者十倍来, 皆言匈奴可吉, 上使流, 靖赴往使匈奴, 还报曰, 两国相及, 此一夸京剑所长, 京城网, 图见雷吉老弱, 此臂, 欲见短, 扶其兵以真理, 于以为匈奴不可及也, 适时汉兵已于巨柱, 二十余万兵已也, 行, 上怒, 骂流靖曰, 其鲁, 以口舌的官, 今乃望言举无君, 谢系靖广无, 遂望, 至平臣, 匈奴果出骑兵为高地白灯, 七日然后的解, 高地至广无, 设境, 曰, 吴不用, 公言, 以困平臣, 吴皆已斩前使时被言可及这意, 乃风敬两千户, 未官内侯, 好未见, 姓侯 高地霸平臣归, 韩王姓王入湖, 当事时, 茂盾未丹于, 兵墙, 空闲三十万, 数苦辈, 边, 上患之, 问刘靖, 刘靖曰, 天下出定, 士族霸于兵, 未可以五福也, 冒顿杀附带, 历, 七群母, 以历为威, 未可以仁义说也, 独可以祭久远子孙为臣耳, 然恐陛下不能为, 上约, 臣可, 何为不能, 故为奈何, 刘靖对约, 陛下臣能以示长公主妻之, 后奉仪之, 彼之汉是女颂后, 满仪必目以为恶事, 身子必为太子, 带丹于, 何者, 贪汉, 重弼, 陛下以遂时汉所与彼所先述问疑, 因使便是风雨以礼节, 冒顿在, 故为子序, 死, 则外孙为丹于, 其长文外孙敢于大富抗礼者哉, 兵可无战以见臣也, 若陛下不能浅长, 公主, 而令宗士及后宫诈称公主, 彼一之, 不肯跪尽, 无异也, 高帝曰, 善, 欲, 浅长公主, 吕后日夜戚, 曰, 妾为太子, 义女, 奈何戚之匈奴, 上进不能浅长公主, 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 妻丹于, 使刘静网结和清约, 刘静从匈奴来, 因言, 匈奴河南白阳, 楼梵王, 去长安静者七百里, 清其一日一夜, 可以至情中, 情中心破, 少明, 得肥饶, 可一时, 夫诸侯出起时, 飞其诸田, 楚昭, 驱, 静默能兴, 经陛下虽都关中, 时少人, 北境湖寇, 东有六国之族, 宗强, 一日有变, 陛下义未得高枕而卧也, 成员陛下喜齐朱田, 楚昭, 驱, 景, 燕, 赵, 韩, 魏厚, 吉豪, 杰明家居关中, 无事, 可以背乎, 诸侯有变, 义族律已东伐, 此墙本若末之树也, 上, 曰, 善, 乃使流尽喜所言观中时于万口, 书孙通者, 薛人也, 秦始以文学真, 呆赵博士, 数岁, 陈胜起山东, 使者以文, 而, 誓赵博士诸如生问曰, 楚树促宫其入城, 于功如何, 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 人, 成无疆, 疆即返, 罪死无赦, 原陛下即发兵即之, 二是怒, 作色, 书孙通前曰, 诸, 生言皆非也, 夫天下何谓一家, 毁郡献臣, 朔其兵, 是天下不复用, 且明主在其上, 法, 令据于下, 使人人奉执, 四方福凑, 安敢有反者, 此特群道属窃狗道尔, 何足智之之齿衙, 兼, 俊守卫经不论, 何足忧, 二是喜约, 善, 敬问朱身, 敬问朱身, 朱身或言反, 或言道, 于是二是令玉使按朱身言反者下立, 非所疑言, 朱言道者皆罢之, 乃次书孙通博二十匹, 一一席, 拜卫博士, 书孙通已出宫, 反舍, 朱身曰, 先生何言之于也, 通曰, 公不知也, 我姬不脱于湖口, 乃王去, 之靴, 靴以降处矣, 即向良之靴, 书孙通从之, 拜于定陶, 从怀王, 怀王为异地, 喜长沙, 书孙通流世相王, 汉二年, 汉王从武诸侯, 入蓬城, 书孙通将汉王, 汉王拜而息, 应尽从汉, 书孙通如福, 汉王增之, 乃便其父, 福短依, 楚智, 汉王喜, 书孙通之将汉, 从如生弟子百渝人, 然通魔所言尽, 专言诸顾群道壮士尽之, 弟子, 皆妾骂曰曰, 是仙身数岁, 性得从降汉, 经不能进尘等, 专言大华, 何也, 书孙通文, 知, 乃未曰, 汉王方蒙使时真天下, 诸身您能斗乎, 顾先言斩将千奇之事, 诸身且呆, 我, 我不妄已, 汉王拜书孙通为博士, 好祭四君, 汉五年, 已并天下, 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 书孙通就起一号, 高帝西去秦柯, 以法, 未简易, 群臣饮酒真宫, 罪获忘乎, 拔剑即住, 高帝患之, 书孙通之上一宴之也, 说上曰, 夫如者难语进去, 可语守臣, 臣缘真鲁诸身, 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高帝, 曰, 的吾难乎, 书孙通曰, 五帝义乐, 三王不同礼, 礼者, 应时事人情为之杰文, 这也, 顾下, 应, 周知礼所应损义可知者, 为不相赴也, 臣缘颇采鼓立与情仪杂就之, 上曰, 可识未知, 另一知, 度无所能行为之, 于是书孙通使真鲁诸身三十余人, 鲁有两身不肯行, 曰, 宫所侍者且始主, 接面, 于以的亲贵, 经天下出定, 死者为葬, 伤者为起, 又欲起礼乐, 礼乐所有起, 积得百年, 而后可心也, 无不忍为公所为, 公所为不合谷, 无不行, 公网义, 无无我, 书孙通孝, 曰, 若真彼如也, 不知时辩, 遂与所真三十人兮, 即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于人为免罪也外, 习之岳于, 书孙通曰, 上可侍官, 上纪官, 使行礼, 曰, 无能为此, 乃令群臣习义, 会十岳, 汉七年, 常乐功臣, 诸侯群臣皆朝十岳, 以, 先平民, 业者治理, 隐以赐入殿门, 亭中乘车骑步促卫功, 设兵张旗志, 传宴, 驱, 殿下郎中匣臂, 臂数百人, 功臣列侯, 诸将军军力以赐陈西方, 东乡, 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 西乡, 大行设酒兵, 卢传, 于是, 皇帝免出房, 百官直直传景, 引诸侯王以下致力六百十以赐奉贺, 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 孔肃敬, 致礼必, 复致法酒, 诸是坐殿上皆扶一手, 以尊卑赐起上寿, 商九行, 业者言, 罢九, 欲使之法举不如以者者隐去, 敬朝至久, 吾敢换华施礼者, 于是高帝曰, 吾乃今日之位皇帝之贵也, 乃拜书孙通位太长, 赐金五百金, 书孙通应敬曰, 朱弟子如身随臣久矣, 与臣共位矣, 原陛下官之, 高帝昔以为, 郎, 书孙通出, 皆以五百金金赐诸身, 诸身乃皆喜曰, 书孙生成圣人也, 知当事之要, 五, 汉九年, 高帝昔书孙通为太子太父, 汉十二年, 高祖欲以赵王如义义太子, 书孙通, 见上曰, 习者敬献功以离基之故费太子, 立西齐, 敬国乱者数十年, 为天下孝, 情义, 不早定扶苏, 令赵高德以诈利胡亥, 自始灭四, 此陛下所清见, 经太子仁孝, 天下皆闻, 知, 吕后与陛下公苦食但, 其可被栽, 陛下必欲费事而利少, 成员先扶诸, 以锦邪污的, 高帝约, 公罢以, 吴执细尔, 书孙通曰, 太子天下本, 本义摇天下震动, 乃, 何以天下卫系, 高帝约, 吴听公言, 即上至久, 见刘侯所召客从太子入见, 上乃, 岁吴义太子至乙, 高帝崩, 孝慧即位, 乃为书孙深曰, 先帝园林秦庙, 群臣莫习, 喜慧太常, 定, 宗庙以法, 即烧定汉朱以法, 皆书孙深为太常所论住也, 孝慧地位东朝常乐宫, 即兼网, 树必凡人, 乃坐依附道, 方住五库南, 书孙深奏事, 殷请兼曰, 陛下贺自助依附道高请, 依观月出游高庙, 高庙, 汉太祖, 奈何令后事, 子孙成宗庙道上行哉, 孝慧地大聚, 曰, 即坏之, 书孙深曰, 仁主无过举, 经, 以坐, 百姓皆知之, 经坏此, 则是有过举, 元陛下元庙未备, 依观月出游之, 亦广多宗, 庙, 大孝之本也, 上乃照有私立元庙, 元庙起, 以, 父道故, 校会帝曾春出游离宫, 书孙深曰, 古者有春藏果, 方经樱桃树, 可献, 元陛下出, 应取樱桃献宗庙, 上乃许之, 诸果献有此心, 太史公约, 宇约, 千金之囚, 非一壶之夜也, 台谢之催, 非一目之之也, 三代之计, 非一世之之也, 幸灾, 夫高祖起为戏, 定海内, 谋祭用兵, 可谓尽之以, 然而流尽, 脱晚路一说, 见万世之安, 至其可专邪, 书孙通悉是渡悟, 智力进退, 与时变化, 醋味, 汉家如宗, 大直若驱, 道故尾蛇, 盖未是乎, 所引述赞, 煞极重干, 求非一壶, 伟路献说, 教绝成书, 皇帝使贵, 车架西兜, 继安太子, 又何匈奴, 凤春, 祭祀, 其功可图, 史记记不乱不列传, 继布者, 楚人也, 为弃任辖, 有名于楚, 向及史将兵, 数炯汉王, 及向羽灭, 高祖, 够求不千金, 敢有舍逆, 最及三族, 继布逆蒲扬周氏, 周氏曰, 汉够将军籍, 及且智, 臣家, 将军能听臣, 成感献祭, 及布能, 原先自谨, 祭布许之, 乃昆前祭布, 一鹤一, 至广流车中, 并与其家同数十人, 之鲁朱家所卖之, 朱家心之事祭布, 乃买而至之田, 借其子曰, 天室听此奴, 必与同时, 朱家乃成窑车之洛阳, 见入殷侯藤宫, 藤宫, 留朱家隐述日, 因为藤宫约, 既不合大罪, 而上求之即也, 藤宫约, 不数为相语, 囧上, 上愿之, 顾必欲得之, 朱家约, 君士既不合如人也, 约, 贤者也, 朱, 家约, 臣各为其主用, 既不为相即用, 执耳, 向侍臣可敬诸邪, 经上使得天下, 独以, 己知私愿求一人, 何事天下之不广也, 且已既不知贤而汉求之即如此, 此不被走湖极难, 走悦耳, 夫济壮士已资敌国, 此五子虚所以边经平, 王之木也, 君何不从荣卫上言邪, 如阴侯腾宫心之朱家大侠, 亦既不逆其所, 乃许曰, 诺, 呆奸, 果言如朱家旨, 上, 乃设既不, 当事时, 诸公皆多既不能摧刚未柔, 朱家亦以此明文当事, 既不照见, 写, 上拜为郎中, 校会时, 为中郎将, 丹于常为舒曼吕后, 不逊, 吕后大怒, 赵朱将一知, 上将军凡, 怪曰, 陈元的十万众, 横行匈奴中, 朱将皆阿吕后裔, 曰, 然, 既不曰, 凡怪, 可展也, 夫高帝将冰四十余万众, 困于平城, 精怪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 免欺, 且, 秦已逝于狐, 陈胜等其, 于经创一味抽, 怪又面于, 欲摇动天下, 逝时殿上皆孔, 太, 后霸朝, 遂不复一级凶奴士, 既不为何东守, 孝文时, 仍有言其贤者, 孝文照, 欲以为欲使大夫, 傅有言其勇, 使久难尽, 至, 留底一月, 见罢, 既不应尽约, 臣无功切宠, 呆醉何东, 陛下无故照, 臣, 此人必有已臣妻陛下者, 精臣至, 魔所受事, 罢去, 此人必有已毁臣者, 夫臂下矣, 义人之欲而照臣, 义人之悔而去臣, 臣恐天下有时文之有已窥臂下也, 上莫然残, 良, 九曰, 河东无谷公郡, 故特赵君儿, 不辞之官, 储人曹丘生, 便是, 数招全顾金钱, 是贵人赵同等, 与窦长君闪, 记不文之, 记书, 见窦长君曰, 无文曹丘生非长者, 物语通, 及曹丘生归, 欲得书请记不, 窦长君曰, 既将君不说足下, 足下无网, 故请书, 遂行, 使人先发书, 既不果大怒, 呆曹丘, 曹丘治, 即依既不曰, 楚人厌曰, 的黄金柏, 不如的既不宜诺, 足下何以得此身, 于良楚奸哉, 且扑楚人, 族下义楚人也, 蒲游阳族下之名于天下, 故不中邪, 何族下聚, 蒲之身也, 记不乃大说, 引入, 留树月, 为上课, 后诵之, 记不明所以义闻者, 曹丘, 阳之也, 记不地记心, 气概观中, 御人宫颈, 为任侠, 方数千里, 是皆真谓之死, 常杀人, 王之吾, 从元思逆, 常是元思, 地处贯夫, 及福之属, 常为中司马, 中为志都不敢不加, 礼, 少年多时时窃及其名以行, 当事时, 既心以勇, 不以诺, 这文官中, 既不母帝丁公, 为楚江, 丁公为向宇竹炯高祖彭承熙, 短兵阶, 高祖籍, 故丁公曰, 两贤起乡恶哉, 于是丁公引兵而还, 汉王遂解去, 即向王灭, 丁公夜见高祖, 高, 祖以丁公训君中, 曰, 丁公为向王臣不忠, 使向王师天下者, 乃丁公也, 遂斩丁公, 曰, 使后事为人臣者, 无效丁公, 鸾步者, 良人也, 使良王彭月为家人时, 常与不游, 穷困, 令拥于其, 为九人保, 数岁, 彭月去之巨也中未到, 而不为人所略迈, 为奴于宴, 为其家主报仇, 宴将脏徒举, 以为兜卫, 脏徒后为燕王, 以不为疆, 及脏徒返, 汉及燕, 鲁布, 梁王彭月闻之, 乃言, 上, 请书不以为梁大夫, 使于其, 为孩, 汉赵彭月, 则以谋反, 以三族, 以而销彭月头于洛阳下, 赵曰, 有感收事者, 则不知, 不从其孩, 奏事彭月头下, 此而哭之, 力补不以文, 上赵部, 骂曰曰, 若与彭月反邪, 无尽人物收, 若独词而枯之, 与月反明以, 去亨之, 方提去, 汤, 不顾曰, 原一言而死, 上曰, 何言, 不曰, 方上之困于彭尘, 拜营阳, 陈高间, 向王所以不能惜, 徒以彭王居良的, 与汉何从苦楚也, 当世之时, 彭王一故, 与楚则汉破, 与汉而楚破, 且该下之会, 为彭王, 向世不亡, 天下已定, 彭王剖福受风, 亦遇传之万事, 经陛下一针兵于粮, 彭王并不行, 而陛下已已违反, 返行未见, 已磕, 小岸诸灭之, 成孔功成仁仁自为也, 经彭王已死, 成生不如死, 请就亨, 于世上乃是, 不醉, 拜卫都卫, 孝文时, 为燕香, 至将军, 不乃称曰, 穷困不能辱身下至, 非人也, 富贵不能快, 亦, 非贤也, 于世常有得者后报之, 有愿者必以法灭之, 无反时, 以军功封于侯, 辅, 为燕相, 延期之间皆为鸾部立设, 号曰鸾公社, 景帝中五年轰, 子奔寺, 为太长, 牺牲不如令, 国除, 太史公约, 以向羽之气, 而既不以永显于楚, 身具君千骑者数矣, 可谓壮士, 然至, 被行录, 为人奴而不死, 何其下也, 彼必自负其财, 故受辱而不休, 欲有所用其为足也, 故中卫汉名将, 贤者沉重其死, 夫必切见仁感慨而自杀者, 非能永也, 其计划无负之, 而, 鸾不哭彭月, 去汤如归者, 彼臣之所处, 不自重其死, 虽网古列士, 何以加哉, 所引述赞, 记不, 记心, 有身良, 处, 百经然诺, 十万智据, 出手河东, 古宫是, 语, 鸾不哭月, 犯境见卢, 复顶非渊, 成之所处, 史记原岸朝错列传, 原岸者, 处人也, 自私, 复顾为群道, 喜处安宁, 高厚时, 岸常为屡路设人, 极小, 文帝即位, 岸兄怪任岸位中郎, 将侯为丞相, 朝霸驱出, 义得圣, 上礼之功, 常自诵之, 原岸敬约, 陛下已成相, 何如人, 上约, 设计臣, 岸约, 将侯所谓功臣, 非设计臣, 设计臣主在与在, 主王与王, 方吕后时, 诸吕用事, 善相望, 流氏不绝如带, 适时将侯为太尉, 主兵丙, 福能阵, 吕后崩, 大臣相与共叛诸吕, 太尉主兵, 是会其成功, 所谓功臣, 非设计臣, 臣相如有交主色, 陛下谦让, 臣主施礼, 且为陛下不取也, 后朝, 上义庄, 臣相义卫, 以而将侯望原岸约, 无语而凶善, 今儿庭悔我, 岸遂不屑, 即将侯免向之国, 国人尚书告以违反, 珍戏轻事, 宗事诸公莫敢未言, 为原岸名将, 侯无罪, 将侯的事, 岸婆有力, 将侯乃代与岸结交, 淮南立王朝, 沙辟阳侯, 居处交审, 元岸建约, 诸侯大交必生患, 可是削帝, 上义庄, 淮南王一痕, 及及仆侯采武太子谋反是绝, 至, 连淮南王, 淮南王针, 上阴迁, 知数, 剑车传颂, 原岸十位中郎将, 乃建约, 陛下宿交淮南王, 福烧尽, 以至此, 经, 又报摧折之, 淮南王为仁刚, 如有欲物漏行道死, 陛下敬畏以天下之大福能容, 有沙地, 知名, 奈何, 上福厅, 遂行之, 淮南王至雍, 病死, 闻, 上措时, 哭甚哀, 岸入, 顿手请罪, 上约, 以不用公言, 至此, 岸约, 上自宽, 此往事, 岂可悔哉, 且陛下有高氏之行者三, 此不足以毁明, 上约, 无高氏行三者何事, 岸约, 陛下居代时, 太后长病, 三年, 陛下不交, 结, 不解一, 汤要非陛下口所长福尽, 夫曾参以不依由南之, 经陛下轻以王者修之, 过, 曾参效远矣, 夫诸吕用事, 大臣专制, 然陛下从代臣六传持不测之冤, 虽奔欲之永不及, 陛下, 陛下至代底, 西相让天子位者在, 南面让天子位者三, 夫许游一让, 而陛下无以, 天下让, 过许游四以, 且陛下千怀难亡, 欲以苦其至, 使改过, 有思位不景, 故病死, 于是尚乃解, 曰, 江奈何, 昂曰, 淮南王有三子, 为在陛下尔, 于是闻帝立, 其三子皆为王, 昂有此民众朝廷, 原昂常隐大体慷慨, 患者赵同以树性, 常害原昂, 原昂患之, 昂兄子种未尝试其, 持节加成, 说昂曰, 君与斗, 停辱之, 使其悔不用, 孝文帝出, 赵同参臣, 原昂福, 车前曰, 承闻天子所与共六尺余者, 皆天下豪阴, 今汉虽伐人, 陛下独奈何与刀俱于, 仁宰, 于是上校, 下赵同, 赵同气下车, 闻帝从霸灵上, 玉溪池下郡板, 原昂齐, 并车兰佩, 上曰, 将军窃邪, 昂曰, 承闻千金之子座不垂堂, 百金之子不齐横, 圣主不成为而侥幸, 经陛下臣六妃, 持下, 郡山, 如有马金车败, 陛下纵自卿, 乃高妙, 太后何, 上乃至, 上姓上陵, 皇后, 圣夫人从, 其在镜中, 长同习坐, 急坐, 狼鼠掌不习, 圆昂隐阙, 圣夫人坐, 圣夫人怒, 不肯坐, 上亿怒, 起, 入镜中, 昂阴说约, 成文尊卑有序则, 上下何, 经陛下既已立后, 圣夫人乃妾, 妾主岂可与痛作哉, 是所以施尊卑已, 且陛下, 信之, 即后赐之, 陛下所以为圣夫人, 是所以获之, 陛下独不见, 仁智, 呼, 于世上, 乃说, 赵与圣夫人, 圣夫人赐昂经五十经, 然缘昂义以树直见, 不得久居中, 条位隆兮都位, 仁爱士族, 士族皆真位死, 千位, 奇相, 喜畏无相, 此行, 种位昂曰, 吾王交日久, 国多间, 经苟欲合制, 笔不上书告, 君, 吉利见赐君矣, 南方碑师, 君能日饮, 吾鹤, 时说王曰吾反而矣, 如此性的托, 昂用种之计, 吾王后遇昂, 昂告归, 到逢丞相身徒家, 下车拜夜, 丞相从车上谢圆昂, 圆昂还, 溃其利, 乃之, 丞相舍上夜, 求见丞相, 丞相良久而见之, 昂应贵曰, 缘请监, 丞相曰, 使君所, 言公事, 知草与常使愿意, 无且奏之, 即私邪, 无不受私语, 圆昂即贵说曰, 君位, 丞相, 自度属于陈平, 将侯, 丞相曰, 无不如, 圆昂曰, 善, 君及自卫不如, 夫尘平, 将侯辅义高地, 定天下, 为将相, 而诸诸吕, 存留事, 君乃为财官绝章, 千位, 对律, 激功至怀仰手, 非有其既功臣也战之功, 且陛下从带来, 美朝, 郎官尚书书, 为, 常不止念受其言, 言不可用致之, 言可受采之, 为常不称善, 何也, 则欲以至天下贤士, 大夫, 上日闻所不闻, 明所不知, 日益甚至, 君经自闭前天下之口而日益于, 夫以圣主, 择余香, 君受获不久矣, 丞相乃在拜约, 家比也人, 乃不知, 将君信教, 引入于, 坐, 未尚可, 昂素不好朝措, 朝措所居坐, 昂去, 昂坐, 错一去, 两人未尝同堂语, 及孝文帝崩, 孝景帝即位, 朝措位玉使大夫, 使利按元昂受吾王财物, 抵罪, 照赦已为数人, 无处反, 文, 朝措位臣使曰, 夫元昂多受吾王金钱, 专位必逆, 言不反, 经过反, 欲请致昂移之计谋, 尘使曰, 事未发, 致之有绝, 经兵西乡, 致之何意, 且圆昂, 不宜有谋, 朝措有语未绝, 人有告圆昂者, 圆昂恐, 夜见窦音, 未言无所以反者, 圆, 至上前口对状, 窦音入言上, 上乃照圆昂入见, 朝措在前, 即昂请辟人刺监, 错去, 故, 恨甚, 圆昂巨言无所以反状, 以错顾, 独己斩措以泄无, 无兵乃可罢, 其语惧在无事中, 使圆昂谓太长, 都因为大将军, 两人肃相与善, 待无反, 朱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真妇, 两人, 车随者日数百尘, 即朝措以朱, 圆昂以太长使吾, 吾王欲使将, 不肯, 欲杀之, 使义都未以五百人为, 守昂君中, 圆昂自其为无相识, 有从始长道爱昂是儿, 昂知之, 浮泻, 欲知如故, 仁有, 告从始, 言, 君之而与侍者通, 乃王归, 圆昂屈自追之, 遂以侍者伺之, 父未从始, 即圆昂始无见首, 从始始卫守昂孝位司马, 乃昔以其装机至二时纯牢, 惠天寒, 士族机, 可, 饮酒醉, 西南邹促皆卧, 司马夜饮元昂起, 曰, 军可以去以, 吾王其但日斩军, 昂福信, 曰, 功和位者, 司马曰, 臣故未从始到君是儿者, 昂乃今谢曰, 功信有轻, 吾不足以类功, 司马曰, 军地去, 臣亦且亡, 辟无轻, 君何患, 乃以刀绝章, 道从最促岁出, 司马宇分贝, 袁昂姐姐毛怀之, 杖, 步行七八里, 明, 见良旗, 旗持去, 岁归报, 无处已破, 上更以袁王子平路侯李为楚王, 袁昂未楚相, 常上书有所言, 不用, 袁, 岁并免居家, 与吕里福省, 相随行, 斗鸡走狗, 洛阳巨梦常过袁岁, 岁善待之, 安陵府, 仁有位岁曰, 吾文巨梦伯徒, 将军何自通知, 岁曰, 巨梦虽伯徒, 然母死, 客颂, 藏车千余圣, 此意有过仁者, 且缓及人所有, 夫一旦有及叩门, 不以轻未解, 不以存亡, 为此, 天下所望者, 独济心, 巨梦耳, 金公常从数旗, 一旦有缓及, 民族是乎, 马府, 仁, 福与通, 诸公文之, 皆多袁岁, 袁岁虽家居, 景帝时时使人问仇策, 梁王欲求位似, 袁岁静说, 其后语色, 梁王已, 此怨岁, 曾使人刺岁, 伺者至关中, 问袁岁, 诸君欲知皆不容口, 乃见袁岁曰, 承受, 梁王今来伺君, 君长者, 不忍伺君, 然后伺君者时于曹, 被知, 袁岁心不乐, 家又多, 怪, 乃知否生所问战, 还, 梁刺客后曹被裹遮刺沙昂安陵锅门外, 朝措者, 尹川人也, 学生商行名于指张辉先锁, 与洛阳宋梦及琉璃同诗, 以文学位, 太常掌顾, 错为人屡职客身, 校文第十, 天下无至尚书者, 读文济南福生顾秦博士, 至尚书, 年九十余, 老不可真, 乃照太常使人往寿之, 太常遣措受尚书扶身锁, 还, 应上便宜事, 以书称说, 照以为太子设人, 门大夫, 家令, 以其变得姓太子, 太子家号曰, 智囊, 术上书校文时, 言销诸侯事, 及法令可根定者, 书述时上, 校文不听, 燃其其才, 千, 为钟大夫, 当事时, 太子善错计策, 原昂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位, 以错位内使, 错常述请兼言是, 折听, 宠信亲九亲, 法令多所根定, 臣, 乡生徒家心伏辩, 立位有乙伤, 内使府居太上妙软中, 门东出, 不便, 错乃川两门难出, 凿妙软园, 丞相家文, 大怒, 欲因此过位奏请诸错, 错文之, 即夜请兼, 拒位上言之, 丞相奏事, 应言错善凿妙园为门, 请下庭位诸, 上曰, 此非妙园, 乃软中园, 不至, 于法, 丞相谢, 霸朝, 怒位常使曰, 吾当先展以文, 乃先请, 为儿所迈, 故悟, 丞相遂发病死, 错以此月跪, 千位御史大夫, 请诸侯知罪过, 削其地, 收其之郡, 奏上, 上令公亲列侯宗室即义, 莫感难, 读斗因真知, 有此语错有阙, 错所更令三十章, 诸侯皆宣华即朝错, 错复文, 知, 从尹川来, 为错曰, 上出即位, 公为正用事, 清靴诸侯, 别书人骨肉, 人口亦多, 愿公者, 何也, 朝错曰, 故也, 不如此, 天子不尊, 宗妙不安, 错复曰, 刘氏, 安矣, 而朝氏为矣, 无去功归矣, 遂隐要死, 曰, 无不忍见或即无身, 死时余日, 无处欺国果反, 以诸错未明, 即斗因, 袁昂静说, 上令朝错依朝依展东氏, 朝错已死, 业者仆设邓公为校尉, 即无储君未将, 还, 上书言君事, 业见上, 上问, 曰, 道君所来, 文朝错死, 无储罢不, 邓公曰, 无王位反数十年已, 发怒靴的, 以诸错未明, 其亦非在错也, 且诚恐天下之事进口, 不敢赴言也, 上曰, 何灾, 邓公曰, 夫朝错换诸侯强大不可制, 故请靴的以尊经施, 万事之力也, 计划使刑, 促, 受大陆, 内度忠臣之口, 外为诸侯报仇, 臣妾为陛下不取也, 于是景帝默然良久, 曰, 公言善, 无意恨之, 乃拜邓公为臣阳中卫, 邓公, 臣故人也, 多奇迹, 建缘中, 上昭贤良, 宫亲颜邓公, 十邓公免, 起家为久, 亲, 依年, 妇谢并免归, 其子张以修皇老严险于诸宫间, 太史宫曰, 原岸虽不好学, 亦善父慧, 人心未知, 隐亦慷慨, 遭孝文出力, 姿势逢, 是, 时已变异, 即无处义说, 说虽行哉, 然父不遂, 好生惊贤, 尽已明白, 朝错位加令, 时, 数言是不用, 后善权, 多索便根, 诸侯发难, 不及匡旧, 预报丝绸, 反义亡区, 语, 曰, 变古乱长, 不死则亡, 起措等位邪, 所引述赞, 原思公职, 亦多赋惠, 懒配见重, 却惜依赖, 朝错见测, 履臣厉害, 尊主悲臣, 家为国态, 卑鄙二子, 名利身败, 史记张氏之逢唐烈传, 张廷为氏之者, 赌洋人也, 自济, 有凶众同居, 以滋味其郎, 氏孝文帝, 十岁不得, 调, 摩索之名, 氏之曰, 酒患减重之产, 不遂, 欲自免归, 中郎将援昂之其贤, 习, 其去, 乃请喜事之补业者, 事之既朝弊, 因前言便宜一事, 文帝曰, 悲之, 无胜高论, 令今可施行也, 于事事之言情汉之间事, 情所以施而汉所以心者久之, 文帝称善, 乃, 拜事之为业者菩舍, 事之从行, 登虎圈, 上问上灵为诸情受不, 时余问, 为左右事, 竟不能对, 虎圈色, 夫从旁带位对上所问情受不胜息, 欲以观其能口对回应无穷者, 文帝曰, 立不当弱势, 邪, 为无赖, 乃照事之拜色夫位上灵灵, 事之久之前曰, 陛下已将侯周伯和如人也, 上曰, 长者也, 又妇问, 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 上妇曰, 长者, 事, 之曰, 夫将侯, 东阳侯称为长者, 此两人言是曾不能出口, 起, 此色夫叠叠利口结给, 灾, 且秦以刃刀笔之利, 立真以吉吉柯茶相高, 燃其壁图文俱耳, 无策影之时, 已故步, 文其过, 灵迟而至于二世, 天下土崩, 经陛下以色夫口变而超千之, 成恐天下随风靡靡, 真为口变而无其时, 且下之话上及于景象, 举措不可不审也, 文帝曰, 善, 乃, 至不拜色夫, 上旧车, 照世之参臣, 徐行, 问世之情之弊, 据以直言, 至公, 上拜世之为公车令, 请知, 太子与梁王供车入朝, 不下司马门, 于是誓之追止太子, 梁王吾的入殿门, 遂和不下宫门不进, 走之, 宝太后闻之, 文帝免官谢约, 交儿子不紧, 宝太后乃时, 使臣照射太子, 梁王, 然后的入, 文帝由誓其誓之, 拜卫钟大夫, 请知, 至中郎江, 从行至霸灵, 居北灵侧, 适时圣夫人从, 上指示圣夫人兴封道, 曰, 此走寒丹道也, 使圣夫人骨色, 上字以色而歌, 亦惨期悲怀, 故为群臣曰, 接乎, 以北山时未果, 用住续酌尘, 如期其间, 其可动灾, 左右接曰, 善, 是知, 前进曰, 使其中有可遇者, 虽顾南山有有戏, 使其中无可遇者, 虽无时果, 又喝其焰, 闻帝称闪, 其后拜示之为庭尾, 请知, 上行出中卫桥, 有一人从脚下走出, 乘于马经, 于是使其部, 属之庭尾, 是, 知智问, 曰, 献人来, 闻碧, 逆桥下, 九知, 以为行已过, 即出, 见乘于车骑, 即走, 而, 庭尾奏当, 义人犯弊, 当伐经, 闻帝怒曰, 此人清经无马, 无马赖柔和, 令他, 马, 故不败伤我乎, 而庭尾乃当之伐经, 是知曰, 法者天子所欲天下公共也, 经法, 如此而更重之, 是法不信于明也, 且方其时, 上使力诸之则已, 经济下庭位, 庭位, 天, 下之平也, 亦清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 明安所措其手足, 为陛下查之, 良久, 上曰, 庭尾当事也, 其后有人到高庙座前欲还, 不得, 闻帝怒, 下庭尾至, 是知暗律道宗庙服御物者位, 奏, 奏当器事, 上大怒曰, 人之无道, 乃道先帝庙器, 无属庭位者, 欲智之足, 而君, 以法奏之, 非无所以共成宗庙一也, 是知免官顿首谢曰, 法如是足也, 且最等, 然, 以逆顺未差, 经道宗庙器而足之, 有如万分之以甲令于名取长陵一头土, 陛下何以加, 其法乎, 久之, 文帝与太后言之, 乃许庭未当, 事时, 中卫调侯周雅夫与梁相山都侯, 王田开见是支持一平, 乃结为亲友, 张廷位由此天下称之, 后文帝崩, 井帝立, 事之孔, 称柄, 欲免去, 据大诸智, 欲见谢, 则为之何如, 永, 王申记, 促见谢, 井帝不过也, 王申者, 善为黄老颜, 楚氏也, 常照居亭中, 三宫九卿尽慧立, 王申老人, 曰, 吾, 山姐, 故为张廷位, 为我截山, 事之贵而截之, 既以, 人或为王申曰, 独奈何, 亭辱张廷位, 使贵截山, 王申曰, 吾老且见, 自度终无异于张廷位, 张廷位方惊天, 夏明臣, 吾故撩辱廷位, 使贵截山, 欲以众之, 诸公文之, 贤王申而众张廷位, 张廷位是井帝岁于, 为淮南王相, 由上以前过也, 酒之, 事之醋, 其子曰张至, 自, 常公, 官至大夫, 免, 以不能取荣当事, 故终身不适, 逢唐者, 其大父赵人, 父喜代, 汉兴喜安邻, 唐乙孝者, 为中郎署长, 是文帝, 文帝免过, 问唐曰, 父老何自卫郎, 家安在, 唐聚以识对, 文帝曰, 吾居代识, 吾, 上时间高驱数, 为我言赵将礼其之贤, 站于聚录下, 经无美范, 亦未尝不在聚录也, 父之, 知乎, 唐对曰, 上不如连坡, 礼目之为将也, 上曰, 何以, 唐曰, 臣大父, 在赵时, 为官将, 善礼目, 臣父故为代乡, 善赵将礼其, 知其为人也, 上纪闻连坡, 礼目为人, 梁说, 而伯碧曰, 皆呼, 吾, 独不得连坡, 礼目时为无将, 无其忧凶奴哉, 唐曰, 主臣, 陛下虽得连坡, 礼目, 福能用也, 上怒, 启入境中, 梁久, 赵唐让, 曰, 功奈何众辱我, 独无见处乎, 唐谢曰, 彼人不知忌讳, 当事之时, 匈奴心大入朝, 杀北地都未养, 上以胡寇未义, 乃促复问唐曰, 功, 何以之无不能用连坡, 礼目也, 唐对曰, 陈文上古王者之前将也, 贵而推古, 曰捆, 以内者, 寡人治之, 捆以外者, 将军治之, 军功觉赏皆觉于外, 归而奏之, 此非虚言也, 陈大傅言, 李牧位照将居边, 军事之租皆自用享誓, 赏赏, 赏赐绝于外, 不从终扰也, 委任, 而则成功, 顾李牧乃的近期智能, 遣选车千三百成, 构其万三千, 百经之事十万, 事已, 北竹丹鱼, 破东湖, 灭诞林, 西义强秦, 南之寒, 魏, 当逝之时, 赵己霸, 其后会赵王, 千利, 其母畅也, 王千利, 乃用锅开禅, 促诸李牧, 令严俱待之, 事已兵破市北, 魏秦, 所勤灭, 京臣妾文位上位云中守, 其军士租竟以享士族, 私养前, 五日一追牛, 享兵客, 军力设人, 事已匈奴远避, 步进云中之赛, 鲁层一入, 上绿车其极之, 所杀其众, 夫事, 促进家人子, 其田中从军, 安之此即五福, 中日立战, 斩首不鲁, 上宫莫府, 一言不相, 应, 文立以法神之, 其赏步行而立奉法必用, 臣于, 以为陛下法太明, 赏太轻, 法太重, 且云中守卫上座上攻守鲁刹六级, 陛下下之力, 消其绝, 法座之, 由此言之, 陛下虽, 得连坡, 礼目, 福能用也, 臣臣于, 处忌会, 死罪死罪, 文帝说, 逝日令逢堂池结社, 卫上, 父已为云中守, 而拜堂卫车其都卫, 主中卫及郡国车氏, 七年, 景帝立, 以堂卫除香, 免, 五帝立, 求贤良, 举逢堂, 堂十年九十余, 不能, 父为官, 乃义堂子逢遂为郎, 遂自王孙, 义其事, 与于善, 太史公曰, 张继之言长者, 守法不阿易, 逢公之论将律, 有未哉, 有未哉, 语曰, 不知其人, 是其有, 二君之所称颂, 可哲郎妙, 书曰, 不偏不挡, 王道荡荡, 不挡步, 偏, 王道便便, 张继, 逢公敬之矣, 所引述赞, 张继为偶, 见识圆昂, 太子俱法, 色夫无状, 经马伐经, 道环物上, 逢公白首, 未哉论江, 应对礼奇, 收公未上, 史记万十章书列传, 万十君民愤, 其父赵人也, 信实事, 赵王, 喜居温, 高祖东极向极, 过河内, 十分, 年十五, 为小丽, 是高祖, 高祖语语, 爱其恭敬, 问曰, 若何有, 对曰, 奋独有, 母, 不幸失明, 家平, 有解, 能古情, 高祖曰, 若能从我乎, 约, 原尽力, 于是高祖诏其解位美人, 以分位中捐, 受书业, 喜其家长安中期礼, 以解位美人故业, 其官至孝文时, 积功劳至大中代夫, 无文学, 恭敬无语比, 文帝时, 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 免, 选可谓父者, 皆推奋, 奋为太子太傅, 即, 孝颈即位, 以为九卿, 破镜, 但知, 喜奋为诸侯相, 奋长子见, 四子甲, 四子乙, 四子, 亲, 皆以训行孝颈, 官皆至两千十, 于是锦帝约, 十君及四子皆两千十, 人臣尊宠乃, 及其门, 好奋为万十君, 孝颈帝纪年, 万十君以上带福路归老于家, 已遂十位朝臣, 过宫门阙, 万十君必下, 车驱, 见路马必试焉, 子孙为小利, 来归夜, 万十君必朝福建之, 不明, 子孙有过失, 不瞧让, 未便坐, 对岸不识, 然后诸子相则, 应长老肉谈故谢罪, 改之, 乃许, 子孙圣, 官者在侧, 虽燕居闭关, 生生如也, 壮仆如也, 为景, 上十四十余家, 必击守复复, 而时之, 如在上前, 其直丧, 哀妻圣道, 子孙尊教, 亦如之, 万十君家以孝景文乎郡国, 虽其鲁诸如执行, 皆自以为不及也, 见元二年, 郎中令王赃以文学获罪, 皇太后以为如者文多之少, 今万十君家不言而, 公行, 乃义长子见魏郎中令, 少子庆魏内使, 见老白首, 万十君上无恙, 见魏郎中令, 每五日喜目归夜清, 入子舍, 窃问侍者, 取亲中傍侧于, 身自患敌, 赋予侍者, 不敢令万十君之, 以为常, 见魏郎中令, 事有可, 言, 凭人自言, 急切, 至庭见, 如不能言者, 事以上乃亲尊礼之, 万十君喜居邻礼, 内使庆罪归, 入外门不下车, 万十君闻之, 不识, 庆恐, 肉坦请, 罪, 不许, 举宗及胸见肉坦, 万十君让曰, 内使贵人, 入履礼, 礼中长老皆走逆, 而, 内使坐车中自如, 故当, 乃谢霸庆, 庆及诸子弟入礼门, 屈至家, 万十君以元朔五年中促, 长子郎中令见哭泣哀思, 扶杖乃能行, 岁于, 见一死, 诸, 子孙贤孝, 然见罪甚, 甚于万十君, 见谓郎中令, 书奏事, 事下, 见读之, 曰, 悟书, 马, 这欲为当武, 今乃四, 不足一, 尚浅死矣, 圣皇恐, 其为谨慎, 虽他皆如是, 万十君少子庆为太仆, 欲出, 上问车中几马, 庆以策数马臂, 举首约, 六马, 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 然由如此, 为其相, 举其国皆目其家行, 不言而其国大志, 为, 历时相词, 元寿元年, 上历太子, 选群臣可谓父者, 庆自配首位太子太父, 七岁千位玉使大夫, 元鼎五年秋, 丞相有罪, 把, 制召玉使, 万十君先帝尊之, 子孙孝, 其以玉使大, 夫庆为丞相, 丰卫穆秋侯, 逝时汉方南珠两月, 东极朝鲜, 北竹匈奴, 西伐大碗, 中, 国多士, 天子寻寿海内, 修上古神祠, 丰禅, 新礼乐, 公奖用少, 桑红阳等智力, 王温, 书之属俊法, 而宽等推文学至九卿, 更尽用事, 事不关绝于丞相, 丞相纯景而已, 在位, 九岁, 无能有所匡言, 常欲请至上进尘所中, 九卿贤宣罪, 不能服, 反受其过, 赎罪, 元丰四年中, 关东流明二百万口, 无名数者四十万, 公卿一欲请喜流明于边已试之, 尚以为丞相老景, 不能与其义, 乃次丞相告归, 而暗喻使大夫以下一位请者, 丞相残, 不认职, 乃尚书曰, 庆幸地呆罪丞相, 霸奴无以扶制, 乘过仓库空虚, 名多流亡, 罪, 当服扶植, 尚不忍制法, 原归丞相侯应, 岂还骨归, 避嫌者路, 天子曰, 苍领济空, 明平流亡, 而君欲请喜之, 摇荡不安, 动为之, 而慈畏, 君欲安归难呼, 以书让庆, 庆盛残, 遂赴逝世, 庆闻生审景, 然无他大略, 为百姓严, 后三岁于, 太初二年中, 丞相庆簇, 是为田, 侯, 庆中子得, 庆爱用之, 上以得为四, 代侯, 后位太长, 做法当死, 赎免为庶人, 请, 方位丞相, 诸子孙为力更至两千十者十三人, 即庆死后, 稍以醉去, 孝景亦衰矣, 见灵侯为婉者, 带大灵人也, 婉以戏车为狼, 是文帝, 宫赐千位中狼将, 纯景无他, 孝景为太子时, 照上左右影, 而婉称并不行, 文帝且崩时, 属孝景曰, 婉长者, 善, 欲知, 即文帝崩, 景地立, 遂于布, 喝婉, 婉日以景立, 景地姓上林, 赵中狼将参臣, 孩儿问曰, 君之所以的参臣乎, 婉曰, 乘从车, 适姓得以公赐千位中狼将, 不自知也, 上问曰, 无畏太子时赵君, 君不肯来, 何也, 对曰, 死罪, 食病, 上赐之见, 晚曰, 先帝赐臣见樊六, 见不敢奉赵, 上, 曰, 见, 人之所失意, 独至惊呼, 婉曰, 俱在, 上使取六件, 见上圣, 未偿服, 也, 郎官有浅, 常蒙其罪, 不与他将针, 有功, 常让他将, 上以为怜, 忠实无他偿, 乃, 拜晚卫和坚王太傅, 吴楚反, 赵晚卫将, 将和坚兵及吴楚有功, 拜卫中卫, 三岁, 以君, 公, 孝景前六年中封晚卫见灵侯, 其明年, 上费太子, 朱立卿之属, 上以为晚长者, 不忍, 乃次晚告归, 而始至都至, 补力士, 既以, 上力交东王位太子, 赵晚, 拜位太子太父, 九之, 千位玉使大夫, 五岁, 代桃侯舍位丞相, 朝奏事如指所奏, 然自出官已至丞相, 终无可言, 天子已为敦厚, 可相少主, 尊宠之, 赏赐甚多, 为丞相三岁, 景帝崩, 无地利, 见元年中, 丞相以景帝及时诸官求多作不孤者, 而, 君不任职, 免之, 其后晚促, 子姓代, 作咒经师侯, 赛侯之不仪者, 南洋人也, 为狼, 是文帝, 其同舍有告归, 物持同舍狼经去, 以而, 经主觉, 忘义不宜, 不宜谢有之, 买经常, 而告归者来而归经, 而前郎王经者大残, 以, 此称为长者, 文帝称举, 烧迁至太宗大夫, 朝廷见, 人或悔曰, 不宜壮貌甚美, 然独, 无奈其善道扫何也, 不宜文, 曰, 我乃吾兄, 然中不自明也, 吾楚反时, 不宜以两千石将兵集之, 景帝后元年, 拜魏玉使大夫, 天子修吾楚时宫, 乃风不宜为赛侯, 五帝见元年中, 与丞相婉聚已过勉, 不宜学老子言, 其所灵, 为官如故, 为孔仁知其为利基也, 不好利名称, 称为长者, 不宜促, 子相如带, 孙望, 作咒经师侯, 郎中令周文者, 名人, 其先故认成人也, 以依见, 景帝为太子时, 拜魏摄人, 鸡公, 烧迁, 孝文帝时至太宗大夫, 景帝初即位, 拜仁为郎中令, 人为人应重不屑, 常依必补衣逆酷, 其位不携轻, 以示的性, 景帝入卧内, 于后宫, 密系, 人常在旁, 至景帝崩, 人上为郎中令, 中魔所言, 上时问人, 人曰, 上自查之, 然亦魔所会, 以此景帝再自信其家, 家喜阳陵, 上所赐甚多, 然常让, 不敢受也, 诸侯群臣路仪, 中魔所受, 五帝立, 以为先帝臣, 众之, 人乃并免, 以两千十路归老, 子孙贤至大官乙, 玉使大夫张书者, 明欧, 安邱侯说之数子也, 孝文时已至行名, 严是太子, 然欧虽至, 行名家, 其人长者, 景帝时尊重, 常为九卿, 至五帝元朔四年, 韩安国勉, 照拜欧魏玉, 史大夫, 自欧魏立, 魏长延岸人, 专已成长者处官, 官属已为长者, 亦不敢大欺, 上句, 玉使, 有可却, 却知, 不可者, 不得已, 未替气面对而封之, 其爱人如此, 老病毒, 请免, 于是天子一策罢, 以上代福禄归老于家, 家于阳陵, 子孙贤至大官, 亦, 太史公约, 众尼有言约, 君子欲那于言而闽于行, 其万石, 建林, 张书之位邪, 是以其教不速而成, 不言而至, 赛侯为巧, 而周文处产, 君子积之, 为其尽于宁也, 然, 斯, 可谓笃行君子矣, 所引述赞, 万石孝景, 自家行国, 郎中属马, 内使匍匐, 万无他长, 赛有应得, 行明张欧, 垂涕续域, 闽行乐言, 据四方竹, 史记田书列传, 田书者, 照形成人也, 其先, 其田式描迹也, 书喜见, 学黄老树娱乐聚公所, 书位, 人可怜自喜, 喜游诸公, 照人举之照相照武, 五言之照王张敖所, 赵王已为郎中, 数岁, 切直连平, 赵王贤之, 未及迁, 慧晨熙返代, 汉七年, 高祖王朱之, 过赵, 赵王张敖自持暗禁时, 李宫盛, 高祖姬, 据骂之, 事时照相照武等数十人皆怒, 为张王曰, 王氏上礼备以, 金玉王如是, 臣等, 请畏乱, 赵王涅指出写, 约, 先人施国, 为陛下, 臣等当重出, 功等奈何言若是, 无妇出口已, 于是冠高等约, 王长者, 不被得, 促思相与谋事上, 会是发觉, 汉, 下赵补赵王及群臣反者, 于是赵武等皆自杀, 为冠高就戏, 事时汉下赵书, 赵友赶随, 王者最三足, 为孟书, 田书等十余人者一字昆前, 称王家奴, 随赵王熬至长安, 冠高, 事明白, 赵王熬得出, 废位宣平侯, 乃敬严田书等十余人, 上敬赵建, 与与, 汉庭成吾, 能出其佑者, 上说, 敬拜魏郡守, 诸侯相, 书为汉中守十余年, 会高厚崩, 诸吕作乱, 大臣诸之, 立孝文帝, 孝文帝记立, 赵田书问之曰, 宫知天下长者乎, 对曰, 成何足以知之, 上, 曰, 宫, 长者也, 宜知之, 书顿守曰, 故云中守梦书, 长者也, 事时梦书作鲁, 大入赛道节, 云中游圣, 免, 上曰, 先帝至梦书云中十余年已, 鲁层一人, 梦书不能, 坚守, 无故士族战死者数百人, 长者故杀人乎, 宫何以言梦书为长者也, 书寇口头对约, 是乃梦书所以为长者也, 夫冠高等谋反, 上下明照, 照有感随张王, 最三足, 然梦, 书自昆前, 随张王熬之所在, 欲以生死之, 其字之为云中守栽, 汉语除相聚, 士族罢毙, 匈奴冒顿心服北夷, 来为鞭害, 梦书之士族罢毙, 不忍出言, 是真凌晨死敌, 如子卫, 父, 地位兄, 已故死者数百人, 梦书岂故屈战之灾, 是乃梦书所以为长者也, 于世上, 曰, 贤哉梦书, 父赵梦书已为云中守, 后蜀岁, 书作法师官, 梁孝王使人杀故无相远岸, 景帝赵田书暗梁, 聚得其事, 还, 报, 景帝曰, 梁有之乎, 书对曰, 死罪, 有之, 上曰, 其事安在, 田书曰, 上吾以良事为也, 上曰, 何也, 曰, 金梁王不服诸, 是汉法不行也, 如其, 伏法, 而太后时不甘为, 卧不安息, 此忧在陛下也, 景帝大贤之, 以为鲁相, 鲁相出道, 名字严香, 宋王取其财物百余人, 田书取其其绿二十人, 各吃五十, 余, 各伯二十, 怒之曰, 王妃若主邪, 何自感言若主, 鲁王闻之大残, 八中浮浅, 史乡, 长之, 相曰, 王自夺之, 史乡长之, 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 相无与长之, 于是王乃, 尽长之, 鲁王好猎, 相长从入院中, 王者修向旧管舍, 相出, 常报座呆王院外, 王述使人请, 相修, 中不修, 曰, 我望报路院中, 我独鹤为旧舍, 鲁王已故不大出游, 数年, 书以观促, 鲁以百经词, 少自人不受也, 曰, 不以百经商先人名, 人以壮建为魏将军设人, 数从及匈奴, 魏将军敬言人, 人为郎中, 数岁, 魏两千十, 丞相长使, 师官, 其后使次举三合, 上东巡, 人奏事有词, 上说, 拜卫经府都卫, 岳于, 上千拜卫司职, 数岁, 做太子事, 时左相自将兵, 令司职田人主必守城门, 做纵太子, 下立诸死, 人发兵, 常灵令车千秋上辨人, 人足死, 行臣经在中山国, 太史公约, 孔子称约, 居士国必闻其正, 田书之未乎, 亦不忘贤, 民主之美已久, 过, 人与余善, 余故并论之, 主先生曰, 成为狼时, 闻之曰, 田人故与任安相善, 任安, 营阳人也, 少姑贫困, 为, 人将车之长安, 留, 求是为小丽, 为有因缘也, 应占住民数, 武功, 福丰西界小义也, 故寇树, 到静山, 安以为武功小义, 吴豪, 义高也, 安留, 带人为求道停赴, 后卫停长, 义中人名具出列, 任安常为人分迷路智兔, 部署老小当壮具一处, 众人皆喜, 曰, 吴耸也, 人少清分别平, 有智略, 明日复合会, 会者数百人, 人少清曰, 某子甲合, 为不来乎, 诸人皆怪其见之己也, 其后除为三老, 举为清明, 初为三百十长, 致名, 坐上行出游共账不伴, 赤免, 乃为为将军设人, 与田人会, 聚为设人, 居门下, 同心相爱, 此二人家平, 无钱用, 已是将军家奸, 家奸使养恶涅马, 两人同床卧, 人妾言曰, 不知人在家奸也, 任安, 曰, 将军上不知人, 何乃家奸也, 为将军从此两人过平养主, 主家令两人与其奴童, 习儿时, 此二子拔刀裂断习别作, 主家皆怪而恶之, 莫敢喝, 其后有赵木则为将军设人以为郎, 将军取舍人中赴给者, 另据安马将一御巨剑, 入奏之, 会贤代辅少辅赵语来过为将军, 将军无所举设人以示赵语, 赵语以赐问之, 时, 于人无一人习事有制掠者, 赵语曰, 无闻之, 将门之下必有将类, 传曰, 不知其君事, 其所使, 不知其子是其所有, 经有赵举将军设人者, 欲以观将军而能得贤者文物之事, 也, 经图取妇人子上之, 又无之略, 如木偶人依知其秀儿, 将奈之何, 于是赵语西赵, 卫将军设人百于人, 以赐问之, 得田人, 人安, 曰, 独此两人可二, 于无可用者, 卫将军见此两人平, 义不平, 赵语去, 卫两人曰, 各自聚安马兴将一, 两人对曰, 加平无用聚也, 将军怒曰, 经两军家自卫平, 何谓出此言, 泱泱如有仪得于我者, 何也, 将军不得已, 上即已闻, 有赵赵见为将军设人, 此二人前见, 赵问能略相推, 地也, 田人对曰, 提福鼓励军门, 使世代福乐死战斗, 人不及任安, 任安对曰, 夫觉嫌一定是非, 便至关, 使百姓无怨心, 安不及人也, 五帝大孝曰, 善, 使, 任安护北军, 使田人护边田古于和尚, 此两人立明天下, 其后用任安慰一周赐使, 以田人为丞相长使, 田人尚书言, 天下郡太守多位监力, 三和尤圣, 臣请先赐举三和, 三和太守皆内, 以忠贵人, 与三公有亲属, 谋所谓但, 宜先镇三和以景天下监力, 室时河南, 河内太, 守皆遇使大夫杜父兄子弟也, 和东太守时成相子孙也, 室时时世九人为两千十, 方圣贵, 田人数上书言之, 杜大夫即时世使人谢, 为田少清曰, 无非敢有语言也, 缘少清吾, 香乌乌也, 人以赐三和, 三和太守皆下立诸死, 人还奏事, 五帝说, 以仁为能不畏强, 欲, 拜仁为丞相思直, 威震天下, 其后逢太子有兵事, 丞相自将兵, 使司职主承门, 司职已为太子骨肉之亲, 父子之, 兼布圣玉境, 去知诸灵果, 事时五帝在甘泉, 使玉时代福报君下则丞相, 何谓纵太子, 丞相对言, 使司职不守承门而开太子, 尚书以文, 请补系私职, 私职下立诸死, 事时任安卫北军使者护军, 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 赵任安, 与节令发兵, 安拜受节, 入, 闭门不出, 五帝闻之, 以为任安卫详邪, 不复识, 何也, 任安痴辱北军前官小吏, 小吏上书言之, 以为受太子节, 言, 信与我其先好者, 书上文, 五帝曰, 是老吏, 也, 见兵士起, 欲作官成败, 见圣者欲何从之, 有两心, 安有当死之罪甚重, 无常活之, 精怀诈, 有不忠之心, 下安立, 诸死, 夫月满则亏, 物胜则衰, 天地之常也, 知尽而不知退, 九成富贵, 祸积未遂, 故犯, 离之去悦, 慈不受官位, 名传后世, 万岁不忘, 岂可及哉, 后尽者圣戒之, 所引述赞, 田书长者, 众义轻生, 张王济雪, 汉中世荣, 梦书见废, 抗说相名, 暗凉以礼, 香鲁的情, 子仁做事, 似举有声, 史记扁鹊苍公列传, 扁鹊者, 渤海郡正人也, 性情是, 明月人, 少师为人舍长, 舍克长桑军过, 扁鹊独, 其知, 长颈欲知, 长桑军一知扁鹊非常人也, 出入十余年, 乃乎扁鹊思作, 兼语与约, 我又静芳, 年老, 欲传与公, 公无谢, 扁鹊约, 静诺, 乃出其怀中药与扁鹊, 影视以上池之水, 三十日当之物以, 乃兮取其静芳书静与扁鹊, 忽然不见, 带飞人, 也, 扁鹊以其眼引药三十日, 视见原一方人, 以此事并, 静见五脏真结, 特以整脉为名, 而, 为依或在其, 或在照, 在照者名扁鹊, 当静昭公时, 朱大夫强而公足弱, 照见子卫大夫, 专国事, 见子吉, 五日不知人, 大夫接据, 于是照扁鹊, 扁鹊入世并, 出, 董安于问扁鹊, 扁鹊曰, 邪迈至也, 而何, 怪, 习秦木工常如此, 七日而悟, 悟之日, 告公孙之与子余曰, 我知地所胜乐, 无所, 已久者, 事有所学也, 地告我, 静国且大乱, 五世不安, 其后将罢, 为老而死, 罢者, 知子且令儿国男女无别, 公孙之书而藏之, 秦策于世出, 夫献公之乱, 闻公之霸, 而相公拜秦师于遥而归纵营, 此子之所闻, 经主君之并与之同, 不出三日必奸, 奸必有, 严也, 居二日半, 简子物, 与朱代府约, 我知地所胜乐, 与百神游于军天, 广乐酒奏万, 五, 不类三代之乐, 其身动心, 有义雄欲缘我, 帝命我设之, 中雄, 雄死, 有疲来, 我, 又设之, 中疲, 疲死, 帝圣喜, 赐我二赐, 皆有父, 无见儿在帝侧, 帝属我一宅犬, 曰, 吉儿子之状也以赐之, 帝告我, 晋国且是衰, 欺世而亡, 迎信将大败周人于返, 魁知兮, 而亦不能有也, 懂安于寿言, 疏而藏之, 以扁鹊言告简子, 简子赐扁鹊田, 四万亩, 其后扁鹊过国, 国太子死, 扁鹊至国公门下, 问忠树子喜方者曰, 太子合并, 国, 忠智然过于重视, 忠树子曰, 太子并血气不实, 交错而不得谢, 爆发于外, 则为忠, 害, 精神不能止邪气, 邪气蓄积而不得谢, 是以阳缓而应急, 故抱绝而死, 扁鹊曰, 其死何如时, 曰, 鸡鸣至今, 曰, 收乎, 曰, 未也, 其死未能半日也, 言臣其渤海情愿人也, 家在于震, 未尝的望金光事业于前也, 闻太子不幸而死, 臣, 能生之, 忠树子曰, 先生的无淡之乎, 何以言太子可生也, 承闻上古之时, 依有余, 夫, 致并不以汤液里洒, 蝉食脚印, 暗物毒蕴, 一波剑并之印, 因五藏之书, 乃歌皮解, 鸡, 绝脉结晶, 诺随脑, 蝶荒找木, 兼换肠胃, 树敌五藏, 炼经义行, 先生之方能若是, 则太子可生也, 不能若是而欲生之, 曾不可以告可因之而, 终日, 贬阙仰天探约, 夫子之为方也, 若以管亏天, 以戏事闻, 愿人之为方也, 不带切脉妄色听生血行, 言, 并之所在, 闻并之阳, 论得其阴, 闻并之阴, 论得其阳, 并应见于大表, 不出千里, 绝, 这至重, 不可屈指也, 自已无言未不成, 适入整太子, 当闻其耳鸣耳鼻章, 寻其两骨矣, 至于阴, 当上闻也, 中树子闻扁阙言, 目眩然而不顺, 舍角然而不下, 乃以扁阙言入报国君, 国君闻之, 大经, 初见扁阙于中阙, 曰, 切闻高一之日久矣, 然未尝地拜业于前夜, 先生过小国, 姓而举之, 偏国寡臣姓盛, 有先生则活, 无先生则弃捐田勾赫, 常中而不得反, 言, 莫促, 因虚惜伏意, 魂精泻痕, 流涕长衫, 呼呼沉辣, 卑不能自止, 容貌变更, 扁阙曰, 若太子病, 所谓, 失觉, 者也, 夫以阳入阴中, 动位谈缘, 中经为落, 别下于三交, 膀胱, 是以阳脉下岁, 因脉上针, 晦气壁而不通, 因上而阳内行, 下内骨而不起, 上, 外觉而不畏使, 上有觉阳之落, 下有破阴之钮, 破阴觉阳, 色肺脉乱, 故行尽如死状, 太子为死也, 夫以阳入阴之蓝藏者身, 以阴入阳之蓝藏者死, 凡此术士, 皆五藏促中之, 时报作也, 梁公取之, 卓者一代, 扁阙乃使弟子子阳立真底时, 以取外三阳五会, 有奸, 太子苏, 乃使子报为五分之, 运, 以八俭之旗和竹之, 以更运两斜下, 太子启作, 更是阴阳, 但福汤二循而复故, 故, 天下竟以贬阙未能生死人, 贬阙曰, 愿人非能生死人也, 此自当生者, 愿人能使之其, 而, 扁阙过其, 其还侯克之, 入朝见, 曰, 君有吉在凑里, 不至将生, 还侯曰, 寡人无吉, 扁阙出, 还侯未左右曰, 依之好利也, 欲以不及者为公, 后五日, 扁, 雀复健, 曰, 君有吉在血脉, 不至孔生, 还侯曰, 寡人无吉, 扁阙出, 还侯不, 曰, 后五日, 扁阙复健, 曰, 君有吉在肠胃间, 不至将生, 还侯不应, 扁阙出, 还, 侯不曰, 后五日, 扁阙复健, 望奸还侯而退走, 还侯使人问其故, 扁阙曰, 吉之之几凑, 利也, 汤运之所吉也, 在血脉, 真实之所吉也, 其在常味, 酒劳之所吉也, 其在骨髓, 虽私命无奈之何, 今在骨髓, 成事已无情也, 后五日, 还侯体病, 使人照扁阙, 扁阙, 以逃去, 还侯碎死, 使圣人欲之为, 能使良衣的早从事, 则即可义, 生可活也, 人之所病, 病极多, 而 医之所病, 病到少, 故病有六不治, 交字不论于理, 一不治也, 轻生重财, 二不治也, 医时不能逝, 三不治也, 阴阳病, 脏气不定, 四不治也, 行雷不能服药, 五不治也, 性, 乌不幸一, 六不治也, 有此医者, 则重难治也, 扁阙明闻天下, 过邯郸, 闻贵妇人, 即为代下医, 过洛阳, 闻周人爱老人, 即为儿, 目必依, 来入咸阳, 闻情人爱小儿, 即为小儿医, 随俗未辩, 秦太医令李希自知之计不如, 扁阙也, 使人刺杀之, 至今天下颜迈者, 有扁阙也, 太苍公者, 其太苍长, 临资人也, 幸存于是, 名义, 少儿喜一方数, 高后八年, 耿, 受师同俊原理功臣阳庆, 庆年七十余, 吾子, 使义静去其顾方, 更昔以静方语之, 传皇, 帝, 扁阙之脉书, 五色枕病, 知人死身, 觉嫌疑, 定可治, 即要论, 圣经, 受之三年, 为人治病, 觉死身多厌, 然左右行由诸侯, 不以家为家, 或不为人治病, 并家多怨之者, 文帝四年中, 仁尚书言义, 以行罪当传息之长安, 亦有无女, 随而弃, 亦怒, 骂曰, 身子不身男, 缓急无可施者, 于是少女提迎商妇之言, 乃随妇兮, 尚书曰, 且, 妇为立, 其中称其莲平, 经作法当行, 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 而行者不可复恤, 虽欲改过, 自心, 其道莫由, 终不可得, 妾缘入身为官毕, 以赎负行罪, 使得改行自心也, 书文, 上悲其意, 此岁中亦除肉行法, 义家居, 照照问所为致病死身厌者, 及何人也, 主名为谁, 照问顾太苍常臣义, 方济所长, 及所能致病者, 有其书无有, 皆安受学, 受学及, 何岁, 常有所厌, 何县里人也, 何病, 医药以, 其病之状皆何如, 聚息而对, 成义对, 约, 自一少时, 洗医药, 医药方式之多不厌者, 至高后八年, 得见诗灵资源理工臣阳庆, 庆年七十余, 义得见试之, 为义曰, 进去而方书, 非是也, 庆有古先道遗传皇帝, 贬阙之脉书, 五色整病, 知人生死, 绝贤疑, 定可治, 及要论书, 圣经, 我家给父, 兴, 爱公, 欲敬以我敬方书兮教公, 成义即曰, 信圣, 非义之所感望也, 成义即必习, 在拜业, 受其卖书上下经, 五色整, 其可数, 奎度阴阳外辩, 要论, 识神, 皆阴阳禁书, 受读解厌之, 可依年所, 明岁及厌之, 有厌, 然上未经也, 要事之三年所, 即常以为, 仁至, 整病觉死身, 有厌, 经良, 经庆以死十年所, 成义年静三年, 年三十九岁也, 其事欲使臣自言病头痛, 臣义整其脉, 告曰, 君之病恶, 不可言也, 即出, 毒, 告臣地昌曰, 死病居也, 内发于肠胃之间, 后五日当, 肿, 后八日偶浓死, 臣之病, 得知饮酒且内, 臣即如其死, 所以知臣之病者, 臣义切其脉, 得甘气, 甘气着而尽, 此, 内观之病也, 脉法曰, 脉长而闲, 不得待似食者, 其病主在于甘, 合集金主病也, 戴则, 落脉有过, 金主病合者, 其病得知金髓里, 其带绝而迈奔者, 病得知酒且内, 所以知, 其后五日而, 肿, 八日偶浓死者, 切其麦时, 少阳出带, 带者经病, 病去过人, 人则去, 落脉主病, 当其时, 少阳出关一分, 故中热而浓未发也, 即五分, 则致少阳之戒, 即, 八日, 则偶浓死, 故上二分而浓发, 致戒而, 肿, 敬谢而死, 热上则熏阳明, 烂流落, 流落洞则麦解法, 麦解法则烂解, 故落胶, 热气已上行, 至头而动, 故头痛, 其王中子朱因而小自病, 照臣义整切其麦, 告曰, 气力病, 病使人烦闷, 食不下, 食偶末, 病得之忧, 数亿时饮, 臣义即为之作下气汤以饮之, 一日气下, 二日能食, 三日即病愈, 所以知晓自知病者, 整其麦, 心气也, 浊躁而今也, 此落洋病也, 麦法, 曰, 麦来数及去难而不医者, 病主在心, 周身热, 麦肾者, 为重阳, 重阳者, 唐心主, 故凡闷时不下则落脉有过, 落脉有过则写上出, 写上出者死, 此悲心所生也, 病得之, 忧也, 其郎中另寻病, 众医皆以为促入中, 而赐之, 臣义整知, 曰, 永善也, 令人不得, 前后搜, 寻曰, 不得前后搜三日以, 臣义饮以火其汤, 一饮的前搜, 再饮大搜, 三饮而即悦, 病得之内, 所以之寻病者, 切其脉时, 又口气急, 脉无五脏气, 又口脉大, 而数, 数者中下热而涌, 左胃下, 右胃上, 皆无五脏印, 故曰永善, 中热, 故逆斥也, 其中欲辅常性病, 陈义入整其脉, 告曰, 热病弃也, 燃蜀汉, 迈少衰, 不死, 曰, 此病得之当欲流水而寒盛, 以则热, 信曰, 为然, 往东时, 未往始于处, 至举县阳周水, 而举桥梁破坏, 信则缆车员未欲渡也, 马金, 吉舵, 信深入水中, 几死, 立即来就信, 出之水中, 依静如, 有煎而生寒, 以热如火, 至今不可以见寒, 成义, 即为枝叶汤火其热, 一饮汉静, 再饮热去, 三饮并饮, 即使服药, 出入二十日, 生无, 并者, 所以知性之并者, 切其麦食, 并应, 麦法曰, 热并阴阳交者死, 切之不交, 并, 阴, 并阴者, 麦顺轻而悦, 其热虽未尽, 游火也, 圣气有时煎灼, 在太阴脉口而息, 是, 水气也, 圣故煮水, 故以此之之, 施至一时, 即转味寒热, 其王太后病, 照臣义入枕脉, 曰, 风淡客抛, 南鱼大小搜, 逆斥, 臣义饮以火, 其汤, 亦饮及前后搜, 再饮并以, 逆如故, 并得知流汉出, 寻, 寻者, 去依而汉兮也, 所以知其王太后病者, 臣义整其脉, 切其太阴之口, 施然风气也, 脉法曰, 审之而大, 兼, 扶之而大紧着, 并主在圣, 圣切之而相反也, 脉大而造, 大者, 庞光气也, 造者, 中有热而逆斥, 其章五里曹山夫病, 臣义整其脉, 曰, 废消淡也, 家乙寒热, 即告其人曰, 死, 不治, 是其供养, 死不当医治, 法曰, 后三日而当狂, 望其行, 欲走, 后五日死, 即如其死, 山夫病得之圣怒而已皆内, 所以之山夫之病者, 臣义切其脉, 废弃热也, 脉法曰, 不平不骨, 行彼, 此五脏高之远数已经病也, 故切之时不平而待, 不平者, 血不拘其处, 带者, 食餐及病治, 炸造炸大也, 死两落脉绝, 故死不治, 所以家寒热, 这, 言其人失夺, 失夺者, 行彼, 行彼者, 不当观酒禅时及饮毒药也, 臣义未往诊时, 其太医先诊三夫病, 酒其足少阳脉口, 而饮之半下丸, 病者及卸助, 负中虚, 又酒其少, 因脉, 是坏肝刚绝生, 如是重损病者气, 以故家寒热, 所以后三日而当狂者, 甘宜落连, 属节觉辱下阳明, 故落觉, 开阳明脉, 阳明脉伤, 即当狂走, 后五日死者, 甘宇心相去, 五分, 故约五日静, 静即死矣, 其中为攀满如病少腹痛, 臣义整其脉, 曰, 遗迹甲也, 臣义即为其太仆臣饶, 内使臣咒曰, 中为不负自止于内, 则三十日死, 后二十余日, 搜血死, 并得知酒且, 内, 所以之攀满如病者, 臣义切其脉身小弱, 其醋然何何也, 是脾气也, 又迈口气至井, 小, 见假气也, 以刺相成, 故三十日死, 三鹰聚团者, 如法, 斗聚团者, 绝在即其, 团一带者, 敬也, 故其三鹰团, 搜血如前指, 阳虚侯相照张并, 照臣义, 众医皆以为寒中, 臣义整其脉曰曰, 动风, 动风者, 饮食下爱而者出不留, 法曰, 五日死, 而后十日乃死, 病得之酒, 所以之照张之病者, 臣义切其脉, 脉来华, 室内风气也, 饮食下爱而者出不留者, 法五日死, 皆为前分解, 法, 后十日乃死, 所以过其者, 其人是周, 故中藏时, 中藏时故过其, 诗言曰, 安顾者, 过其, 不安顾者不及其, 即被王病, 照臣义整其脉, 曰, 风觉凶满, 即为要酒, 敬三时, 并以, 得之汉, 出福地, 所以知迹北王病者, 成义切其脉时, 风气也, 心脉灼, 并把, 过入其阳, 阳气, 敬而, 阴气入, 阴气入章, 则寒气上而热气下, 故胸满, 汉出福地者, 切其脉, 气阴, 阴气者, 并必入中, 出及铲水也, 其被公司空命付出于病, 众医皆以为封入中, 并主在被, 似其足少阳脉, 成义整齐, 脉, 曰, 并弃善, 刻于膀胱, 难于前后搜, 而逆斥, 并见寒气则一逆, 使人负肿, 出于病得之欲逆不得, 应以皆内, 所以知出于病者, 切其脉大而食, 其来难, 视觉因之, 动也, 脉来难者, 善气之客于膀胱也, 腹之所以种者, 言觉因之落结小腹也, 绝因有过, 则脉结动, 动则腹种, 成义及旧旗足觉因之脉, 左右各一所, 及不移逆而搜轻, 小腹痛, 指, 即更为火其汤以饮之, 三日而善气散, 即月, 故记北王阿姆自言足热而闷, 成义告曰, 热觉也, 则赐其族心各三所, 暗之无, 出血, 并选以, 并得之饮酒大罪, 即北王召成义整脉诸女子侍者, 至女子数, 数无病, 成义告永相常曰, 数伤疲, 不可劳, 法当春偶写死, 成义言王曰, 才人女子数何能, 王曰, 是好为方, 多, 即能, 为所事按法心, 往年是知名所, 四百七十万, 曹偶四人, 王曰, 得无有病乎, 成义对曰, 数病重, 在死法中, 王照是知, 其颜色不变, 以为不然, 不卖诸侯, 所, 至春, 数奉剑从王之侧, 王去, 数后, 王令人照之, 即扑于策, 偶写死, 并得之流, 汗, 流汗者, 把病内重, 毛发而色泽, 脉不衰, 此意内之病也, 其中代辅病取齿, 成义酒其左大阳明脉, 即为苦生汤, 日寿三生, 出入五六日, 并, 义, 得之风, 即握开口, 食而不受, 资穿往美人怀子而不如, 来照成义, 成义往, 引以良黄药一搓, 以酒饮之, 炫入, 成义复诊其脉, 而脉造, 造者有余病, 即隐以消食一齐, 出血, 血如豆笔五六眉, 其成相舍人奴从朝入宫, 成义见之时归门外, 望其色有病气, 成义即告患者平, 平, 好未卖, 学成义所, 成义即是之涉人奴病, 告之曰, 死伤脾气也, 当至春历赛不通, 不能食饮, 法治下谢血死, 患者评及网告相曰, 君之涉人奴有病, 病重, 死其有日, 相军曰, 亲和以知之, 曰, 君朝时入宫, 君之涉人奴进时归门外, 平与苍公, 立, 即是平曰, 病如是者死, 相即照涉人而为之曰, 公奴有病部, 涉人曰, 奴, 无病, 生无痛者, 至春果病, 至四月, 谢谢死, 所以知奴病者, 脾气周成无脏, 伤部, 而骄, 故伤皮之色也, 望之沙燃黄, 查之如死青之姿, 众医不知, 以为大虫, 不知伤皮, 所以至春死病者, 未气黄, 黄者吐气也, 吐不慎木, 故至春死, 所以至下死者, 卖法, 曰, 病重而卖顺轻者曰内观, 内观之病, 人不知其所痛, 心极然无苦, 若家已疑病, 死中春, 一月顺, 即一时, 其所以四月死者, 整其人时月顺, 月顺者, 人上肥也, 奴之, 病得之流汗述出, 与火而已出见大风也, 滋穿亡病, 照成义整脉, 曰, 绝尚未重, 头痛生热, 使人烦闷, 成义及以寒水, 辅七头, 四足扬明脉, 左右各三所, 并选矣, 病得之木发胃肝而卧, 正如前, 所以绝, 头热至肩, 其王皇姬兄皇长青家有九兆克, 兆成义, 诸克作, 未尚时, 成义望奖王后帝宋剑, 告约, 君有病, 往四五日, 君要邪痛不可抚养, 又不得小搜, 不及至, 病及入如胜, 及其未舍无葬, 及至之, 病方今刻甚如, 此所谓, 圣疲, 也, 宋剑曰, 然, 剑固有, 要己痛, 往四五日, 天语, 皇室诸倩剑剑家经下方时, 即弄之, 剑意欲笑之, 笑之不能, 其, 及父至之, 目, 要己痛, 不得腻, 至今不悦, 剑并得之好吃重, 所以之剑并者, 成义见其色, 太阳色干, 圣步上及戒药以下者枯似封锁, 故以往四五日之其发也, 成义, 即为柔汤使福之, 十八日所而病愈, 即北王氏者寒女病要被痛, 寒热, 众医皆以为寒热也, 成义者脉, 曰, 内寒, 悦, 事不下也, 即窜以药, 炫下, 病已, 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所以之寒女之病者, 整齐麦时, 切枝, 甚麦也, 色而不属, 色而不属者, 其来难, 兼, 故约悦不下, 甘麦贤, 出左口, 故约欲男子不可得也, 临滋范里女子宝无病胜, 众医皆以为寒热度, 当死, 不治, 成义整齐麦, 曰, 脑, 甲, 脑甲未病, 腹大, 上夫黄粗, 寻之妻妻然, 成义引以圆化一撮, 急出脑可属生, 病已, 三十日如故, 病脑的之于寒失, 寒失气宛度不发, 化胃虫, 成义所以之宝无病者, 切其脉, 寻其尺, 其尺所刺粗, 而毛每凤发, 是虫气也, 其色泽者, 中藏无邪气极重, 病, 其存于司马病, 成义切其脉, 告曰, 当病动风, 动风之状, 饮食下爱折后之, 病, 得之宝时而即走, 淳于司马曰, 我之王家时马甘, 时宝胜, 见久来, 即走去, 驱吉, 智舍, 及谢数时出, 成义告曰, 为火其米之影之, 七八日而当月, 十一情性在旁, 成义去, 性为左右格都未曰, 亦已存于司马病为何, 曰, 以为动风, 可治, 性及孝曰, 事不知也, 成义司马病, 法当后九日死, 即后九日不死, 其家父照成义, 成义网问之, 静如义整, 成义为义火其米之, 使福之, 七八日病矣, 所以知之者, 整, 其迈时, 切之, 静如法, 其病顺, 故不死, 其中郎破石病, 成义整其迈, 告曰, 肺伤, 不治, 当后十日丁亥搜血死, 即后, 十一日, 搜血而死, 破石之病, 得知堕马将时尚, 所以知破石之病者, 切其迈, 得肺因, 气, 其来散, 数道治而不医也, 色又成之, 所以知其堕马者, 切之得翻阴脉, 翻阴脉入, 虚理, 成肺脉, 肺脉散者, 故色遍也成也, 所以不忠其死者, 施言曰, 并者安谷及过, 其, 不安谷则不及其, 其人是属, 属主妃, 故过其, 所以搜血者, 整脉法曰, 并养喜, 因处者顺死, 养喜阳处者溺死, 其人喜自尽, 不造, 又久安作, 伏己而昧, 故血下泻, 其王是一岁病, 自恋五十福之, 成义网过之, 岁未一曰, 不孝有病, 性诊岁也, 成义即诊之, 告曰, 功病中热, 论曰, 中热不搜者, 不可服五十, 食之为药金汉, 功服之不得数搜, 及物符, 色将发庸, 岁曰, 扁阙曰, 因食已至阴病, 阳食已至, 阳病, 夫要使者有阴阳水火之旗, 故中热, 即为阴食柔旗至之, 中寒, 即为阳食刚旗, 至之, 成义曰, 功所论远矣, 扁阙虽言若是, 然必审诊, 其度量, 立规矩, 称权恒, 和色脉表里, 有余不足顺逆之法, 参其人动静与席相应, 乃可以论, 论曰, 阳极处内, 因行应外者, 不加汉药及禅食, 夫汉药入中, 则邪气辟矣, 而晚气越深, 诊法曰, 而, 因应外, 易阳皆内者, 不可以刚要, 刚要入则动阳, 因病易衰, 阳病易住, 邪气流行, 为众困于于, 奋发未居, 易告之后百余日, 果未居乏如上, 入缺盆, 死, 死未论之, 大体也, 必有经济, 捉公有仪不习, 闻里阴阳诗矣, 其王故为阳虚侯食, 病胜, 众医皆以为绝, 成义整脉, 以为疲, 跟在右斜下, 带如, 腹杯, 令人喘, 逆气不能食, 成义即以火其周且隐, 六日气下, 即令更服完药, 出入六, 日, 病已, 病得之内, 诊之时不能食其精解, 大食其病所在, 成义常证安阳五都理成开方, 开方自言以为不病, 成义为之病苦踏风, 三岁四之步, 能自用, 使人因, 因即死, 经文其四之步能用, 因而为死也, 病得之术饮酒已见大风气, 所以之臣开方病者, 诊之, 其脉法其可言曰, 藏气相反者死, 切之, 得胜反肺, 法, 曰, 三岁死, 也, 安陵板理工丞相处病, 臣义诊脉, 曰, 母善, 母善在立下, 上连肺, 病得之内, 臣义为之, 圣吾为劳力士, 为劳力士则必偶血死, 处后促居, 要绝寒, 汉出多, 即偶血, 臣义复诊之, 曰, 当但日日系死, 即死, 病得之内, 所以之相处病者, 切, 其脉的翻阳, 翻阳入虚里, 触淡日死, 一帆遗落者, 母善也, 臣义曰, 他所诊其觉死生即所致已病众多, 久颇忘之, 不能进食, 不敢以对, 问臣义, 所诊治病, 病名多同而诊义, 或死或不死, 何也, 对曰, 病名多相, 类, 不可知, 故古圣人为之脉法, 以其度量, 力规矩, 献权恒, 按神末, 调阴阳, 别人, 知脉各明之, 与天地相应, 参合于人, 故乃别百病以一之, 有数者能一之, 无数者痛之, 然卖法不可胜宴, 诊疾人已度一之, 乃可别同名, 命并主在所居, 经诚义所诊者, 皆, 有诊疾, 所以别之者, 诚义所受失方事成, 失死, 以故表疾所诊, 其觉死生, 观所失所, 得者何卖法, 以故至今知之, 问诚义曰, 所其病觉死生, 或不应其, 何故, 对曰, 此皆饮食喜怒不洁, 或, 不当饮药, 或不当针灸, 以故不忠其死也, 问诚义, 义方能知病死生, 论要用所疑, 诸侯王大臣有偿问义者不, 即文王病时, 不求义诊治, 何故, 对曰, 赵王, 焦西王, 济南王, 吾王皆使人来赵臣义, 臣义, 不干王, 文王病时, 臣义家平, 欲为人治病, 臣孔立以除居臣义也, 故宜明术, 左右部, 修家身, 出行游国中, 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 见世术师, 惜授其要事, 敬其方书矣, 即解论之, 身居阳虚侯国, 应是侯, 侯入朝, 臣义从之长安, 已故得诊安临相处等病也, 问臣义, 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状, 臣义对曰, 不见文王病, 然且文文王病, 喘, 头痛, 目不明, 臣义心论之, 以为非病也, 以为肥而续经, 身体不得咬, 骨肉不香, 认, 顾善, 不当医治, 卖法曰, 年二时卖弃当驱, 年三时当吉步, 年四时当安坐, 年五, 时当安卧, 年六时以上弃当大董, 文王年未满二时, 方卖弃之躯也而徐之, 不应天道, 四时, 后文依久之极度, 此论病之过也, 诚意论之, 以为神器真而邪气入, 非年少所能, 父之也, 以故死, 所谓气者, 当吊饮时, 则宴日, 车步广至, 以示筋骨肉血脉, 以泄气, 故年二时, 世卫, 以法不当鞭酒, 鞭酒至气竹, 问臣义, 施庆安受之, 闻于其诸侯不, 对曰, 不知庆所施受, 庆家父, 善畏, 一, 不肯为人治病, 当以此故不闻, 庆佑告臣义曰, 圣无令我子孙之若学我方也, 问臣义, 施庆何见于义而爱义, 欲惜教义方, 对曰, 臣义不闻施庆为方善也, 亦所以知庆者, 亦少时好诸方事, 臣义是其方, 皆多宴, 精良, 臣义文资穿堂礼公孙, 光善为古传方, 臣义及网页之, 得见世之, 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 臣义吸受书之, 臣义, 欲尽受他经方, 公孙光曰, 无方敬义, 不为爱公所, 无身以衰, 魔所复世之, 是无年, 少所受庙方也, 西语公, 无以教人, 臣义曰, 得见世世公前, 西的敬方, 姓慎, 义, 死不敢望传人, 居有奸, 公孙光奸处, 臣义申论方, 见言百世未知今也, 诗光喜曰, 公必为国公, 无有所善者皆书, 同产处临资, 善为方, 无不若, 其方盛其, 非是之所, 闻也, 无年中时, 常欲受其方, 阳忠欠不肯, 曰, 若非其人也, 须与公网见之, 当之, 公喜方也, 其人亦老亦, 其家给父, 使者未亡, 会庆子难应来献马, 应施光奏马王所, 亦亦顾得与应善, 光又属异于应曰, 亦好数, 公必仅欲知, 其人甚如, 即为书矣, 亦属阳庆, 已故知庆, 臣亦是庆景, 已故爱亦也, 问臣亦曰, 历明常有事学义方, 即必尽得义方部, 何献礼人, 对曰, 灵资人, 送义, 亦学, 臣亦教义五诊, 随于, 即北王浅太一高齐, 王宇学, 臣亦教义经脉高下集, 其落节, 当论于所居, 及气当上下出入邪逆顺, 以以禅时, 定边九处, 随于, 资川王石, 浅太苍马长逢信正方, 臣亦教义按法逆顺, 论药法, 定五位集合其汤法, 高永侯家程度, 信, 喜脉, 来学, 臣亦教义上下经脉五诊, 二岁于, 灵资照理唐安来学, 臣亦教义五诊, 上下经脉, 其壳, 四时应应阳重, 未臣, 除未其王是一, 问臣亦, 诊病觉死身, 能全无师乎, 臣亦对曰, 亦治病人, 必先切其脉, 乃, 智之, 拜逆者不可治, 其顺者乃智之, 心不经脉, 所其死身是可治, 时时失之, 成义不, 能全也, 太史公曰, 女无美恶, 居公见度, 事无贤不孝, 入朝见宜, 故扁确以其寄见央, 仓, 公乃逆机自饮而当行, 提迎通尺独, 复得以后宁, 故老子曰, 美好者不祥之气, 其味, 便却等邪, 若仓公者, 可谓尽之以, 所引述赞, 上池秘术, 长桑所传, 史后赵简, 知梦军天, 严战国寺, 失觉起焉, 仓公赎罪, 杨庆推贤, 孝艳多壮, 事具于偏, 正义位大一尺五寸, 近五寸, 长二尺六寸, 横尺, 受水骨三豆五身, 其中长流骨二, 豆, 水一豆五身, 小长大二寸半, 近八分分之少半, 长三丈二尺, 受骨二豆四身, 水流, 伸三合合之大半, 回长大四寸, 近一寸半, 长二丈二尺, 受骨一豆, 水七身半, 广长大, 八寸, 近二寸半, 长二尺八寸, 受骨九身三合八分合之一, 顾肠胃反长五丈八尺四寸, 和受水骨八豆七身六合八分合之一, 此肠胃肠胃肠短受水骨之树也, 肝重四金四两, 左三叶, 右四叶, 凡七叶, 主藏魂, 心重十二两, 中有七孔, 三毛, 圣经之三合, 主藏神, 皮, 重二金三两, 扁广三寸, 长五寸, 有三高半金, 主邪温五脏, 主藏一锦号费重三金三两, 六叶两二, 凡八叶, 主藏魂魄, 圣有两枚, 重一金一两, 主藏志, 胆在甘之短叶间, 重, 三两三珠, 圣经之三合, 魏重二金十四两, 鱼曲曲身, 长二尺六寸, 大一尺五寸, 净五寸, 圣骨二豆, 水一豆五身, 小长重二金十四两, 长三丈二尺, 广二寸半, 净八分分之, 少半, 回击十六曲, 圣骨二豆四身, 水六身三合合之大半, 大长重三金十二两, 长二丈, 一尺, 广四寸, 净一寸半, 当其, 又回十六曲, 圣骨一豆水七身半, 旁观重九两二珠, 纵广九寸, 圣逆九身九合, 寇广二寸半, 纯至尺长九分, 尺以后至慧焰, 身三寸半, 大, 绒五合也, 蛇重十两, 长七寸, 广二寸半, 燕门重十两, 广二寸半, 智味长一尺六寸, 喉龙重十二两, 广二寸, 长一尺二寸九节, 钢门重十二两, 大八寸, 静二寸太半, 长二, 尺八寸, 瘦骨九身三合八分合之一, 守三阳之脉, 从手至头长五尺, 五六合三丈, 守三阴之脉, 从手至胸中长三尺五寸, 三六一丈八尺, 五六三尺, 合二丈一尺, 足三阳之脉, 从足至头长八尺, 六八合四丈, 八尺, 足三阴之脉, 从足至胸长六尺五寸, 六六三丈六尺, 五六三尺, 合三丈九尺, 人, 两足敲脉, 从足至木长七尺五寸, 二七一丈四尺, 二五一尺和一丈五尺, 都认脉各长四尺五寸, 二四八尺, 二五一尺和九尺, 凡脉长一十六丈二尺也, 此所谓十二经脉长短, 之术也, 寸口,脉之大会, 守太阴之洞也, 人一呼脉行三寸, 一吸脉行三寸, 呼吸定席, 脉行六寸, 人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席, 脉行五十周余生, 漏水下百克, 淫味行阳, 二十五度, 行阴二十五度, 度味一周也, 故五十度赋惠于守太阴, 寸口者, 五脏六腐之, 所忠使, 故法于寸口也, 肺气通于鼻, 鼻合则之臭香矣, 肝气通于目, 目合则之白黑矣, 脾气通于口, 口合, 则之骨胃矣, 心气通于蛇, 蛇合则之五味矣, 肾气通于耳, 耳合则吻五音矣, 五脏不合, 则九窍不通, 六腐不合, 则流未拥矣, 史记吴王必列传, 吴王必者, 高帝兄刘仲之子也,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 立刘仲为代王, 而匈奴公代, 刘仲不能坚守, 弃国王, 坚行走洛阳, 自归天子, 天子为骨肉固, 不忍制法, 废以为何, 杨侯, 高帝十一年秋, 淮南王因不返, 东并惊得, 节齐国兵, 西渡淮, 吉楚, 高帝自江, 网诸之, 刘仲子配侯必年二时, 有气力, 以其将从破步军齐西, 汇坠, 不走, 金王刘甲, 为不所杀, 吴后, 上患吴, 慧姬清汉, 吴状王以田之, 朱子少, 乃力必于配位吴王, 王, 三郡五十三成, 以拜受应, 高帝照必向之, 为曰, 若壮有反向, 心读悔, 也以拜, 应辅其辈, 告曰, 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 其弱邪, 然天下同性为一家也, 胜无反, 必顿守约, 不敢, 会校会, 高后时, 天下出定, 郡国诸侯各物自辅寻其名, 吴有欲张郡同山, 必择昭, 至天下亡命者住前, 主海水未严, 已故吴父, 国用富饶, 孝文时, 吴太子入见, 得是皇太子尹伯, 吴太子师父皆处人, 清汉, 又宿骄, 伯, 真道, 不恭, 皇太子尹伯局提吴太子, 杀之, 于是浅其丧归藏, 至吴, 吴王运约, 天下同宗, 死长安及藏长安, 何必来藏位, 父浅丧知长安藏, 吴王由此烧师翻臣之礼, 称病不朝, 经师知其以子顾称病不朝, 厌问时不病, 诸吴时来, 哲戏则致之, 吴王恐, 为谋兹审, 即后使人为秋寝, 尚父则问吴时者, 使者对曰, 王时不病, 汉戏致使者数, 被, 以故遂称病, 且夫, 查见冤忠于, 不祥, 经王使诈病, 即诀, 见则即, 欲亦毙, 恐上诸之, 即乃无聊, 为上弃之而予根使, 于是天子乃设无时者归之, 而赐无王己障, 老, 不朝, 无的是其罪, 谋亦亦解, 然其居国以同言故, 百姓无父, 促见更, 者与平, 甲, 岁时存问茂财, 赏赐履理, 托郡国立欲来捕王仁者, 送贡敬服语, 如此者四十余年, 以故能使其众, 朝错位太子嘉令, 得姓太子, 述从容言无过可消, 述上书说笑文帝, 文帝宽, 不忍, 罚, 以此无日意恒, 即笑景帝即位, 错位玉使大夫, 说上曰, 习高帝出定天下, 昆帝, 少, 朱子若, 大丰同姓, 故王涅子道会王王其七十余臣, 树帝元王王储四十余臣, 兄子, 毕王吾五十余臣, 丰三树涅, 分天下半, 今吾王前有太子之戏, 乍称并不朝, 于古法当, 朱, 文帝夫人, 因此几账, 得志后, 当改过自新, 乃亦交易, 吉山筑前, 主海水未严, 又天下亡人, 谋作乱, 经销之亦反, 不销之亦反, 销之, 其反即, 或小, 不销, 反时, 或大, 三年东, 处王朝, 朝措, 应言处王勿往年为宝太后福, 私间辅舍, 请诸之, 赵舍, 罚骁东海郡, 应骁吾之豫章郡, 慧姬郡, 及前二年赵王有罪, 萧綦何坚郡, 焦西王仰, 以脉绝有奸, 萧綦六县, 汉庭成方亦萧吾, 吾王必孔靴帝魔矣, 应以此发谋, 欲举世, 念诸侯吾族语计谋者, 闻焦西王勇, 好气, 喜兵, 诸其接淡位, 于是乃始终代福应高调焦西王, 吾文书, 口, 报曰, 吾王不孝, 有素系之忧, 不敢自外, 使欲其欢心, 王曰, 何以教之, 高, 曰, 经者主上心于奸, 事于携臣, 好小善, 听禅贼, 善便跟律令, 倾夺诸侯之地, 真, 求资多, 诸乏良善, 日以益胜, 礼欲有之, 是几米, 无语焦西, 知名诸侯也, 依, 十件茶, 恐不得安四乙, 无王身有内病, 不能朝请二十余年, 常患见仪, 无以自白, 经, 邪尖类足, 游据不见事, 窃闻大王以绝世有事, 所闻诸侯靴的, 罪不至此, 此恐不得消, 得而已, 王曰, 然, 有之, 自将奈何, 高曰, 同恶相助, 同好相留, 同情相成, 同欲相躯, 同利相死, 今无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 原因时寻礼, 弃驱以除患害于天下, 异议可乎, 王渠然害曰, 寡人贺感如是, 经主上虽疾, 故有死耳, 安得不待, 高曰, 欲使大夫朝措, 迎获天子, 倾夺诸侯, 毕中赛贤, 朝廷即怨, 诸侯皆有被叛之, 亦, 仁是即已, 会兴出, 蝗虫竖起, 此万事一时, 而酬劳圣人之所以其也, 故无王欲内, 以朝措未讨, 外随大王后车, 访阳天下, 所乡者将, 所指者下, 天下莫敢不服, 大王臣, 信而许之一言, 则无王律储王略寒骨官, 守迎阳敖仓之宿, 巨汉兵, 至赐舍, 须大王, 大王有幸而灵之, 则天下可并, 两竹分割, 不亦可忽, 王曰, 善, 高归报无王, 无王有恐其不语, 乃生自卫使, 始于郊西, 面节之, 郊西群臣或闻王谋, 建约, 臣一帝, 至乐也, 经大王与吴西乡, 帝令侍臣, 两主, 纷争, 患乃使节, 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十二, 而为叛逆以幽太后, 非常侧也, 王福听, 遂发使约齐, 资川, 郊东, 济南, 济北, 皆许诺, 而曰, 陈阳锦王有义, 公诸吕, 五, 语, 是定分之尔, 诸侯既心消伐, 正恐, 多愿朝措, 即消无会机, 欲张俊书至, 则无王先起兵, 交西, 真月丙五诸汉立两千十以下, 交东, 资川, 济南, 处, 赵亦然, 岁发兵息, 其王后悔, 隐要自杀, 判约, 即北王成坏未完, 其郎中令解守其王, 不得发兵, 交西未取律, 济东, 资川, 济南共公为林资, 赵王岁一反, 因使匈奴与联兵, 七国之发也, 吴王兮其士族, 下令国中约, 寡人年六十二, 身自江, 少自年十四, 亦为士族先, 诸年上与寡人比, 下与少自等着, 接发, 发二十余万人, 南始明月, 冬月, 冬月亦发兵从, 孝景第三年正月甲子, 初起兵于广陵, 西涉淮, 因并储兵, 发始仪诸侯书约, 五, 王流必敬问交西王, 交东王, 资川王, 济南王, 赵王, 楚王, 淮南王, 恒山王, 卢江王, 故长沙王子, 信教寡人, 以汉有贼臣, 蜈躬天下, 倾夺诸侯的, 实力和细训制, 以路, 辱之为故, 不以诸侯人军礼欲流逝骨肉, 决先帝功臣, 敬任奸鬼, 挂乱天下, 欲为设计, 陛下多病致师, 不能省察, 欲聚兵诸之, 锦文教, 毕国虽辖, 地方三千里, 人虽少, 精兵可聚五十万, 寡人宿世南岳三十余年, 其王军皆不辞分其促以随寡人, 又可得三十余万, 寡人虽不孝, 愿以身从诸王, 岳之长沙者, 英王子定长沙以北, 西走蜀, 汉中, 告岳, 楚王, 淮南三王, 与寡人熄面, 其诸王与赵王定河间, 河内, 或入陵境关, 或宇, 寡人会洛阳, 燕王, 赵王故与胡王有约, 燕王北定带, 云中, 团湖众入萧关, 走长安, 匡振天子, 以安高庙, 元王免之, 储元王子, 淮南三王或不慕喜十余年, 愿入骨髓, 于, 亦有所出之久矣, 寡人未得诸王之矣, 未敢听, 经诸王苟能存亡济绝, 正若伐暴, 以安, 流逝, 设计之所缘也, 毕国虽平, 寡人节衣食致用, 积金钱, 修兵阁, 聚古时, 夜以计, 日, 三十余年矣, 凡为此, 元诸王免用之, 能斩补大将者, 四经五千经, 封万户, 列将, 三千经, 封五千户, 皮将, 二千经, 封两千户, 两千十, 千经, 封千户, 千十, 五百, 经, 封五百户, 皆为列侯, 其以君若成义将者, 促万人, 亦万户, 如得大将, 人户五千, 如得列将, 人户三千, 如得皮将, 人户千, 如得两千十, 其小力皆已差次受绝经, 驼, 封赐皆被军法, 其有故绝义者, 更亦勿因, 元诸王明已令氏大夫, 福感七也, 寡人经前, 在天下者亡往而有, 非必取于无, 诸王日夜用之福能尽, 有当赐者告寡人, 寡人且枉仪, 知, 静以文, 七国反书文天子, 天子乃浅太位, 调侯周雅夫将三十六将军, 网及吴楚, 浅屈周侯历, 寄及赵, 将军鸾部及其, 大将军斗英屯盈阳, 兼其赵兵, 吴楚反书文, 兵未发, 斗英未行, 严故无相援昂, 昂时家居, 赵赵入见, 上方与朝, 错调兵, 军时, 上问袁岸曰, 军常为吴乡, 知吴臣田路薄为人乎, 今吴楚反, 于攻合, 如, 对曰, 部族幽也, 今破矣, 上曰, 吴王吉山筑前, 主海水未言, 又天下豪, 劫, 摆头举世, 若此, 其既不摆权, 其发乎, 何以言其吴能为也, 原昂对曰, 吴有, 同言利则有之, 安得豪杰而又之, 成令吴的豪杰, 亦且府王为义, 不反义, 吴所有皆吴, 赖子弟, 王命住前奸人, 故乡律已返, 朝措曰, 原昂策之善, 上问曰, 济安出, 昂对曰, 原平左右, 上平人, 独措在, 昂曰, 臣所言, 人臣不得知也, 乃, 平措, 措区必东乡, 恨甚, 上促问昂, 昂对曰, 吴楚相遗书, 曰, 高帝王子弟各有分, 得, 金贼臣朝措善事过诸侯, 消夺之地, 故意反魏明, 西贡诸朝措, 赴顾帝而罢, 方, 经济独措朝措, 发始设无处欺国, 父其顾靴的, 则兵可无血刃而拒罢, 于世上黑然凉, 九, 曰, 故臣何如, 吾不爱义人以谢天下, 昂曰, 臣于济无出此, 原上赎记之, 乃拜昂未太常, 吾王弟子得侯未宗正, 昂庄至行, 后十余日, 上始终未照措, 待载行, 东室, 错一朝一展东室, 则遣元岸奉宗庙, 宗正府亲戚, 始告无如岸策, 至无, 无处兵, 以公粮必以, 宗正已亲固, 先入见, 欲无王使败受赵, 无王闻元岸来, 一知其欲说己, 孝儿应曰, 我已为东帝, 上赫谁拜, 不肯见岸而留之君中, 欲结始将, 岸不肯, 始, 人为首, 且杀之, 岸的夜出, 不王去, 走梁军, 遂归报, 调侯将成六圣传, 汇兵营阳, 至洛阳, 见巨梦, 喜曰, 七国返, 无成传至此, 不, 自一圈, 又以为诸侯已得巨梦, 巨梦经无动, 无巨营阳, 以东无足忧者, 至怀阳, 问, 副将侯顾客邓都未曰, 策安出, 客曰, 无兵锐胜, 难与针锋, 处兵轻, 不能久, 方经为将军记, 莫若引兵东北必昌义, 以良为无, 无必尽锐攻之, 将军身勾高磊, 使清, 兵绝怀四口, 塞无想道, 彼无良相避而良使节, 乃亦全强制其霸极, 破无必矣, 调侯, 曰, 善, 从其侧, 遂兼必昌亦难, 清兵绝无想道, 无王之初发也, 无臣田路伯位大将军, 田路伯曰, 兵屯聚而兮, 无妥其道, 难以, 旧宫, 成员的五万人, 别寻将怀而上, 收怀难, 长沙, 入五官, 与大王会, 此意义其也, 无王太子建曰, 王以反魏明, 此兵难以吉人, 吉人亦且反王, 奈何, 且善兵而别, 多驼厉害, 未可知也, 徒自顺耳, 无王即不许田路伯, 无少将还将军说王曰, 无多步兵, 步兵力险, 汉多车骑, 车骑力平地, 远大王所, 过尘亦不下, 直气去, 及西聚洛阳武库, 十敖仓宿, 祖山河之险以令诸侯, 虽无入关, 天下故以定义, 及大王徐行, 留下尘义, 汉军车旗帜, 持入梁楚之交, 事败义, 无王, 问诸老将, 老将曰, 此少年推风之计可耳, 安之大律乎, 于是王不用还将军纪, 无王专并将骑兵, 魏渡淮, 诸宾克接的魏将, 校尉, 后, 司马, 独周秋不得用, 周, 秋者, 下批人, 王命无, 孤久无形, 吴王必薄之, 福任, 周秋上夜, 说王曰, 臣已无, 能, 不得呆醉行间, 臣非敢求有所将, 原的王一汉节, 必有以报王, 王乃宇之, 周秋, 得节, 夜池入下批, 下批时文无反, 皆承手, 至传舍, 赵令, 令入户, 始从者以罪斩令, 遂赵昆帝所善豪力告曰, 无反兵且致, 致, 图下批不过时请, 今仙下, 家世必完, 能者封侯已, 出乃相告, 下批皆下, 周秋一夜的三万人, 使人报吴王, 遂将其兵北略, 臣义, 彼至尘阳, 兵十余万, 破尘阳中卫军, 闻吴王败走, 自渡吴与共成功, 即隐兵归, 下批, 未至, 居发被死, 二月中, 吴王兵即破, 败走, 于是天子至赵将军曰, 盖文为善者, 天报之以福, 为妃者, 天报之以央, 高皇帝清表功德, 建立诸侯, 幽王, 道会王决吴后, 孝文皇帝哀, 连家会, 王幽王子遂, 道会王子养等, 令奉其先望宗庙, 为汉藩国, 得配天帝, 明并日, 岳, 吴王必备得反义, 又受天下王命罪人, 乱天下弊, 称并不朝二十余年, 有私数请弊, 罪, 孝文皇帝宽之, 欲其改行为善, 今乃于储王物, 赵王岁, 交西王阳, 济南王辟光, 资川王贤, 交东王雄取曰从返, 为逆无道, 起兵已为宗庙, 贼杀大臣及汉使者, 破结万, 明, 腰杀无罪, 烧残明家, 绝其秋种, 圣未暴虐, 经养等幼众逆无道, 烧宗庙, 鲁玉物, 正圣痛之, 正肃伏必正殿, 将军其劝士代付即返鲁, 即返鲁者, 深入多杀未攻, 斩首, 不鲁必三百十以上者皆杀之, 无有所致, 敢有意赵即不如赵者, 皆要斩, 出, 吾王之杜怀, 与楚王遂西拜即弊, 成圣前, 瑞圣, 梁孝王孔, 浅六将军即吾, 又拜梁两将, 士族皆还走梁, 梁术使使报条侯求救, 条侯不许, 又使使恶条侯于上, 上, 使人告条侯救梁, 副手便宜不行, 梁使韩安国即处死士相帝张宇魏将军, 乃得颇败吾兵, 吾兵欲惜, 梁臣守奸, 不敢惜, 急走条侯军, 会下意, 欲战, 条侯必, 不肯战, 吾梁, 绝, 醋姬, 树条战, 岁叶, 条侯必, 京东南, 条侯使背西北, 果从西北入, 吾大败, 士, 醋多姬死, 乃叛散, 于是吾王乃与其挥下壮士数千人夜王去, 渡江走丹图, 保冬月, 东, 阅兵可万余人, 乃使人收巨王簇, 汉使人以利诞冬月, 冬月即带吾王, 吾王出劳军, 即, 使人冲杀吾王, 盛其头, 持传以闻, 吾王自紫华, 紫居王走明月, 吾王之弃其军王也, 军遂溃, 往往烧将太尉, 梁军, 楚王勿军败, 自杀, 三王之为其林姿也, 三月不能下, 汉兵至, 郊西, 郊东, 姿川王各引兵归, 郊西王, 乃坦县, 习, 银水, 谢太后, 王太子得曰, 汉兵远, 成官之以罢, 可惜, 元收大王, 于兵吉之, 吉之不慎, 乃逃入海, 未晚也, 王曰, 吾氏族皆以怀, 不可发用, 福, 听, 汉将功高侯颓当宜王书曰, 奉赵诸不义, 将者赦其罪, 复顾, 不将者灭之, 王和, 处, 须以从事, 王肉坦寇头汉军臂, 叶曰, 成仰奉法不谨, 惊害百姓, 乃苦将军远, 道至于穷国, 敢请租海之罪, 功高侯执经古剑之, 曰, 王苦君事, 原文王发兵状, 王顿首西行对曰, 经者, 朝措天子用侍臣, 便跟高皇帝法令, 倾夺诸侯帝, 仰等义, 为不义, 恐其败乱天下, 七国发兵, 且以诸措, 经文错以诸, 仰等竟以罢兵归, 将军, 曰, 王狗以错不善, 何不以闻, 为有赵虎福, 善发兵及异国, 以此官知, 亦非欲诸措, 也, 乃出赵书为王读之, 读之器, 曰, 王岐自图, 王曰, 如仰等死有余罪, 遂自杀, 太后, 太子皆死, 焦东, 资川, 济南王皆死, 国除, 那于汉, 立将军为赵十月, 而下之, 赵王自杀, 既被王以杰固, 得不诸, 喜王资川, 出, 吴王受返, 并将除兵, 连其兆, 真月起兵, 三月皆破, 独兆后下, 复制元王少, 紫平路侯李卫除王, 续元王后, 喜辱南王妃王无故地, 未将都望, 太史公曰, 吴王之王, 游妇审也, 能搏妇脸, 使其众, 以善山海力, 逆乱之盟, 自, 其子兴, 真迹发难, 促王其本, 清月谋宗, 竟以遗允, 朝错为国远律, 或反近身, 冤昂, 全说, 出宠后辱, 故故者诸侯的不过百里, 山海不以风, 无亲遗敌, 以书其属, 改, 为无邪, 无畏全首, 反受其旧, 其昂, 错邪, 所引述赞, 无除清汉, 王必备得, 父因采山, 姓陈体局, 交经二治, 连结七国, 因命使间, 错诸未塞, 天之悔祸, 促取奔北, 使记为其填坟列传, 为其侯斗因者, 孝文后从兄子也, 复世观惊人, 喜宾客, 孝文时, 因为无乡, 并免, 孝景初即位, 为詹事, 梁孝王者, 孝景帝也, 其母斗太后爱之, 梁孝王朝, 因昆帝燕影, 事时尚未立太子, 酒憨, 从荣言曰, 千秋之后传梁王, 太后欢, 窦因影之久敬上, 曰, 天下者, 高祖天下, 父子相传, 此汉之曰也, 尚何以的善传梁王, 太后由此增窦因, 窦因一宝, 奇观, 因病免, 太后除窦因门疾, 不得入朝寝, 孝景三年, 无处返, 上查宗是诸窦, 无如窦因贤, 乃赵因, 因入见, 故慈谢并不足认, 太后亦残, 于是上曰, 天下方有疾, 王孙宁可以让邪, 乃拜英卫大将军, 赐金迁, 金, 因乃炎元昂, 鸾不诸名将贤士在家者敬之, 所赐金, 臣之郎武下, 君利过, 折令财, 取位用, 金无辱家者, 窦因手银扬, 兼其照兵, 七国兵已敬破, 封因未为其侯, 猪游士, 宾客真归为其侯, 孝景时美朝义大士, 调侯, 为其侯, 朱列侯莫敢于抗礼, 孝景四年, 立立太子, 使为其侯为太子父, 孝景七年, 立太子费, 为其数真不能的, 为其谢并, 平居蓝田南山之下数月, 朱宾客便是说之, 莫能来, 良人高岁乃说为其曰, 能富贵将军者, 上也, 能亲将军者, 太后也, 金将军富太子, 太子费而不能争, 争, 不能的, 又福能死, 自饮谢并, 雍赵女, 平坚处而不朝, 相提而论, 是自明阳主上之过, 有如两宫氏将军, 则妻子无类矣, 为其侯然之, 乃遂起, 朝请如故, 桃侯免香, 窦太后树颜为其侯, 孝景帝约, 太后启以为臣有爱, 不相为其, 为其, 这, 沾沾自喜而, 多亿, 难以为相, 持重, 遂不用, 用剑陵侯为晚为臣相, 武安侯田坟者, 孝景后同母帝也, 升掌灵, 为其以为大将军后, 方圣, 坟为诸郎, 为贵, 往来是酒为其, 贵其如子姓, 即孝景晚节, 坟义贵姓, 为太中代夫, 坟便有口, 学盘于诸书, 王太后贤之, 孝景崩, 即日太子吏, 称至, 所政府多有田坟宾客继家, 坟, 帝田圣, 皆以太后帝, 孝景后三年封坟为武安侯, 圣为周阳侯, 武安侯心欲用事未相, 背下宾客, 敬明事家居者贵之, 欲以轻位其诸将相, 见圆圆, 年, 丞相晚并免, 上亿至丞相, 太位, 即福说武安侯曰, 为其贵久矣, 天下事素归之, 经将军出兴, 位如位其, 即上亿将军为丞相, 必让位其, 为其为丞相, 将军必为太位, 太位, 丞相尊等尔, 又有让贤明, 武安侯乃为严太后封上, 于是乃以为其侯为丞相, 武安侯为太位, 即福贺为其侯, 应调曰, 君侯滋性喜善及恶, 方经善人欲君侯, 故, 至丞相, 然君侯且及恶, 恶人重, 亦且毁君侯, 君侯能相容, 则信久, 不能, 今已毁去, 以, 为其不听, 为其, 武安具好如数, 推古赵晚为玉使大夫, 王赃为郎中令, 迎鲁升功, 玉设明堂, 令列侯救国, 除官, 以礼卫扶至, 以兴太平, 举世诸窦宗室无节行者, 除其属吉, 十, 诸外家为列侯, 列侯多上公主, 皆不欲救国, 以故悔日制斗太后, 太后好黄老之言, 而, 为其, 武安, 赵晚, 王赃等, 乌龙推如数, 贬道家言, 是以斗太后资不说为其等, 及建缘, 二年, 玉使大夫赵晚请吴奏式东宫, 逗太后大怒, 乃霸竹赵晚, 王赃等, 而免丞相, 太, 为, 以博治侯许昌卫丞相, 五强侯庄轻敌位玉使大夫, 为其, 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武安侯虽不认职, 以王太后顾, 亲信, 树言是多孝, 天下力士趋势力者, 皆去为其, 归武安, 武安日一痕, 建缘六年, 窦太后崩, 陈相昌, 玉使大夫轻敌做丧事不办, 免, 以武安侯坟位陈相, 以大司农含安国位玉使大夫, 天下士郡诸侯寓义赴武安, 武安者, 茂青, 身贵胜, 又以为诸侯王多长, 尚初即位, 赴于春秋, 焚以肺腑未经, 诗香, 非痛者皆以礼屈之, 天下不素, 当世时, 陈相入奏事, 坐与一日, 所言皆听, 简, 人或起家至两千十, 全宜主上, 上乃曰, 君除力以敬畏, 无以欲除力, 常请考工地, 一宅, 上怒曰, 君和不遂取吾库, 事后乃退, 常照客影, 坐骑胸盖侯南乡, 自作东, 乡, 以为汉乡尊, 不可以胸故思饶, 武安由此资交, 至宅甲诸地, 田园极高于, 而是买, 郡献器物相属于道, 前唐罗中骨, 力驱瞻, 后房妇女以百数, 诸侯奉金玉狗马完好, 不, 可胜数, 为其施斗太后, 一书不用, 无事, 诸客稍稍自饮而待傲, 为贯将军独步施故, 为其, 日默默不得志, 而独厚欲贯将军, 贯将军夫者, 影音人也, 夫妇张梦, 常为影音侯音舍人, 得性, 应尽知至两千十, 故蒙贯士性为贯梦, 无处反时, 影音侯贯和为将军, 属太位, 请贯梦为校位, 夫已千人, 与妇聚, 冠梦年老, 影音侯强请知, 郁郁不得意, 故战长县间, 遂死无君中, 君法, 妇, 子聚从军, 有死事, 得与丧归, 冠夫不肯随丧归, 奋约, 缘取吴王若将军头, 以报复, 知仇, 于是贯夫被甲持己, 暮君中壮士所善缘从者数十人, 即出闭门, 莫赶前, 独尔, 人即从奴时数其持入吴君, 至吴将挥下, 所杀伤数十人, 不得前, 赴池海, 走入汉壁, 接王其奴, 独予亦其归, 夫身中大创食于, 事有万斤良药, 故得无死, 夫创少抽, 又妇, 请将军曰, 吴亦之吴必中曲折, 请妇往, 将军壮亦之, 孔王夫, 乃言太位, 太位乃, 故止之, 吴已破, 冠夫以此名闻天下, 隐阴侯言之上, 上已夫为中郎将, 数月, 作法去, 后家居长安, 长安中诸公莫扶称, 之, 孝景时, 至代相, 孝景东, 经上初级位, 已为怀扬天下交, 进兵处, 故喜夫为怀扬, 太守, 建缘元年, 入位太仆, 二年, 夫与常乐未未斗府饮, 轻重不得, 夫醉, 薄福, 福, 斗太后昆帝也, 上孔太后诸夫, 喜味艳相, 数岁, 作法去官, 家居长安, 冠夫为人刚指使酒, 不好面于, 贵妻诸有事在己之右, 不欲家里, 必灵之, 诸是在, 己之左, 月平见, 游易静, 与君, 仇人广众, 见宠下背, 事亦以此多知, 夫不喜文学, 好任侠, 已然诺, 诸所与交通, 无非豪杰大华, 家累数千万, 时刻日, 数十百人, 碑池田园, 宗族宾客未全力, 横于尹川, 尹川儿乃歌之曰, 尹水清, 贯世, 宁, 尹水浊, 贯世族, 贯夫家居虽赴, 然诗是, 倾向市中宾客一衰, 即为其侯诗事, 亦欲以贯夫引神披根, 身平木之后弃之者, 贯夫亦以为其儿通列侯宗室为名高, 两人香味隐重, 其犹如妇子然, 香得欢圣, 无厌, 恨香之晚也, 贯夫有福, 过丞相, 丞相从容约, 无欲语重如过为其侯, 会重如有福, 贯夫约, 将军乃肯姓林矿为其侯, 夫安敢以福未解, 请与为其侯障聚, 将军诞日早临, 五, 安徐诺, 贯夫聚与为其侯如所谓无安侯, 为其与其夫人亦是牛酒, 也撒扫, 早障聚致诞, 平民, 令门下后四, 至日中, 丞相不来, 为其为贯夫约, 丞相岂望之灾, 贯夫不, 义, 约, 夫以福请, 以往, 乃嫁, 自往淫丞相, 丞相特前戏许贯夫, 书无亦往, 即, 夫至门, 丞相上卧, 于是夫入见, 约, 将军昨日信许过为其, 为其夫妻置据, 自诞至, 经, 未敢尝试, 五安恶谢约, 无昨日醉, 忽妄与众如言, 乃驾网, 又徐行, 冠夫, 欲亦怒, 及饮酒憨, 夫其五属丞相, 丞相不乞, 夫从座上与亲之, 为其乃福贯夫去, 写, 丞相, 丞相醋饮至业, 及欢而去, 丞相常使及福请为其辰难填, 为其大妄约, 老仆虽弃, 将军虽贵, 宁可以事夺乎, 不许, 冠夫闻, 怒, 骂吉福, 吉福恶两人有戏, 乃曼自豪谢丞相约, 为其老且死, 亦忍, 且呆之, 以而五安闻为其, 冠夫时怒不语甜, 亦怒曰, 为其子常杀人, 焚, 活之, 焚是为其魔所不可, 和爱树请甜, 且冠夫何与也, 无不敢赴求甜, 五安由此大, 愿冠夫, 为其, 元光四年春, 丞相严冠夫家在尹川, 恒胜, 名苦之, 请按, 上约, 此丞相事, 何, 请, 冠夫一池丞相应事, 为监力, 受淮南王金语语言, 宾客居间, 遂旨, 拒解, 下, 丞相取燕王女为夫人, 有太后赵, 赵列侯宗室皆往赫, 为其侯过贯夫, 欲语句, 夫谢曰, 夫术已久失的过丞相, 丞相经者又与夫有戏, 为其曰, 事已解, 强, 语句, 饮酒憨, 午安岂未受, 坐皆必席服, 以为其侯未受, 独顾人必席耳, 于半兮兮, 冠夫不悦, 岂行酒, 至午安, 午安兮兮曦, 不能满伤, 夫怒, 因兮孝曰, 将军贵, 人也, 属之, 使午安不肯, 行酒次至领辱侯, 领辱侯方语成不识而语, 又不必席, 夫, 魔所发怒, 乃骂领辱侯曰, 身平毁成不识不值一钱, 今日长者未受, 乃孝女儿天涅儿, 于, 午安未贯夫曰, 臣礼聚东西公卫位, 经重辱臣将军, 众如独步为李将军的呼, 冠夫曰, 今日斩头献凶, 何之臣礼呼, 坐乃其更衣, 稍稍去, 为其喉去, 挥冠夫, 出, 午安岁怒曰, 此无交冠夫罪, 乃令其留冠夫, 冠夫欲出不得, 吉夫其未谢, 按, 冠夫向令谢, 夫悦怒, 不肯谢, 午安乃辉其父夫至传舍, 照常使曰, 今日照宗事, 有, 照, 何冠夫骂坐不敬, 戏居是, 遂按其前世, 潜力分曹主补诸冠氏之属, 皆得弃是罪, 为其喉大愧, 为滋使宾客请, 莫能解, 午安立皆为耳目, 诸冠氏皆王逆, 夫系, 遂补, 得告言午安因事, 为其瑞身为旧冠夫, 夫人见为其曰, 冠将军得罪丞相, 与太后加午, 宁可救邪, 为其侯曰, 侯自我得之, 自我捐之, 莫所恨, 且忠不令冠仲如毒死, 因毒生, 乃, 逆其家, 且出上书, 立赵入, 据言冠夫最保释, 不足诸, 上然之, 似为其时, 曰, 东, 朝廷辩之, 为其之东朝, 慎推冠夫之善, 言其最保得过, 乃成相以他事污罪之, 午安又圣悔管, 夫所为恒字, 最逆不道, 为其度不可奈何, 应言成相短, 午安曰, 天下幸而安乐无事, 焚得为肺腑, 所好音乐狗马田宅, 焚所爱唱幽巧匠之鼠, 不如为其, 贯夫日夜昭俱天, 下豪杰壮士与论义, 父匪而心棒, 不仰视天而腐化的, 辟邻两宫间, 信天下有变, 而遇, 有大宫, 臣乃不知为其等所为, 于是上问朝臣, 两人熟世, 玉使代府寒安国曰, 为其言冠夫妇死世, 生何己持入不测之无君, 身背数十创, 名官三君, 此天下壮士, 非有大恶, 真悲酒, 不足引他过以诸也, 为其言事也, 成相一言冠夫通奸华, 清细名, 家磊俱万, 横自尹川, 伶俐宗世, 清犯骨肉, 此所谓, 知大于本, 尽大于骨, 不折必批, 成相言义士, 为民主才知, 主角都为极暗示为其, 内使政当时是为其, 后不敢奸, 对, 于皆莫敢对, 上怒内使曰, 公平身数言为其, 午安长短, 今日庭论, 局去校园下, 居, 无病斩若数矣, 吉霸起入, 上时太后, 太后亦已使人厚寺, 据已告太后, 太后怒, 不识, 曰, 今我在也, 而人皆及无地, 令我百岁后, 皆于肉之矣, 且地您能为识人, 邪, 此特地在, 吉露露, 设百岁后, 是属您有可信者乎, 上谢曰, 据宗室外加, 故, 停辨之, 不然, 此一玉力所绝而, 是时郎中令石剑位上别言两人士, 午安以霸朝, 出指车门, 照韩玉使代福仔, 怒曰, 与长如共一老秃翁, 何谓手术, 两端, 韩玉使良久为臣相曰, 君何不自喜, 夫为其毁君, 君当免官解应受归, 曰, 臣已废服性地呆罪, 故非其任, 为其言皆是, 如此, 上必多君有让, 不废君, 为其避, 内溃, 渡门炸蛇自杀, 惊人毁君, 君亦毁人, 譬如假数女子真言, 何其无大体也, 无, 安谢罪约, 真实疾, 不知出辞, 于是上使玉使不择为其所言贯夫, 颇不愁, 欺满, 何戏都司空, 孝敬时, 为其长寿, 依照, 曰, 事有不变, 以偏一论上, 即戏, 贯夫最致足, 是日吉, 诸公莫敢赴名言于, 上, 为其乃使坤弟子上书言之, 性的赴照见, 书奏上, 而按上书大行无遗照, 照书独葬, 为其家, 家成风, 乃何为其脚先帝照, 最当气势, 五年十月, 西论贯夫及家属, 为其良, 酒乃闻, 闻即慧, 并费, 不时欲死, 或闻上无意杀为其, 为其复食, 治病, 亦定不死已, 乃有非语为恶言文上, 故以十二月会论气室未成, 其春, 五安侯病, 专呼服谢罪, 使乌是鬼者是之, 见为其, 贯夫共守, 欲杀之, 静, 静, 紫田寺, 元朔三年, 五安侯坐一丹于入宫, 不静, 淮南王安某反决, 至, 王前朝, 五安侯为太位, 十吟王至霸上, 为王曰, 尚未有, 太子, 大王最贤, 高祖孙, 及公车宴驾, 非大王立当谁哉, 淮南王大喜, 后宜经才悟, 上自卫其实不止五安, 特卫太后故儿, 及闻淮南王今世, 尚曰, 使五安侯在者, 足, 亦, 太史公曰, 为其, 五安皆以外欺众, 贯夫用意识绝佳而明显, 为其之举以无处, 五安之贵在日月之际, 然为其臣不知时便, 贯夫无数而不逊, 两人相亦, 乃成祸乱, 五安, 富贵而好全, 悲酒则望, 献臂两贤, 乌乎哀哉, 千怒疾人, 命意不严, 众树不载, 敬备, 恶言, 乌乎哀哉, 或所从来以, 所引述赞, 斗阴, 田坟, 势力相雄, 贤以外欺, 或是军功, 贯夫自喜, 饮仲其忠, 义气悲酒, 辟逆两宫, 事竟不值, 冤哉二宫, 史记寒常如列传, 御史大夫含安国者, 梁辰安人也, 后喜虽扬, 长寿寒子, 杂家说于邹田申所, 事良, 孝王为钟大夫, 无处反时, 孝王使安国籍张宇未将, 汉吴兵于东界, 张宇立战, 安国持, 众, 已故无不能过梁, 无处已破, 安国, 张宇明有此险, 梁孝王, 景帝母帝, 斗太后爱之, 令得自寝至相, 两千十, 出入游戏, 见于天子, 天子闻之, 心服善也, 太后之地不善, 乃怒梁使者, 伏见, 暗则王所为, 韩安国为梁使, 见大长公主而契约, 和梁王为人子之孝, 为人臣之忠, 太后曾服审也, 夫前日无, 处, 其, 照七国反时, 自观以东接合从西乡, 为梁最轻位艰难, 梁王念太后, 帝在中, 而诸侯扰乱, 一言气数行下, 贵宋臣等六人, 将兵集却无储, 无储已故兵不敢息, 而猝, 破王, 梁王之力也, 经太后以小节颗里, 则望梁王, 梁王父兄皆帝王, 所见者大, 故初称, 必, 入严谨, 车其皆帝所赐也, 急欲以差笔现, 驱持国中, 以夸诸侯, 令天下敬之太后, 帝爱之也, 经梁使来, 折岸则之, 梁王恐, 日夜替弃思慕, 不知所为, 和梁王之为子, 孝, 未成忠, 而太后扶恤也, 大常公主据已告太后, 太后喜曰, 为言之地, 言之, 帝心乃解, 而免关谢太后曰, 兄弟不能相较, 乃为太后遗忧, 惜见梁使, 后赐之, 其后梁王亦清欢, 太后, 常公主更赐安国可执迁于京, 明游此险, 劫于汉, 其后安国作法抵罪, 蒙玉立田甲辱安国, 安国曰, 死灰独不复然乎, 田甲曰, 然及逆之, 居无和, 梁内使缺, 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使, 企图中为两千十, 田甲, 王走, 安国曰, 甲不就官, 我灭而踪, 甲因肉坦谢, 安国孝曰, 可逆矣, 宫等足, 与智乎, 促善欲知, 梁内使之缺也, 孝王兴的旗人公孙鬼, 说之, 欲请已为内使, 窦太后文, 乃赵王已, 安国为内使, 公孙鬼, 杨慎说孝王求为帝太子吉义的事, 恐汉大臣不听, 乃因使人赐汉用事谋臣, 吉沙固无相援昂, 井帝遂闻鬼, 盛等计划, 乃遣时不鬼, 盛, 必得, 汉使时被制良, 相以下举国大所, 跃于不得, 内使安国闻鬼, 盛逆孝王所, 安国入见王而契约, 主辱, 臣死, 大王无良臣, 故事纷纷致此, 金鬼, 圣不得, 请辞赐死, 王约, 何致此, 安国契数行下, 约, 大王自度于皇帝, 属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及皇帝之与临江王亲, 孝王约, 福如也, 安国约, 夫太上, 临江亲父子之间, 然而高帝约, 提三尺剑, 取天下者正也, 故太上皇中不得至世, 居于丽阳, 临江王, 是长太子也, 以一言过, 废王临江, 用公元事, 促自杀中卫府, 何者, 至天下中不以私乱功, 与曰, 虽有亲父, 安知其不畏虎, 虽有亲兄, 安知其不畏郎, 经大王列在诸侯, 悦一邪臣服说, 犯上, 静, 饶民法, 天子以太后顾, 不忍制法于王, 太后日夜替气, 信大王自改, 而大王中不, 觉悟, 有如太后公车及宴驾, 大王上谁攀忽, 与谓促, 孝王气数行下, 谢安国约, 无精出轨, 审, 鬼, 甚自杀, 汉史还报, 梁氏皆的事, 安国之力也, 于是景帝, 太后, 义重安国, 孝王促, 共王即位, 安国做法师官, 居家, 建园中, 五安侯田坟位和太位, 亲贵用事, 安国以五百金物移焚, 焚颜安国太后, 天子义素闻其贤, 及赵以为北地都位, 千位大司农, 敏月, 敏月, 东月相攻, 安国籍大行王辉, 将, 魏智月, 月沙齐王将, 汉兵一霸, 建元六年, 武安侯魏丞相, 安国魏玉史大夫, 匈奴来请和亲, 天子下议, 大行王辉, 宴人也, 树为边立, 席之胡适, 一约, 喊, 与匈奴和亲, 律不过数岁即父被约, 不如物许, 新兵即之, 安国约, 千里而战, 兵, 不获利, 金匈奴妇荣马之族, 怀禽兽之心, 千禧秒聚, 难得而至也, 得其地不足以为广, 有其众不足以为强, 自上古不属为人, 汉数千里真利, 则仁马罢, 鲁以权至其弊, 且, 强弩之极, 使不能穿鲁稿, 冲锋之末, 力不能飘红毛, 飞出不尽, 莫利衰也, 急之不便, 不如和亲, 群臣义者多富安国, 于是尚许和亲, 其明年, 则圆光元年, 燕门马亦豪涅翁一音大行王辉言上曰, 匈奴出何亲, 亲信, 鞭, 可又以利, 因使涅翁一未兼, 王辱匈奴, 未丹于曰, 无能斩马亦令成立, 以臣, 将, 财物可尽得, 丹于爱信之, 以为然, 许涅翁一, 涅翁一乃孩, 诈斩死罪囚, 献其, 投马亦臣, 是丹于使者未信, 约, 马亦常立已死, 可及来, 于是丹于穿赛将十余万, 其, 入五周赛, 当事时, 汉服兵车骑财官二十余万, 逆马亦旁古中, 魏魏李广魏萧齐将军, 太蒲公, 孙赫魏清车将军, 大型王辉魏江屯将军, 太中代府李席魏财官将军, 御使代府韩安国魏, 护军将军, 朱江皆属护军, 约丹于入马亦而汉兵纵发, 王辉, 李席, 李广别从代主及其, 资重, 于是丹于入汉长城五周赛, 位置马亦百余里, 行掠路, 图见序幕于也, 不见一人, 丹于怪之, 攻封岁, 的五周卫使, 遇刺问卫使, 卫使曰, 汉兵数十万辅马亦下, 丹于故卫左右曰, 几位汉所迈, 乃隐兵还, 出塞, 曰, 吴的卫使, 乃天也, 命, 卫使为, 天王, 塞下传言丹于已隐去, 汉兵追至赛, 杜福吉, 吉霸, 王辉等兵三万, 闻丹于不与汉河, 杜王吉资重, 必与丹于精兵战, 汉兵势必败, 则以便宜霸兵, 皆无功, 天子怒王辉不出击丹于资重, 善引兵霸也, 辉曰, 使曰鲁入马一臣, 兵与丹于皆, 而臣及其资重, 可得利, 经丹于闻, 不治而还, 臣以三万人重不敌, 是取辱而, 臣, 故之海而展, 然的完毕下是三万人, 于是下辉庭尉, 庭尉当辉斗饶, 当斩, 辉司行迁, 经丹相坟, 坟不敢言上, 而言于太后曰, 王辉手造马一事, 经不成而诸辉, 侍卫匈奴, 报仇也, 上朝太后, 太后以丹相言告上, 上曰, 首位马义士者, 辉也, 故发天下兵, 数十万, 从其言, 为此, 且纵丹于不可得, 辉所不及其资重, 有颇可得, 以为世代复兴, 经不诸辉, 无以谢天下, 于是辉闻之, 乃自杀, 安国为人多大略, 至足以当事取和, 而出于忠厚焉, 贪事于财, 所推举皆连事, 前, 于己者也, 于两举狐岁, 赃固, 至他, 皆天下明事, 事亦以此称目之, 为天子已为国弃, 安国为玉使代复四岁于, 丞相田粉死, 安国行丞相事, 奉引舵车俭, 天子亦至相, 于, 用安国, 使使世之, 俭慎, 乃更以平及侯靴责为丞相, 安国并免数月, 俭月, 尚赴以安, 国为中卫, 岁于, 喜魏魏魏魏, 车骑将军为清及匈奴, 出上谷, 破湖龙城, 将军里广为匈奴所得, 赴诗之, 公孙敖, 大王簇, 皆当斩, 赎位数人, 明年, 匈奴大入边, 杀辽西太守, 急入燕门, 所杀略数千, 人, 车骑将军为清及之, 出燕门, 卫卫安国为财官将军, 屯于于阳, 安国不申鲁, 严凶, 奴远去, 急上书严方田坐时, 请且霸军屯, 霸军屯跃于, 匈奴大入上谷, 于阳, 安国必, 乃有七百余人, 出与战, 不慎, 复入弊, 匈奴掳掠千余人, 急续铲而去, 天子闻之, 怒, 事事则让安国, 屠安国义东, 屯右北平, 事时匈奴鲁岩当入东方, 安国使魏御史大夫及护军, 后烧赤书, 下迁, 而兴信状将军为清等有功, 义贵, 安, 国既疏远, 默默也, 将屯右为匈奴所欺, 师王多, 胜自愧, 信的罢归, 乃亦东西屯, 亦, 忽忽不乐, 数月, 并殴写词, 安国以元朔二年中促, 太史公约, 与与胡遂定律力, 官含长儒之意, 胡遂之身中引后, 事之言良多长者, 不须哉, 胡遂官至詹事, 天子方已以为汉乡, 会遂促, 不然, 胡遂之内连行修, 思鞠躬, 君子也, 所引述赞, 安国忠厚, 初位良疆, 应是做法, 免徒起相, 死灰更燃, 身鲁失房, 推贤见重, 慧经一磅, 血气雾主, 臣洁可量, 史记李将军列传, 李将军广者, 隆熙臣记人也, 其先曰李姓, 秦时未将, 竹得宴太子丹者也, 顾怀礼, 洗尘记, 广家世事受赦, 孝文第十四年, 匈奴大入宵关, 而广乙梁家子从军集湖, 用, 善其射, 杀手卢多, 为汉中郎, 广从地理菜一位郎, 皆为武其常侍, 至八百时, 常从行, 有所明献者观及格猛兽, 而文帝曰, 习乎, 子不欲时, 如令子当高帝时, 万户侯起, 足道哉, 吉孝景出力, 广为隆熙都为, 喜为其郎将, 无储君时, 广为萧齐都为, 从太为雅夫, 吉吴储君, 取其, 显功名昌意下, 以梁王寿广将军应, 还, 赏步行, 喜为上古太守, 凶, 奴日以何战, 典数国公孙昆邪为上契约, 李广才契, 天下无双, 自负其能, 术与鲁敌, 战, 孔王之, 于是乃喜为上郡太守, 后广转为边郡太守, 喜上郡, 常为隆熙, 北帝, 燕门, 戴郡, 云中太守, 皆以立战为名, 匈奴大陆上郡, 天子使中贵人从广乐习兵级匈奴, 中贵人将其数十纵, 剑匈奴三人, 与战, 三人还设, 伤中贵人, 杀其其且尽, 中贵人走广, 广曰, 势必射雕者也, 广乃岁从百旗往持三人, 三人往马步行, 行数十里, 广令其其章左右翼, 而广身自射笔, 三人者, 杀其二人, 身得一人, 果匈奴射雕者也, 以赴之上马, 望匈奴有数千骑, 见广, 以为幼骑, 接经, 上山城, 广之百骑皆大孔, 欲持海走, 广曰, 无去大军数十里, 今如此以百骑走, 匈奴追涉我立境, 今我留, 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 必不敢及我, 广, 令诸其曰, 前, 前卫道匈奴臣二理所, 指, 令曰, 接下马解安, 其其曰, 卢, 多且敬, 及有及, 奈何, 广曰, 比卢以我为走, 今皆解安已是不走, 用歼其矣, 于是胡其岁不敢及, 有白马将出户骑兵, 李广尚马与时于其, 射杀胡白马将, 而父还志, 其其中, 解安, 令氏皆纵马我, 适时会目, 胡兵中怪之, 不敢及, 夜半时, 胡兵亦以为, 汉有福君于旁御夜取之, 胡皆引兵而去, 平淡, 李广乃归其大军, 大军不知广所知, 故, 服从, 居久之, 孝景崩, 武帝立, 左右以为广明将也, 于是广以上郡太守卫卫央卫, 秧卫卫, 而, 称, 旧善水草屯, 舍止, 人人自辩, 不及刀斗以自卫, 莫府省约文书即是, 然亦远赤后, 为常遇害, 臣不时政部驱航五营臣, 即刀斗, 势力至军不致名, 军不得休息, 然亦远, 常遇害, 不时约, 李广军即简易, 然鲁醋犯之, 无以敬也, 而其士族亦亦乐, 贤乐为, 知死, 我军虽烦扰, 然鲁亦不得犯我, 事实汉边郡李广, 臣不时皆为名将, 然凶奴卫, 李广之略, 士族亦多乐从李广而苦臣不时, 臣不时孝景时以树职见为太宗大夫, 为人连, 仅于文法, 后汉以马逸臣又丹于, 使大军辅马逸旁古, 而广为萧綦将军, 领属护军将军, 事实, 丹于觉知, 去, 汉军皆无功, 其后四岁, 广以为魏魏将军, 出燕门籍匈奴, 匈奴兵多, 破败广军, 申得广, 丹于素文广贤, 另约, 得理广必申致之, 胡其的广, 广时伤病, 至广两马间, 落而胜卧广, 行时于礼, 广相死, 逆其旁有一胡而骑善马, 广赞藤而上, 胡而马, 应推舵而, 取其功, 编马南池数十里, 赴得其余军, 阴影而入赛, 匈奴捕折其, 数百追之, 广行取胡而攻, 射杀追其, 以故得托, 于是致汉, 汉下广力, 力当广所师王, 多, 为鲁所生的, 当斩, 赎未数人, 请知, 家居数岁, 广家与顾影英侯孙平也居蓝田南山中涉猎, 长夜从意其出, 从人, 田间影, 还致霸灵亭, 霸灵畏醉, 喝止广, 广齐曰, 顾礼将军, 卫曰, 金将军上, 不得夜行, 何乃故也, 至广肃亭下, 居无和, 凶奴入沙辽西太守, 拜韩将军, 后韩将, 军喜右北平, 于是天子乃照拜广为右北平太守, 广集请霸灵为宇聚, 致君而斩之, 广居右北平, 匈奴闻之, 昊曰, 汉之非将军, 必知数岁, 不敢入右北平, 广出列, 见草忠实, 以为虎而设之, 忠实梅族, 试之时也, 应赴更设之, 终不能赴, 入时已, 广所居郡文有虎, 常自设之, 及居右北平设虎, 虎藤商广, 广义竟设杀之, 广连, 的赏赐, 折分其麾下, 影时与世共之, 中广之身, 为两千十四十余年, 家无余, 才, 中不严家产事, 广为人常, 原必, 其善设意天性也, 虽其子孙他人学者, 莫能极广, 广乐口少言, 与人居则化的魏君臣, 设阔侠以影, 专以设魏系, 尽死, 广之江兵, 罚, 绝之处, 见水, 士族不尽影, 广不尽水, 士族不尽时, 广不尝时, 宽缓不苛, 是以此爱, 乐为用, 骑射, 见狄疾, 飞在数十步之内, 渡不中不发, 发及应贤而到, 用此, 骑将兵, 术困辱, 骑射猛受意味所伤云, 居请之, 石剑簇, 于是上召广代剑位郎中令, 元朔六年, 广复位后将军, 从大将军, 军出定乡, 及匈奴, 朱将多中手鲁律, 以公位侯者, 而广均无功, 后二岁, 广以郎中令, 将四千骑出右北平, 伯望侯张千将万骑与广聚, 意道, 行可数百里, 匈奴左贤王将四万, 其为广, 广均是皆孔, 广乃使其子敢往持之, 敢督语数十其持, 直观胡其, 出其左右儿, 还, 告广曰, 胡卢一语儿, 君是乃安, 广未还成外乡, 胡及及之, 使下如雨, 汉兵, 死者过半, 汉使且尽, 广乃令是迟闷无发, 而广深自以带黄色骑皮将, 杀树人, 葫芦义, 解, 惠日暮, 立世皆无人色, 而广义气自如, 义至君, 君中自是福其永也, 明日复利, 战, 而伯望侯君一致, 匈奴君乃解去, 汉君罢, 福能追, 适时广君即眉, 罢归, 汉法, 伯望侯留持后期, 当死, 赎未数人, 广君公自如, 无赏, 初, 广之从地理蔡与广聚世孝文帝, 景帝时, 蔡姬功劳至两千十, 孝武帝时, 智代, 相, 以元朔五年为轻车江车, 从大将军及右贤王, 有功忠律, 封为乐安侯, 元寿二年中, 代公孙宏伟臣相, 蔡为人在下中, 名声出广下甚远, 然广不得决意, 官不过九卿, 而, 蔡为列侯, 位置三公, 诸广之君立即士族获取封侯, 广常语望契王朔艳语, 曰, 自汉, 即匈奴而广为常不在其中, 而诸部校尉以下, 才能不及中人, 然以即胡军功取猴者数十, 人, 而广不为后人, 然无尺寸之功以的封义者, 何也, 岂无相不当侯协, 且顾命也, 朔曰, 将军自念, 岂常有所恨乎, 广曰, 无常为拢携手, 枪常反, 无诱而降, 降, 这八百余人, 无诈而同日杀之, 至今大恨读此儿, 朔曰, 或莫大于杀以降, 此乃将, 君所以不得侯者也, 后二岁, 大将军, 票其将军大出击匈奴, 广述自寝行, 天子以为老, 扶许, 两久乃, 许之, 以为前将军, 四岁, 元寿四年也, 广即从大将军亲及匈奴, 即出赛, 亲补鲁之丹于所居, 乃自以精兵走之, 而令广并, 于幼将军军, 出东道, 东道少回远, 而大军行水草少, 其事不屯行, 广自请约, 臣补, 为前将军, 经大将军乃喜令臣出东道, 且臣解法而与匈奴战, 今乃义得荡丹于, 臣原居, 前, 先死丹于, 大将军轻易因受上戒, 以为李广老, 竖其, 无令当丹于, 恐不得所欲, 而适时公孙敖兴师侯, 为中将军从大将军, 大将军义遇使敖宇聚当丹于, 顾喜前将军, 广, 广时之之, 顾自辞于大将军, 大将军不听, 令常使封书与广之莫府, 曰, 即义部, 如书, 广不屑大将军而起行, 义圣运怒而救部, 引兵与幼将军时其和军出东道, 军, 王道, 或师道, 后大将军, 大将军与丹于接战, 丹于顿走, 福能得而还, 难掘墓, 御前, 将军, 又将军, 广以见大将军, 还入军, 大将军史长史迟, 劳以广, 因问广, 时其师道, 壮, 轻遇上书报天子君曲折, 广卫对, 大将军史长史及则广之莫府对部, 广曰, 诸孝, 为无罪, 乃我自师道, 无经自上部, 至莫府, 广卫其挥下曰, 广解法语匈奴大小七十余战, 精信从大将军出阶丹于兵, 而大将军又喜广步行回远, 而又迷失道, 岂非天灾, 且广年六十余矣, 终不能复对刀, 笔之力, 遂引刀自警, 广军是代辅义军皆哭, 百姓闻之, 知与不知, 无老状皆未垂体, 而又将军独下立, 当死, 赎未数人, 广子三人, 约当户, 骄, 赶, 为狼, 天子与寒烟戏, 烟少不逊, 当户集烟, 烟走, 于是天子以为勇, 当户早死, 拜交为戴郡太守, 皆先广死, 当户有一父子明邻, 广死君, 十, 赶从票其将军, 广死明年, 李蔡已成像做青孝景元软的, 当下立志, 蔡易自杀, 补, 队遇, 国除, 立敢以校尉从票其将军及胡左贤王, 立战, 夺左贤王古旗, 斩首多, 四绝, 官内侯, 十亿二百户, 带广位郎中领, 请之, 愿大将军亲之恨其父, 乃及伤大将军, 大将军逆会之, 居无和, 赶从上拥, 至甘权攻略, 票其将军去病与亲友亲, 涉杀感, 去病, 十方贵性, 上会云露处杀之, 居遂于, 去病死, 而敢有女为太子中人, 爱性, 敢男与有, 宠于太子, 然好力, 李氏灵池衰为矣, 李灵记状, 选为剑张尖, 尖诸其, 善赦, 爱世族, 天子以为李氏是江, 而始江八百, 其, 长身入匈奴二千余里, 过居岩是地形, 摩索见鲁而孩, 拜卫其兜卫, 江丹阳楚人武, 千人, 教舍九泉, 张叶以屯为狐, 数岁, 天汉二年秋, 二师将军李广丽江三万奇及匈奴又贤王于其连天山, 而始临江, 其设士步兵五千人出居沿北可千余里, 欲以分匈奴兵, 无令专走二师也, 灵济至其孩, 而丹羽以兵八万为及灵军, 灵军五千人, 兵史寂静, 誓死者过半, 而所杀伤匈奴亿万余, 人, 且隐且战, 连斗八日, 还未到居岩百余里, 匈奴遮阙决道, 临时乏而就兵不到, 鲁, 积极招降陵, 灵曰, 无面目报陛下, 遂将匈奴, 其兵敬眉, 于王散的归汉者四百余, 人, 丹于既得灵, 素闻其家身, 即战幼壮, 乃以其女妻灵而贵之, 汉文, 族灵母妻子, 自逝之后, 李氏明白, 而隆熙之逝居门下者皆用未耻焉, 太史公约, 传约,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其李将军之位也, 于度李将军圈圈如彼人, 口不能道辞, 即死之日, 天下之语不知, 皆为敬哀, 必其忠实, 心诚信于世代赴也, 宴曰, 逃离不言, 下自晨曦, 此言虽小, 可以欲大也, 所引述赞, 原必善设, 实负其能, 解安却敌, 原阵催风, 边郡吕守, 大军再从, 诗道见赤, 竖其不封, 习栽名将, 天下无双, 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 其先祖下后世之苗一也, 曰纯为, 唐于以上有山荣, 险云, 昏周, 居于北瞒, 随序目而转移, 其处之所多则门, 马、牛、羊, 其其处则驼椅, 驴罗、 快蹄、 陶土、 驼席, 竹水草千禧, 无尘锅长处耕田之叶, 然亦各有分地, 无文书, 以言语未约束, 而门其, 羊, 隐宫射鸟树, 少尝则射糊涂, 用卫石, 势力能贯功, 敬卫甲骑, 其俗, 宽则随处, 因涉猎禽寿为深夜, 急则人席战功以轻乏, 其天性也, 其长兵则宫矢, 短兵则刀禅, 力, 则静, 不力则退, 不休顿走, 狗力所在, 不知理矣, 自君王以下, 咸食触肉, 依其皮革, 被沾囚, 壮者食肥美, 老者食其余, 贵壮剑, 剑老弱, 父死, 妻其后母, 兄弟死, 皆, 取其妻妻之, 其俗有名不惠, 而无性自, 下道衰, 而宫流失其济官, 便于西戎, 溢于兵, 其后三百有余岁, 戎狄攻大王淡赴, 淡赴王走其下, 而兵仁兮从淡赴而一焉, 作周, 其后百有余岁, 周西伯昌伐犬一世, 后时有余年, 五王伐咒而迎洛邑, 赴居于封号, 放竹戎一经, 洛之北, 以时入贡, 命约, 荒浮, 其后二百有余年, 周到衰, 而沐王伐犬荣, 得四白狼四白鹿已归, 自逝之后, 荒浮不至, 于是周岁作辅行之辟, 慕王之后二百有余年, 周幽王用宠姬, 四只故, 与 申侯有鹊, 申侯怒而与犬荣共攻杀周幽王于离山之下, 遂取周之交货, 而居于京卫之间, 清报中国, 秦湘公救周, 于是周平王去封号而东喜洛邑, 当事之时, 秦湘公伐荣至其, 始列为诸侯, 事后六时有五年, 而山荣月燕而伐其, 其离公与战于其交, 其后四十四, 年, 而山荣伐燕, 燕告急于其, 其桓公北伐山荣, 山荣走, 其后二时有余年, 而荣狄至, 落邑, 伐周湘王, 湘王奔于镇之范义, 初, 周湘王遇伐镇, 故取荣狄女位后, 与荣狄兵, 共伐阵, 以儿处狄后, 狄后愿, 而湘王后母约会后, 有子子代, 御立之, 于是会后与狄, 后, 子代为内应, 开荣狄, 荣狄已故得入, 破竹周湘王, 而立子代为天子, 于是荣狄或, 居于陆魂, 东至于魏, 倾道暴虐中国, 中国吉之, 故诗人歌之曰, 荣狄适应, 宝伐, 现运, 至于大园, 出于蓬蓬, 陈彼硕方, 周湘王纪居外四年, 乃是始告急于靖, 靖文公出立, 欲修罢业, 乃兴师法竹荣狄, 朱子代, 营内周湘王, 居于洛邑, 当世之时, 秦靖魏强国, 靖文公让荣狄, 居于河西营, 洛之间, 昊曰赤狄, 白狄, 秦牧宫北游于, 西戎八国浮于秦, 故自隆以西有棉珠, 滚荣, 笛, 荣之荣, 齐, 梁山, 经, 七之北有一渠, 大力, 巫氏, 渠掩之荣, 而靖北有灵狐, 楼帆之荣, 燕北有东狐, 山戎, 各分散居西谷, 自有军长, 往往而巨者百有余荣, 然莫能向依, 自世之后百有余年, 靖道宫始未降和荣狄, 荣狄朝靖, 后百有余年, 赵湘子余巨柱, 而破病带以灵狐河, 其后寄与寒卫共灭之伯, 分敬的而有之, 则照有待, 巨柱之北, 为, 有河西, 上郡, 以羽蓉戒边, 其后一渠之荣, 筑成锅以自首, 而情烧蚕食, 至于惠王, 碎, 拔义渠二十五成, 惠王即位, 未进入西河即上郡于秦, 秦昭王时, 义渠荣王与宣太后乱, 有二子, 宣太后诈而杀义渠荣王于甘泉, 遂起兵伐残义渠, 于是秦有隆兮, 北地, 上郡, 驻常臣以巨湖, 而照武陵王亦便俗湖浮, 习骑设, 北破陵湖, 楼帆, 驻常臣, 自带, 并阴山下, 至高雀卫塞, 而至云中, 燕门, 带郡, 其后燕有贤将擒开, 位置于湖, 湖盛, 兴之, 归而席破走东湖, 东湖却迁于里, 与今可赐秦王秦武扬者, 开之孙也, 燕翼铸长, 臣, 自造扬至湘平, 至上谷, 于扬, 右北平, 辽西, 辽东郡以巨湖, 当世之时, 关带战, 国期, 而三国鞭于匈奴, 其后赵江里木时, 匈奴不敢入赵边, 后勤灭六国, 而始皇帝时, 蒙田将十万之众北极湖, 吸收河南地, 因河卫塞, 驻四十四县城陵河, 喜事述已冲之, 而通之道, 自九元至云阳, 因边山险蝉溪谷可善者致之, 启陵桃至辽东万余里, 又渡河, 距阳山北甲中, 当世之时, 东湖强而越世甚, 匈奴丹于约投曼, 投曼不胜情, 北喜, 十余年而蒙田, 死, 诸侯叛秦, 中国扰乱, 诸秦所喜事戍边者皆赴去, 于是匈奴的宽, 富烧渡河南与中, 国界于故赛, 丹于有太子民茂顿, 后有所爱恶事, 生少子, 而丹于玉肺茂顿而立少子, 乃是茂顿, 值于越世, 茂顿既值于越世, 而投曼即即越世, 越世欲杀茂顿, 茂顿到其善马, 其之王, 归, 投曼以为状, 令将万其, 茂顿乃作为鸣笛, 其乐其其设, 令曰, 鸣笛所设而不惜, 设者, 斩之, 行列鸟兽, 有不设鸣笛所设者, 则斩之, 以而茂顿以鸣笛自设其善马, 左右或不敢设者, 茂顿力斩不设善马者, 居请之, 赴以鸣笛自设其爱妻, 左右或剖孔, 不敢设, 茂顿又复斩之, 居请之, 茂顿出列, 以鸣笛设单于善马, 左右皆设之, 于是茂, 顿之其左右皆可用, 从其负单于投曼列, 以鸣笛设投曼, 其左右亦皆随鸣笛而设杀单于, 投曼, 遂敬诸其后母与帝及大臣不听从者, 茂顿自立为单于, 茂顿纪立, 适时东湖强盛, 闻茂顿杀父自立, 乃时时未茂顿, 欲得投曼时有千里马, 茂顿问群臣, 群臣皆曰, 千里马, 匈奴保马也, 物语, 茂顿曰, 奈何与人邻国, 而爱亦马乎, 遂与之千里马, 居请之, 东湖以为茂顿未知, 乃时时未茂顿, 欲得丹于, 一二事, 茂顿父问左右, 左右皆怒曰, 东湖无道, 乃求恶事, 请及之, 茂顿曰, 奈何与人邻国爱亦女子乎, 遂取所爱恶事与东湖, 东湖王寓一交, 西青, 与匈奴间, 中有气的, 莫居, 千与礼, 各居其边未欧托, 东湖使时未茂顿曰, 匈奴所与我戒欧托, 外戚的, 匈奴非能致也, 无欲有之, 茂顿问群臣, 群臣或曰, 此戚的, 与之亦可, 物语亦可, 于是茂顿大怒曰, 帝者, 国之本也, 奈何与之, 诸言与之者, 皆斩之, 茂顿上马, 令国中有后者斩, 遂东西及东湖, 东湖出清茂顿, 不畏背, 及茂顿以兵制, 即, 大破灭东湖王, 而鲁齐名人及蓄产, 即归, 西及走越市, 南并楼帆, 白阳河南王, 西父收秦所使蒙田所夺匈奴帝者, 与汉官顾河南塞, 至朝, 夫施, 岁清燕, 代, 是, 十汉兵与项羽相聚, 中国霸于兵阁, 以故矛盾的自强, 空闲之势三十余万, 自纯为以至头漫千有余岁, 十大十小, 别散分离, 上以, 其世传不可得而刺云, 然, 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 竟服从北宜, 而南与中国为敌国, 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济云, 至左右贤王, 左右古离王, 左右大将, 左右大兜卫, 左右大档户, 左右古兜侯, 凶, 奴卫贤曰曰, 图齐, 故常以太子为左图齐王, 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 大者万齐, 小, 者数千, 凡二十四长, 利好曰, 万齐, 诸大臣皆是官, 忽掩是, 蓝是, 其后有须不是, 此三姓其贵种也, 诸左方王将居东方, 直上古以往者, 东皆会合, 朝鲜, 右方王将居, 西方, 直上郡以西, 皆越是, 低, 腔, 而丹于知亭之带, 云中, 各有分地, 竹水草以洗, 而左右贤王, 左右古离王最为大, 左右古兜侯辅阵, 诸二十四长亿各自至千长, 百长, 十长, 必小王, 相, 丰都为, 当户, 且渠之属, 岁真月, 诸长小会丹于亭, 词, 五月, 大会龙城, 祭其仙, 天地, 鬼神, 秋, 马北, 大会跌临, 客笑人处祭, 其法, 拔任此者死, 做到者末入其家, 有罪小者渣, 大者死, 欲久者不过时日, 异国之求不过数人, 而丹于朝出迎, 拜日之始生, 戏拜月, 其左, 长左而北乡, 日上物己, 其送死, 有观果经营依求, 而无丰树丧福, 尽兴臣妾从死者, 多致数千百人, 举世而后心悦, 越胜壮则攻战, 越窥则退兵, 其攻战, 斩首鲁赐一支酒, 而所得鲁获应以与之, 得人以为奴婢, 故其战, 人人自卫去立, 善为右兵以冒敌, 故, 其见敌则逐立, 如鸟之急, 其困败, 则瓦解云散矣, 战而浮于死者, 静得死者家财, 后被浮魂语, 驱赦, 丁陵, 立坤, 兴离之国, 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福, 以冒断丹于, 为贤, 适时汉出定中国, 喜汉王姓于带, 都马义, 匈奴大功为马义, 汉王姓将匈奴, 匈奴, 得姓, 阴影兵南于巨柱, 攻太原, 至近阳下, 高帝自将兵网集之, 惠东大汗于雪, 促之, 舵指者十二三, 于是茂顿翔败走, 又汉兵, 汉兵逐及茂顿, 茂顿逆其精兵, 渐其雷若, 于是汉西兵, 多步兵, 三十二万, 北逐之, 高帝先至平臣, 步兵未尽道, 茂顿纵经兵寺, 十万骑为高帝于白登, 七日, 汉兵中外不得相就想, 匈奴骑, 骑西方进白马, 东方进青, 芒马, 北方进乌里马, 南方进新马, 高帝乃使时间后一二世, 厄世乃为茂顿曰, 两主, 不相困, 经得汉的, 而丹于中非能居之也, 且汉王亦有神, 丹于查之, 茂顿与韩王姓, 之将望皇, 赵丽其, 而皇, 丽兵又不来, 以其与汉有谋, 亦取厄世之言, 乃解为之一脚, 于是高帝令是皆持满腹时外乡, 从解脚直出, 竟与大军和, 而冒顿遂引兵而去, 汉义, 引兵而罢, 使留进结和亲之曰, 事后韩王姓魏匈奴将, 及赵立, 王皇等数被曰, 亲到带云中, 居无几何, 陈兮返, 又与韩姓和谋及带, 汉使凡怪网及之, 赴拔带, 燕门, 云中郡县, 不出塞, 事实匈奴, 以汉将众网将, 故茂顿长网来亲到带帝, 于氏汉换之, 高帝乃使留进奉宗室女公主魏丹, 于二氏, 遂奉匈奴续增九米食物各有数, 约为昆帝乙和亲, 茂顿乃少之, 后燕王卢晚返, 绿齐挡数千人将匈奴, 往来苦上古以东, 高祖崩, 孝慧, 吕太后时, 汉出定, 故匈奴已交, 茂顿乃未淑宜高后, 妄言, 高后, 玉籍之, 朱将曰, 以高帝贤武, 然尚困于平臣, 于是高后乃止, 赴予匈奴和亲, 至孝文帝出力, 赴修和亲之事, 其三年五月, 匈奴又贤王入居河南的, 青道上俊宝, 赛蛮夷, 杀掠人民, 于是孝文帝照成像冠英发车, 其八万五千, 一高奴, 及又贤王, 又贤, 王走出赛, 文帝姓太元, 是时纪北王返, 文帝归, 霸臣相及胡之兵, 其明年, 丹于一汉书曰, 天所利匈奴大丹于敬问皇帝无恙, 前时皇帝言何亲事, 称书亦, 何欢, 汉边立清武又贤王, 又贤王不倾, 听后亦如侯南士等纪, 与汉立相聚, 绝二主之曰, 离兄弟之亲, 皇帝让书再治, 发始以书报, 不来, 汉时不治, 汉以其故不, 何, 邻国不赴, 今以小利之拜约顾, 伐又贤王, 使之西求越士及之, 以天之福, 利促良, 马强利, 以宜灭越士, 竟斩杀将下之, 定楼兰, 乌孙, 呼阶及其旁二十六国, 皆已为, 匈奴, 朱隐公之名, 并未一家, 北周已定, 远请兵修士族养马, 除前世, 赴顾约, 以安, 边民, 以应使故, 使少者得臣其长, 老者安其处, 世事平乐, 为德皇帝之志也, 顾使郎, 中戏于浅奉书请, 献驮他一匹, 骑马二匹, 驾二四, 皇帝及步欲匈奴竞赛, 则且照立名, 愿舍, 使者至, 及遣之, 以六月中来至兴旺之地, 书至, 汉义及与何清熟辩, 公清皆, 约, 丹于心破月事, 成圣, 不可及, 且的匈奴的, 则鲁, 非可居也, 何清甚便, 汉, 许之, 孝文皇帝前六年, 汉宜匈奴书曰, 皇帝敬问匈奴大丹于无恙, 使郎中戏于浅一阵, 书曰, 又贤王不请, 听后亦如侯南士等纪, 绝二主之曰, 离兄弟之亲, 汉乙固不和, 邻国不负, 经乙小利拜曰, 故伐又贤王使兮及岳士, 竟定之, 原请兵修士族养马, 除钱, 是, 父故曰, 以安边明, 使少者得臣其长, 老者安其处, 事事平乐, 正圣家之, 此故, 圣主之义也, 汉宇匈奴约为兄弟, 所以已丹于圣后, 被约离兄弟之亲者, 常在匈奴, 然, 又贤王是已在社前, 丹于物身诸, 丹于若称书义, 明告诸吏, 使无赴约, 有幸, 尽如丹, 于书, 使者言丹于自将法国有功, 胜苦兵士, 扶袖掐起衣, 袖掐长如, 紧掐袍各衣, 比, 于衣, 黄金式巨带衣, 黄金须披一袖十匹, 紧三十匹, 赤蹄, 绿增各四十匹, 始终大, 夫义, 业者令兼仪丹于, 后请之, 茂顿死, 紫姬周立, 号约老尚丹于, 老尚姬周丹于出力, 孝文皇帝父遣宗室女公主位丹于二世, 使患者宴人中行说复公, 主, 说不欲行, 汉强使之, 说曰, 必我行也, 为汉患者, 中行说济至, 应降丹于, 丹于圣亲信之, 出, 匈奴好汉增蓄食物, 中行说曰, 匈奴人重不能当汉之一郡, 然所以强者, 以, 依食亿, 无仰于汉也, 经丹于便俗好汉物, 汉物不过十二, 则匈奴竟归于汉矣, 其得汉, 增蓄, 以持草集中, 依库皆列弊, 以事不如粘求之完善也, 得汉食物皆去之, 以事不如, 动漏之便美也, 于是说教丹于左右书记, 以记刻其人众处物, 汉宜丹于书, 读以尺一寸, 词曰, 皇帝敬问匈奴大丹于无恙, 所宜物及言语云云, 中行说令丹于一汉书以尺二寸读, 即应封皆令广大长, 据奥其词曰, 天地所生日月所, 至匈奴大丹于敬问汉皇帝无恙, 所以一物言语云云, 汉史获言曰, 匈奴俗见老, 中行说穷汉史曰, 而汉俗屯树从军当发者, 其老, 亲其有不自脱温后肥美以激送饮食行恕乎, 汉史曰, 然, 中行说曰, 匈奴明以, 战功未是, 其老若不能斗, 故以其肥美饮食壮见者, 盖以自卫守卫, 如此父子各得酒香, 宝, 何以言匈奴亲老也, 汉史曰, 匈奴父子乃同穷颅而我, 父死, 妻其后母, 兄弟, 死, 竟取其妻妻之, 无官待之事, 却庭之礼, 中行说曰, 匈奴之俗, 人时处肉, 饮, 其之, 依其皮, 处食草饮水, 随时转移, 故其极则人席其设, 宽则人乐无事, 其约竖清, 一行也, 君臣简易, 一国之阵犹一生也, 父子兄弟死, 取其妻妻之, 恶种姓之师也, 故匈奴虽乱, 必立宗种, 经中国虽祥不取其父兄之妻, 亲属易疏则相杀, 至乃易信, 皆, 从此类, 且礼义之必, 上下交愿望, 而是乌之吉, 身立必屈, 福利根桑以求衣食, 筑成, 郭以自备, 故其名吉则不惜战功, 缓则霸于作业, 接土士之人, 故无多词, 令叠叠而战, 关故何当, 自事之后, 汉史欲辩论者, 忠行说者曰, 汉史无多言, 故汉所书匈奴增序明也, 令其量中, 必善美而己以, 何以为言乎, 且所给备善则以, 不备, 苦恶, 则厚秋熟, 以, 其池柔而嫁色而, 日夜教丹于后厉害处,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 匈奴丹于十四万旗入朝, 销关, 杀北帝都未养, 鲁人民续产, 甚多, 岁至彭阳, 使其兵入烧回中宫, 后其至雍甘权, 于是文帝以中卫周舍, 郎中令章, 五位将军, 发车千臣, 骑十万, 军长安旁已被虎扣, 而拜昌侯卢清卫上郡将军, 宁侯卫, 卫北的将军, 龙绿侯州, 卫隆西将军, 东阳侯张相如卫大将军, 成侯董赤卫前将军, 大发车骑网吉湖, 丹于留塞内阅于乃去, 汉竹出塞及海, 不能有所杀, 匈奴日以交, 随, 入边, 杀掠人名续产甚多, 云中, 辽东最盛, 至代郡万余人, 汉换之, 乃使使移匈奴书, 丹于义使当户报谢, 赋言和轻使, 孝文帝后二年, 使使移匈奴书曰, 皇帝敬问匈奴大丹于无恙, 使当户且居雕渠难, 郎中寒聊一阵马二匹, 以至, 敬寿, 先帝至, 长城以北, 隐功之国, 寿命丹于, 长城以内, 官代之事, 正义至之, 使万民根之涉猎衣食, 父子无离, 臣主相安, 拒无报逆, 经文谢二民贪将其进取之力, 被义绝约, 望万民之命, 离两主之欢, 然其事已在前矣, 书约, 二国已和亲, 两主欢说, 请兵修促养马, 世事昌乐, 细然根使, 正圣家之, 圣人者日兴, 改作根使, 使老者得习, 幼者得偿, 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 正与丹于聚, 由此道, 顺天续名, 世事相传, 师之无穷, 天下莫不贤辩, 汉语匈奴邻国之敌, 匈奴处, 北的, 汉, 杀器早将, 故照丽已丹于熟涅金博斯续陀悟岁有数, 经天下大安, 万民兮兮, 正与丹于为之父母, 正追念前世, 薄物细故, 谋臣济师, 皆不足以离兄弟之欢, 正文, 天不颇腹, 得不偏载, 正与丹于皆捐网细故, 巨岛大道, 堕坏前恶, 以图长久, 使两国, 知名若一家子, 圆圆万名, 下即于鳖, 上即飞鸟, 气行贿习如洞之类, 莫不就安利而辟, 为代, 故来者不止, 天之道也, 据去前世, 正是陶鲁明, 丹于吴炎张尼等, 正文古之地, 王, 约分明而无实言, 丹于流至, 天下大安, 和清之后, 汉过不先, 丹于其茶之, 丹于既约和清, 于是至赵玉使约, 匈奴大丹于一阵书, 严和清已定, 亡人不足以, 义众广的, 匈奴无入赛, 汉无出赛, 犯约折杀之, 可以酒清, 后无酒, 巨变, 正义许之, 其不告天下, 使明知之, 后四岁, 老上姬周丹于死, 子君臣立位丹于, 济立, 孝文皇帝父与匈奴和清, 而终, 行说父侍之, 君臣丹于立四岁, 匈奴父绝和清, 大入上郡, 云中各三万骑, 所杀略慎重而去, 于 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的, 带屯巨柱, 赵屯妃虎口, 元边亦各坚守以背虎口, 又至三将军, 军长安息细柳, 为北极门, 霸上以背虎, 胡其入带巨柱边, 烽火通于甘泉, 长安, 数, 月, 汉兵至边, 匈奴亦去远塞, 汉兵亦霸, 后岁于, 孝文帝崩, 孝景帝立, 而赵王岁乃, 因使人于匈奴, 无处返, 欲宇兆和谋入边, 汉为破罩, 匈奴一指, 自逝之后, 孝景帝父, 与匈奴和亲, 通关事, 给宜匈奴, 遣公主, 如故曰, 中孝景时, 时小入道边, 无大寇, 经帝即位, 明和亲约术, 后遇, 通关事, 饶给之, 匈奴自丹于以下皆清汉, 往来长, 臣下, 汉使马义下人, 涅翁依兼兼兰出物与匈奴交, 祥为迈马义臣以幼丹于, 丹于兴之, 而贪, 马义财物, 乃以十万其入五周赛, 汉服兵三十余万马义旁, 遇使大夫韩安国卫护军, 虎四将军以扶丹于, 丹于寄入汉塞, 位置马一百余里, 见处不也而无人目者, 怪之, 乃公亭, 是时燕门卫使行脚, 剑寇, 保持亭, 之汉兵谋, 丹于的, 欲杀之, 卫使乃告丹于汉兵所居, 丹于大金曰, 无故遗之, 乃隐兵海, 出曰, 无的卫使, 天也, 天使若言, 以卫使为天王, 汉兵曰丹于入马义而纵, 丹于不治, 以故汉兵无所得, 汉将军, 王辉不出代极胡子众, 文丹于海, 兵多, 不敢出, 汉以辉本造兵谋而不尽, 斩辉, 自逝, 之后, 匈奴绝和亲, 公当陆塞, 往往入道于汉边, 不可胜数, 然凶奴贪, 上乐官室, 是, 汉财物, 汉义上官室不绝以终之, 自马义军后五年之秋, 汉十四将军各万其及胡官室下, 将军为亲出上谷, 至龙城, 的胡守鲁七百人, 公孙鹤出云中, 无所得, 公孙敖出带郡, 为胡所败七千余人, 历广出, 燕门, 为胡所败, 而匈奴深的广, 广厚的王归, 汉求敖, 广, 敖, 广熟为树人, 其东, 匈奴树入道边, 于阳游圣, 汉使将军含安国屯于阳背湖, 其明年秋, 匈奴二万其入汉, 杀辽西太守, 略二千余人, 胡又入败于阳太守军千余人, 为汉将军安国, 安国时千余其, 亦且敬, 慧宴旧至, 匈奴乃去, 匈奴又入燕门, 杀略千余人, 于是汉使将军为清江三万, 其出燕门, 礼席出带郡, 及胡, 的守卤数千人, 其明年, 未清复出云中以西至陋西, 及, 胡之楼凡, 白阳王于河南, 的胡守卤数千, 牛阳百于万, 于是汉穗取河南的, 祝朔方, 复善故秦时蒙田所为塞, 因何未故, 汉义气上古之时辟现造阳的乙与胡, 世岁, 汉之源, 朔二年也, 其后东, 匈奴君臣丹于死, 君臣丹于帝左古黎王一致邪自立位丹于, 攻破君臣丹于, 太子虞丹, 虞丹王将汉, 汉丰于丹未设安侯, 数月而死, 医治邪丹于济立, 其下, 匈奴数万其入沙带郡太守公友, 略千于人, 其秋, 匈奴佑, 入燕门, 沙略千于人, 其明年, 匈奴佑复复入戴郡, 定乡, 上郡, 各三万其, 杀掠数千人, 匈奴佑贤王愿汉夺之河南的儿住朔方, 树围寇, 道边, 即入河南, 侵扰朔方, 杀掠, 利明其中, 其明年春, 汉已为清卫大将军, 将六将军, 十余万人, 出朔方, 高雀疾狐, 右贤王, 以为汉兵不能治, 饮酒醉, 汉兵出塞六七百里, 也为右贤王, 右贤王大惊, 脱身逃走, 诸金其王往随后去, 汉的右贤王重男女万五千人, 毕小王十余人, 其丘, 匈奴万其入沙, 带郡都为朱英, 略千余人, 其明年春, 汉父浅大将军为清将六将军, 兵十余万其, 乃在出定乡数百里级匈奴, 的首鲁前后凡万九千余级, 而汉一王两将军, 军三千余旗, 右将军见得以身托, 而前将, 军西侯照姓兵不利, 将匈奴, 照姓者, 顾胡小王, 将汉, 汉丰为西侯, 以前将军与右将, 军并军分行, 独欲丹瑜兵, 顾敬梅, 丹瑜既得西侯, 以为自赐王, 用其解妻之, 与谋汉, 信教丹瑜一北掘墓, 以右霸汉兵, 缴急而取之, 无敬赛, 丹瑜从其祭, 其明年, 胡其, 万人入上谷, 杀数百人, 其明年春, 汉使票其将军去, 并将万其出隆西, 过燕之山千余里, 及匈奴, 的胡守炉, 万八千余即, 破得修徒王济天惊人, 其下, 票其将军赋予和其侯数万其出隆西, 北帝尔, 千里, 及匈奴, 过居炎, 攻其连山, 的胡守鲁三万余人, 毕小王以下七十余人, 适时凶, 奴役来入带郡, 燕门, 杀掠数百人, 汉使伯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 及匈奴左贤王, 左贤王为李将军, 促可四千人, 且尽, 杀鲁易过当, 会伯望侯君救治, 李将军的托, 喊, 狮王数千人, 和其侯后票其将军其, 及与伯望侯皆当死, 赎未数人, 祈求, 丹于怒魂邪王, 修图王居西方位和所杀鲁数万人, 欲赵诸之, 魂邪王与修图, 王恐, 谋将汉, 汉使票其将军网迎之, 魂邪王杀修图王, 并将其众降汉, 凡似万余人, 好十万, 于是汉已得魂邪王, 则隆西, 北地, 和西亦少狐寇, 喜关东平民处所夺匈奴河, 南, 心情终以时之, 而简北的以西数促半, 其明年, 匈奴入右北平, 定乡各数万骑, 杀, 略迁于人而去, 其明年春, 汉谋曰, 西侯姓魏丹于济, 居目北, 以为汉兵不能治, 乃宿马发十万, 其, 私从马凡十四万匹, 梁众不语焉, 令大将军卿, 票其将军去并中分军, 大将军出顶, 湘, 票其将军出带, 贤曰掘墓及匈奴, 丹于闻之, 远其资众, 已经兵呆于墓碑, 与汉大, 将军皆战一日, 惠墓, 大风起, 汉兵纵左右亦为丹于, 丹于自渡战不能如汉兵, 丹于碎, 独身羽状其数百溃汉为西北顿走, 汉兵夜追不得, 行斩补匈奴首鲁万九千级, 北至田延, 山照姓陈而海, 丹于之顿走, 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随丹于, 丹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 其右古离王, 以为丹于死, 乃自立位丹于, 真丹于复得其重, 而右古离王乃去其丹于好, 复位右古离, 王 汉票齐将军之初带二千余礼, 与左贤王接战, 汉兵的狐首鲁凡七万余集, 左贤王将 接顿走 票齐封于郎居须山, 缠孤衍, 临汉海而海, 事后匈奴远顿, 而目难无王庭, 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 往往通渠至田, 官吏促, 五六万人, 烧蚕食, 得皆匈奴以备, 初, 汉两将军大出为丹于, 所杀鲁八九万, 而汉士族误故义数万, 汉马死者十余万, 匈奴虽病, 远去, 而汉义马少, 无以赴往, 匈奴用赵姓之计, 浅使于汉, 好辞请和亲, 天子下其义, 或言和亲, 或言碎臣之, 臣向常使任常曰, 匈奴心破, 困, 已可食味, 外臣, 朝请于边, 汉使任常于丹于, 丹于闻场记, 大怒, 流之不浅, 先是汉义有所降, 匈奴使者, 丹于义者流汉使相当, 汉方复收士马, 会票其将军去并死, 于是汉九步北极, 胡, 数岁, 一至邪丹于历十三年死, 子乌为历位丹于, 四岁, 汉原顶三年也, 乌为丹于, 历, 而汉天子使出寻郡县, 其后汉方南诸两月, 不及匈奴, 匈奴亦不轻入边, 乌为丹于历三年, 汉已灭南月, 遣故太仆赫江万五千, 其出九元二千余里, 置伏居井, 而还, 不见匈奴义人, 汉又浅故从彪侯赵破奴万鱼, 其出令居数千里, 至凶河水而还, 亦, 不见匈奴义人, 适时天子寻边, 至硕方, 乐宾十八万起已见五节, 而使郭吉封告丹于, 郭吉济至凶, 奴, 匈奴主客问所使, 郭吉礼杯言好, 曰, 无见丹于而口言, 丹于见吉, 即曰, 南月望头已悬于汉北阙, 京丹于即前于汉战, 天子自将兵呆边, 丹于即不能, 即难面而, 沉于汉, 河图远走, 王逆于沐北寒苦无水草之地, 无味也, 与促而丹于大怒, 力斩主, 客见者, 而流郭即不归, 千知北海上, 而丹于忠不肯未寇于汉边, 修养习士马, 习涉猎, 术使使于汉, 好词干言求请和亲, 汉使王乌等亏匈奴, 匈奴法, 汉使非去劫而以默情其面者不得入穷庐, 王乌, 北的, 人, 习狐俗, 去其劫, 情面, 得入穷庐, 丹于爱之, 详许甘言, 为遣其太子入汉位之, 以求和亲, 汉使阳信于匈奴, 适时汉东拔会和朝鲜以为郡, 而西至九泉郡以立绝湖与枪通之, 路, 汉又西通越市, 大夏又以公主七乌孙王, 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 又北义广田至贤, 雷为塞, 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 试岁, 西侯信死, 汉用试者以匈奴为以弱, 可成从也, 杨信为人刚直屈强, 素非贵臣, 丹于不亲, 丹于欲召入, 不肯去劫, 丹于乃座穷庐外见, 杨信, 杨信既见丹于, 说曰, 及欲和亲, 以丹于太子位置于汉, 丹于曰, 非故曰, 故曰, 汉长浅翁主, 给增序食物有品, 以和亲, 而匈奴亦不扰边, 今乃欲返古, 令吾, 太子位置, 无己以, 匈奴俗, 见汉使非中贵人, 其如先, 以为欲说, 折其便, 其少年, 以为欲赐, 折其器, 每汉使入匈奴, 匈奴者报偿, 汉留匈奴使, 匈奴亦留汉使, 必得, 当乃肯治, 杨信既归, 汉使王乌, 而丹于父以干言, 欲多的汉财物, 代为王乌曰, 无欲入, 汉见天子, 面相约为兄弟, 王乌归报汉, 汉未丹于驻底于长安, 匈奴约, 非得汉贵, 人使, 无不语成语, 匈奴使其贵人治汉, 并, 汉语要, 欲越之, 不幸而死, 而汉使录, 冲国配两千十应寿往事, 应诵其丧, 后葬植树千金, 曰, 此汉贵人也, 丹于以为汉杀, 无贵使者, 乃流路冲国不归, 诸所言者, 丹于特空代王乌, 书无亦入汉籍遣太子来职, 于是匈奴述使其兵侵犯边, 汉乃拜郭昌尉拔胡将军, 急着野猴豚屯朔方以东, 背狐, 陆冲, 国流匈奴三岁, 丹于死, 乌为丹于立十岁而死, 子乌师奴力为丹于, 年少, 好位而丹于, 是岁元丰六年也, 自此之后, 丹于亦西北, 左方兵直云中, 右方直九泉, 顿黄骏, 而丹于立, 汉使两使者, 一调丹于, 一调又贤王, 欲以乖其国, 使者入匈奴, 匈奴, 西江至丹于, 丹于怒而尽留汉使, 汉使留匈奴者前后使于背, 而匈奴使来, 汉义者留香, 当, 逝岁, 汉使二师将军广力西伐大碗, 而令英渔将军熬住寿祥辰, 其东, 匈奴大于雪, 处多鸡寒死, 而丹于年少, 好杀伐, 国人多不安, 左大都未欲杀丹于, 使人间告汉曰, 我欲杀丹于将汉, 汉远, 急兵来迎我, 我急发, 出, 汉文此言, 故祝寿祥辰, 由, 以为远, 其明年春, 汉使着野猴破奴江二万余, 其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 其至郡基山而海, 着, 野猴既至其而海, 左大都未欲发而绝, 丹于诛之, 发左方兵及着野, 着野猴行补手鲁的, 数千人, 还, 未至寿祥辰四百里, 匈奴兵八万其为之, 着野猴夜自出求水, 匈奴兼补, 深的着野猴, 应及及其军, 军中郭纵卫护, 为王卫渠, 相与谋约, 及诛校卫为王将军, 而诛之, 莫相劝归, 君岁梅于匈奴, 匈奴而丹于大喜, 岁浅其兵攻寿祥辰, 不能下, 乃寇入边而去, 其明年, 丹于玉自攻寿祥辰, 未至, 病死, 而丹于历三岁而死, 子年少, 匈奴乃立其继父乌为丹于帝, 又贤王许黎狐为丹于, 是, 岁太初三年也, 许黎狐丹于立, 和史光陆徐自卫出五元赛数百里, 远者千余里, 铸成张列亭至卢渠, 而史游吉将军寒说, 长平侯卫抗屯其旁, 使强弩都为陆伯多住居炎则上, 祈秋, 匈奴大入定乡, 云中, 杀略数千人, 败数两千石而去, 行破坏光路所住陈列, 亭章, 又使又贤王入九泉, 张叶, 略数千人, 惠人闻吉旧, 竟赴师所得而去, 世岁, 而, 师将军破大碗, 斩其王而孩, 匈奴欲遮之, 不能治, 其东, 欲攻受降臣, 会丹于病死, 许离狐丹于立一岁死, 匈奴乃立其地左大都畏且低侯未丹于, 汉记诸大碗, 威震外国, 天子亦遇遇岁困湖, 乃下诏曰, 高皇帝宜正平臣之忧, 高, 后时丹于书绝悲逆, 习其相公赴九世之仇, 春秋大之, 世岁太初四年也, 且低侯丹于既立, 尽归汉使之不降者, 陆冲国等的归, 丹于出力, 恐汉习之, 乃自, 为, 我儿子, 安敢望汉天子, 汉天子, 我仗人行也, 汉浅中郎将苏武后毕录以丹于, 丹于一交, 李慎聚, 非汉所望也, 其明年, 着野猴破奴的王归汉, 其明年, 汉使二师将军广力以三万其出九全, 及又贤王于天山, 的狐首鲁万于吉儿, 还, 匈奴大为二师将军, 姬布托, 汉兵误故十六七, 汉副使应于将军熬出西河, 与强弩, 都为惠捉屠山, 无所得, 又使其都为李陵江布齐五千人, 出居沿北千余礼, 与丹于惠, 何战, 林所杀伤万余人, 兵及时尽, 欲解归, 匈奴为林, 林将匈奴, 其兵岁眉, 得海者, 四百人, 丹于乃桂林, 以其女妻之, 后二岁, 赴使二师将军将六万齐, 步兵十万, 出朔方, 强弩都为陆伯多将万余人, 与二师会, 游记将军说将步齐三万人, 出五元, 英渝将军熬将万齐步兵三万人, 出雁门, 匈奴闻, 西远其类众鱼于五水北, 而丹于以十万齐呆水南, 与二师将军接战, 二师乃, 解而隐归, 与丹于连战十余日, 二师闻其家以巫谷足灭, 因并众将匈奴, 得来海千人一, 两人耳, 游记说无所得, 英渝敖与左贤王战, 不利, 隐归, 是岁汉兵之出击匈奴者不得, 严功多少, 功不得欲, 有赵补太一令随但, 严二师将军家士卒灭, 使广力的将匈奴, 太史公约, 恐是者春秋, 隐环之间则张, 至定哀之计则为, 为其切当事之闻而网头, 忌讳之词也, 世俗之言匈奴者, 换其较义时之权, 而误纳其说, 以便偏执, 不参比, 即将律习中国广大, 气愤, 仁主应以决策, 事已建功不深, 姚虽贤, 新事业不成, 的, 与儿九州宁, 且遇新圣统, 为在责任将向灾, 为在责任将向灾, 所引述赞, 显云, 勋州, 居于北边, 即称下义, 市井周篇, 颇随序幕, 屡扰陈烟, 源自茂盾, 犹据控贤, 虽空躺藏, 为静忠权, 史记为将军票齐列转, 大将军为清者, 平阳人也, 其父政绩, 为立, 给侍平阳侯家, 与侯妾未拗通, 申亲, 青童母兄未长子, 而姐未子夫自平阳公主家的姓天子, 故貌姓未未侍, 自重轻, 长子, 更自长军, 长军母号未未拗, 傲长女未如, 似女少儿, 似女未子夫, 后子夫南地部, 广, 接茂未事, 亲未侯家人, 少时归其父, 其父时牧羊, 仙母之子皆奴处之, 不以为兄弟数, 清长, 从入至甘泉居室, 有意前途相亲曰, 贵人也, 官至封侯, 清孝曰, 仁奴之身, 的, 无痴骂及足矣, 安得封侯是乎, 清壮, 为侯家旗, 从平阳主, 建元二年春, 清解子夫的入宫信上, 皇后, 唐义大肠, 公主女也, 吴子, 度, 大肠公主文为子夫信, 有身, 度之, 乃使人不轻, 轻使给世建章, 为知名, 大肠公主之求亲, 欲杀之, 其有其郎公孙敖宇壮士王篡取之, 已故得不死, 上文, 乃兆亲未建章间, 世中, 及同母昆帝贵, 赏赐数日贤类千金, 如未太仆公孙贺妻, 少儿故与臣长通, 上召贵长, 公孙敖有此一贵, 子夫为夫人, 亲未大钟大夫, 元光五年, 亲未车骑将军, 及匈奴, 出上谷, 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 出云中, 大, 钟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 出代郡, 卫为李广位萧齐将军, 出燕门, 军各万齐, 亲至龙城, 斩首鲁数百, 齐将军敖王七千齐, 卫为李广位鲁所得, 的托归, 皆当斩, 赎位数人, 赫义无功, 元朔元年春, 为夫人有难, 立位皇后, 祈秋, 亲未车骑将军, 出燕门, 三万骑及凶, 奴, 斩首鲁数千人, 明年, 匈奴入杀辽西太守, 鲁掠于阳二千余人, 拜韩将军军, 汉令, 将军礼席及之, 初代, 令车骑将军清出云中以西至高阙, 岁略河南的, 至于隆西, 捕首, 鲁数千, 处数十万, 走白阳, 楼梵王, 岁以河南的魏朔方郡, 以三千八百户封清卫长平, 侯 清孝卫苏建有功, 以千一百户封建为平陵侯, 使建竹朔方臣, 清孝卫张赐功有功, 封卫暗投侯, 天子曰, 匈奴逆天理, 乱人伦, 报偿虐老, 以盗窃为物, 行诈朱满仪, 造谋疾兵, 术为边亥, 顾兴师浅将, 以真绝罪, 师不云呼, 薄伐险云, 置于太原, 出车蓬蓬, 陈彼朔方, 经车其将军清渡西河至高雀, 或首鲁二千三百级, 车资续产, 必收卫鲁, 以丰卫列侯, 碎西定河南的, 暗于西旧赛, 绝子岭, 两北河, 讨仆尼, 破福, 离, 斩清瑞之醋, 补福听者三千七十亿级, 直逊或丑, 驱马牛羊百有余万, 全甲兵而骇, 义丰卿三千户, 其明年, 匈奴入沙带郡太守友, 入掠燕门千余人, 其明年, 匈奴大, 入带, 定乡, 上郡, 杀掠汉数千人, 其明年, 元朔之五年春, 汉令车骑将军清江三万骑, 出高雀, 卫卫苏建卫游及将军, 左内使礼举卫强弩将军, 太蒲公孙鹤卫其将军, 代香礼菜卫轻车将军, 接领蜀车其将, 军, 据出朔方, 大行礼席, 按头侯张次公卫将军, 出右北平, 贤及匈奴, 匈奴又贤王当, 卫卫等冰, 以为汉兵不能致此, 饮罪, 汉兵夜至, 为右贤王, 右贤王金, 夜桃, 独语其, 爱妾一人撞其数百池, 溃为北去, 汉清其校为郭城等逐数百里, 不及, 得右贤必亡时鱼, 人, 众男女万五千余人, 处数千百万, 于是引兵而孩, 智赛, 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应, 集军中拜车其将军轻卫大将军, 诸将皆以兵属大将军, 大将军立号而归, 天子曰, 大将军轻功率荣誓, 师大劫, 或匈奴王时有余人, 义封亲六千户, 而封亲子抗位以春侯, 亲子不宜为阴安侯, 亲子登位发前侯, 亲故谢曰, 陈信的呆罪行贤, 赖陛下神灵, 君大劫, 皆诸孝未立战之功也, 陈下信以一封陈亲, 陈亲子在抢宝中, 未有勤劳, 上性, 列得封为三侯, 非臣呆罪行贤所以劝势立战之意也, 抗等三人何感受风? 天子曰, 我非望诸孝未公也, 经故且徒之, 乃赵玉使曰, 护君都为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及匈奴, 常护君, 副孝祸王, 以千五百护风敖为何其侯, 都为寒说从大将军出语魂, 至凶奴幼, 贤王亭, 为麾下搏战祸王, 以千三百护风说为龙, 侯, 其将军公孙赫从大将军祸王, 以千三百护风赫为南炮侯, 轻车将军李蔡在从大将军祸王, 以千六百护风蔡为乐安侯, 孝, 为李朔, 孝位赵步渝, 孝位公孙荣奴, 各三从大将军祸王, 以千三百护风朔为赦旨侯, 以千三百护风不渝为随城侯, 以千三百护风荣奴为从平侯, 将军李举, 李席及孝位斗儒, 义有功, 四绝关内侯, 十亿各三百护, 其秋, 匈奴入带, 杀都为诸英, 其明年春, 大将军清出定香, 和其侯敖位中将军, 太仆赫位左将军, 西侯赵姓位前, 将军, 位位苏建位右将军, 郎中令李广位后将军, 右内使李举位强弩将军, 贤属大将军, 斩首数千级而还, 岳于西复出定香及匈奴, 斩首鲁万余人, 右将军建, 前将军性并, 军三千余齐, 独逢丹于兵, 与战一日于, 汉兵且敬, 前将军顾湖人, 将为西侯, 见及, 匈奴右之, 遂将其余齐可八百, 位将丹于, 右将军苏建静王齐军, 独以身的王去, 自归, 大将军, 大将军问齐最正红, 长史安, 义郎周霸等, 建当云和, 霸曰, 自大将军, 初, 未常斩皮将, 经见弃军, 可斩以明将军之威, 红, 安曰, 不然, 兵法, 小敌之, 兼, 大敌之情也, 经见以数千当丹于数万, 力战一日于, 是尽, 不敢有二心, 自归, 自归而斩之, 是事后无反意也, 不当斩, 大将军曰, 轻信得以肺腐呆罪行贤, 不患, 无威, 而霸说我以名威, 甚施臣义, 且使臣直虽当斩将, 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善专诸于, 境外, 而拒归天子, 天子自才知, 于是以剑为人臣不敢专权, 不义可乎, 军力皆约, 闪, 遂求见一行在所, 入塞罢兵, 是岁也, 大将军姐子获去并年十八, 信, 为天子适中, 善其设, 再从大将军, 受召, 与壮士, 为飘摇效位, 与清永其八百之气, 为大军数百里富力, 斩补手鲁过当, 于是天子曰, 飘摇效位去并斩手鲁二千二十八级, 吉相国, 当户, 斩丹于大副形吉若侯产, 申补, 继父罢姑比, 再冠军, 以千六百户封去并为冠军侯, 上古太守好贤四从大将军, 补斩手, 鲁二千余人, 以千一百户封贤为众力侯, 士岁, 师两将军军, 王兮侯, 军功不多, 故, 大将军不亦封, 又将军见智, 天子不诛, 设其罪, 赎未数人, 大将军祭孩, 四千金, 适时王夫人方姓于上, 宁臣说大将军曰, 将军所以功未胜, 多, 生十万户, 三子皆为侯者, 徒以皇后顾也, 今王夫人姓儿宗族未富贵, 原将军奉所, 四千金卫王夫人亲寿, 大将军乃以五百金卫寿, 天子闻之, 问大将军, 大将军以食言, 上乃拜宁臣卫东海都卫, 张谦从大将军, 以长使大夏, 留匈奴终久, 岛军, 知善水草处, 军得以无稽可, 应, 前使决国公, 封谦伯望侯, 冠军侯去并济侯三岁, 元寿二年春, 以冠军侯去并为票其将军, 将万其出龙溪, 有, 功, 天子曰, 票其将军律荣侍于乌吏, 讨素仆, 涉胡奴, 立武王国, 资众人众涉涉者, 夫取, 寄货丹于子, 转战六日, 过燕之山千有余礼, 和短兵, 杀折兰王, 斩卢狐王, 朱, 全甲, 执魂邪王子及相国, 都为, 首鲁八千余籍, 收修图祭天经人, 一封去并两千户, 其下, 票其将军与何其侯熬聚出北的, 一道, 伯望侯张迁, 郎中令李广聚出右北平, 一道, 阶级匈奴, 郎中令将四千其先制, 伯望侯将万其再后制, 匈奴左贤王将数万其, 为郎中令, 郎中令与战二日, 死者过半, 所杀亦过当, 伯望侯至, 匈奴兵隐去, 伯望侯, 作行流, 当斩, 赎未数人, 而票其将军出北的, 以岁深入, 与何其侯师道, 不相的, 标, 其将军于居炎至其连山, 补兽如甚多, 天子曰, 票其将军于居炎, 遂过小月氏, 攻其, 连山, 的囚徒王, 以众将者二千五百人, 斩首鲁三万二百级, 或五王, 五王母, 丹于二, 是, 王子五十九人, 相国, 将军, 当户, 都为六十三人, 施大律减十三, 一封去并五千, 户, 四校尉从至小月氏绝左树长, 应及司马破奴再从票其将军斩肃蒲王, 补姬举王, 千, 其将的王, 王母各亿人, 王子以下四十亿人, 补姬三千三百三十人, 前行补姬千四百人, 以千五百户封破奴魏从彪侯, 校尉巨王高不时, 从票其将军补乎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 人, 补姬千七百六十八人, 以千一百户封不时, 为宜观侯, 校尉扑多有功, 丰为回渠侯, 和其侯熬作行流不与票其会, 当展, 赎未庶人, 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义不如票其, 票其, 所将常选, 然亦敢深入, 常与壮其先其大军, 军亦有天性, 未常困绝也, 然而诸宿将长, 作流落不愈, 由此票其日以轻贵, 彼大将军, 祈秋, 丹于怒魂邪王居西方树为汉所破, 王树万人, 以票其之兵也, 丹于怒, 御赵, 诸魂邪王, 魂邪王与修图王等谋御将汉, 使人先要编, 适时大行礼席将成和尚, 的魂邪, 王室, 及池传以闻, 天子闻之, 于是恐其以诈祥而席边, 乃令票其将军将兵网迎之, 标, 其继度和, 与魂邪王众相望, 魂邪王疲将建汉军而多御部将者, 颇顿去, 票其乃池入狱, 魂邪王相见, 斩其欲王者八千人, 遂独遣魂邪王臣传先一行在所, 竟将其重度和, 降者, 数万, 号称十万, 既至长安, 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 封魂邪王万户, 魂洛英侯, 封, 其必亡忽独尼魏夏摩侯, 英必魏魏渠侯, 秦离魏和其侯, 大蕩护同离魏常乐侯, 于是天, 自家票其之公约, 票其将军去并律师公匈奴西域王魂邪, 王籍绝众蒙贤乡奔, 律乙军, 梁结石, 并将控贤万有余人, 朱耀汉, 或守鲁八千余籍, 将一国之王三十二人, 战士部, 离商, 十万之众贤怀疾伏, 人羽之劳, 缘疾和赛, 树鸡无患, 性计永随矣, 以千七百户, 一封票其将军, 简隆西, 北地, 上郡树簇之伴, 以宽天下之咒, 居请之, 乃分喜将者边武郡故塞外, 而皆在河南, 因其故俗, 为蜀国, 其明年, 凶, 奴入右北平, 定乡, 杀掠汉千余人, 其明年, 天子与诸江一约, 西侯赵姓未丹于化祭, 常以为汉兵不能渡目清流, 今, 大发士族, 其势必的所欲, 誓岁元寿四年也, 元寿四年春, 上令大将军卿, 票其将军去, 并将各五万旗, 步兵转者总军数十万, 而, 赶力战深入之事皆属票其, 票其使未出定乡, 当丹于, 不鲁岩丹于东, 乃更令票其出带, 郡, 令大将军出定乡, 郎中令位前将军, 太仆位左将军, 主角赵时其为右将军, 平阳侯, 香位后将军, 皆属大将军, 兵籍杜牧, 人马反五万旗, 与票其等贤籍匈奴丹于, 赵姓未, 丹于谋约, 汉兵季度牧, 人马罢, 匈奴可作收鲁尔, 乃兮远北其资众, 皆已经兵呆, 墓北, 而市值大将军军出赛千余礼, 建丹于冰城而呆, 于是大将军令五缸车自还卫营, 而纵五千其网当匈奴, 匈奴义纵可万齐, 会日且入, 大风起, 杀力极面, 两军不相见, 汉义纵左右亦绕丹于, 丹于是汉兵多, 而是马上强, 战而匈奴不力, 薄末, 丹于碎成柳, 壮七可数百, 直冒汉为西北持去, 时已婚, 汉匈奴相分如, 杀伤大当, 汉军左孝补, 鲁岩丹于未婚而去, 汉军应发清其夜追之, 大将军军应随其后, 匈奴兵亦散走, 池军, 汉军, 行二百余礼, 不得丹于, 迫不斩首鲁万余及, 遂至田延山照姓陈, 的匈奴激宿时军, 军, 留一日而还, 西烧其尘于素已归, 大将军之宇丹于慧也, 而前将军广, 右将军时其军别从东道, 或施道, 后及丹于, 大将军隐还过木南, 乃得前将军, 右将军, 大将军御史史归报, 令长使不择前将军广, 广自杀, 右将军至, 下立, 赎未数人, 大将军军入赛, 反斩补守鲁万九千吉, 适时匈奴众师丹于十余日, 右古离王闻之, 自立位丹于, 丹于后得其重, 右王乃去, 丹于之号, 票齐将军亦将五万骑, 车众与大将军军等, 而无疲将, 西以礼赶等位大孝, 当疲将, 初代, 右北平千余礼, 直左方兵, 所斩补公以多大将军, 军纪还, 天子曰, 票齐将, 军去并律师, 宫将所获昏舟之士, 约清姬, 绝大墓, 设获张渠, 以诸笔车旗, 转即左大, 将, 斩获旗鼓, 立设离侯, 继宫驴, 或屯头王, 韩王等三人, 将军, 相国, 当户, 都尉, 八十三人, 风狼居须山, 蝉鱼孤眼, 登陵汉海, 直鲁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 施律简, 十三, 取食于敌, 戳行疏远而良不绝, 以五千八百户一封票齐将军, 右北平太守陆伯, 多数票齐将军, 惠宇臣, 布施齐, 从至桃鱼山, 斩首补鲁二千七百级, 以千六百户封伯, 多位福利侯, 北地都位行山从票齐将军或王, 以千二百户封山位一阳侯, 故归亦英纯王, 妇禄之, 楼专望一级前阶从票齐将军有功, 以千三百户封妇, 妇禄之位状侯, 以千八百户封, 一级前卫重力侯, 从镖侯破奴, 昌武侯安基从票齐有功, 亦封各三百户, 校尉感的旗鼓, 卫官内侯, 十亿二百户, 校尉自卫绝大数长, 军力促为官, 赏赐甚多, 而大将军不得, 一封, 军力促皆无封侯者, 两军之初赛, 赛月官及司马凡十四万匹, 而妇入赛者不满三万匹, 乃乃义至大司马位, 大将军, 票齐将军皆位大司马, 定令, 令票齐将军置路与大将军等, 自逝之后, 大将, 军轻日退, 而票齐日议柜, 举大将军顾人门下多去世票齐, 折得官决, 为任安不肯, 票齐将军为人少言不屑, 有气感认, 天子常欲教之孙无兵法, 对曰, 故方略何如, 二, 不治学古兵法, 天子未至地, 令票齐侍之, 对曰, 匈奴未灭, 无以家未也, 由此上亦重爱之, 燃少儿是中, 贵, 不审是, 其从军, 天子未遣太官积数十胜, 即还, 重车于气粮肉, 而是有机者, 其在塞外, 促乏梁, 或不能自赠, 而票齐上穿玉塔居, 是, 多此类, 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 以和柔自媚于上, 燃天下位有称也, 票齐将军自四年军后三年, 原受六年而促, 天子道之, 发属国玄甲军, 臣自长安治, 茂林, 为种向其连山, 是之, 并武于广的约景环侯, 自善待侯, 善少, 自子侯, 尚爱之, 性其壮而降之, 居六岁, 原封原年, 善促, 是哀侯, 无子, 绝, 果除, 自票齐将军死后, 大将军长子以春侯抗作法师侯, 后五岁, 抗第二人, 因安侯不宜, 即发肝侯登阶作骤经师侯, 师侯后二岁, 冠军侯国除, 其后四年, 大将军青促, 世卫烈, 侯, 自抗代位长平侯, 自大将军为丹余之后, 十四年而促, 进步复及匈奴者, 以汉马哨, 儿方南诸两岳, 东伐朝鲜, 吉腔, 西南夷, 以故九步伐湖, 大将军以其的上平阳长公主顾, 长平侯抗代侯, 六岁, 做法师侯, 左方两大将军及猪皮将名, 最大将军青, 樊七出击匈奴, 斩步手鲁五万余级, 一羽丹余战, 收河南的, 岁智硕, 方骏, 在一封, 樊万一千八百户, 封三子卫猴, 猴千三百户, 并支, 万五千七百户, 其, 校尉皮匠已从大将军侯者九人, 其皮匠及校尉已为将者十四人, 为皮匠者曰礼广, 自由, 传, 无传者曰, 将军公孙赫, 赫, 义渠人, 其仙虎种, 赫赴魂邪, 景帝时为平屈侯, 做法师侯, 赫, 五帝为太子时社人, 五帝历八岁, 以太蒲为轻车将军, 军马义, 后四岁, 以轻车将军, 出云中, 后五岁, 以齐将军从大将军有功, 封为南炮侯, 后一岁, 以左将军再从大将军, 出定乡, 无功, 后四岁, 以作骤经师侯, 后八岁, 以扶举将军出五元二千余礼, 无功, 后八岁, 以太蒲为丞相, 封阁一侯, 贺七位将军, 出击匈奴无大功, 而在侯, 为丞相, 作子敬身与杨时公主兼, 为巫谷, 足灭, 无后, 将军礼席, 欲至人, 是景帝, 至五帝立八岁, 为财官将军, 军马义, 后六岁, 为将, 军, 初代, 后三岁, 为将军, 从大将军出朔方, 皆无功, 凡三位将军, 其后常位大行, 将军公孙敖, 义渠人, 以郎氏五帝, 五帝立十二岁, 为其将军, 初代, 王簇七千人, 当展, 赎位数人, 后五岁, 以校位从大将军有功, 封位和其侯, 后一岁, 以中将军从, 大将军, 再出定乡, 无功, 后二岁, 以将军出北的, 后票齐齐, 当展, 赎位数人, 后二, 岁, 以校位从大将军, 无功, 后十四岁, 以英渝将军驻寿祥称臣, 七岁, 赋已英渝将军载, 出击匈奴, 至于吴, 王氏足多, 下立, 当展, 诈死, 王居明显五六岁, 后发觉, 赋系, 做七位巫谷, 足, 凡四位将军, 出击匈奴, 以侯, 将军礼聚, 云中人, 是景帝, 武帝历十七岁, 以左内使为强弩将军, 后一岁, 副位, 强弩将军, 将军礼聡, 臣继人也, 是孝文帝, 景帝, 武帝, 以轻车将军从大将军有功, 封为乐, 安侯, 以为丞相, 做法师, 将军张赐公, 和东人, 以校尉从, 将军亲有功, 封为暗头侯, 其后太后崩, 为将军, 军北军, 后一岁, 为将军, 从大将军, 在为将军, 做法师侯, 赐公赴龙, 轻车武赦也, 以善赦, 景帝性静之也, 将军苏建, 渡灵人, 以校尉从, 为将军亲, 有功, 为平灵侯, 以将军驻朔方, 将军围,